传说抽奖系统降临 绑定直送五连抽 林肖猛了 保底都是一万 这还只是初级抽奖 这要我怎么低调啊 安成 安大这座龙国顶尖的高校门口 三男一女相对立 林肖 这与沙白的Mate X五多 适合我们家娜娜呀 你赶紧给娜娜下单一台 才三万六 也不贵 其中一名男子缓缓开口 他晃动着手机 手机页面停留在某冬上 一边说 一边斜撇着他对面穿着朴素的林肖 眼底带着淡淡的讽刺意味 林肖低着头没有说话 其实已经暗暗咬紧了牙关 三万六 足够自己母亲做两次话聊了 自己手里的确有五万块钱 但那可是母亲的救命钱啊 才刚从亲戚手里借来的 还没捂热呼 自己这名义上的女朋友 和她的男闺蜜 就找上门来了 怎么 你难道舍不得 林肖没说话 男闺蜜钱松又开口了 她眉头轻轻地皱着 林肖 不是我说你 你这样可不适合出对象 你看我们娜娜跟着你 哪有一天好日子过 现在让你买一台手机 你都不舍得 我真替娜娜的未来担心呢 钱松说着 转向周娜 苦口婆心地继续开口 娜娜呀 我都跟你说了 杨宇成非常喜欢你 你早该答应她的追求 杨宇成家开了个小商场 资产千万 妥妥的富二代 你偏偏就是看上这么个穷小子 你看现在 她连一台Mate X5都舍不得给你买 要是杨宇成 随便挥挥手 就送给你了 周娜抿了名嘴 淡淡地看着林霄 林霄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手机能不能买 买不了的话 我们这段关系 也该结束了 林霄赫然抬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周娜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林霄强压着自己心头 一股无名的火焰 尽量放低自己的声音开口了 周娜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妈的救命钱 她现在躺在医院里等着化疗 切 林霄 我跟娜娜都打听过了 你妈化疗一次 只要一万八 你跟娜娜说 你借到了五万 你手里还有一些 完全足够了好吗 林霄的话才落下 钱松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紧接着 周娜也附和道 不错 林霄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啪 林霄抬手 直接拍在自己的额头上 无奈到了极点 她真的不知道 这两个人 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 周娜虽然是自己名义上的女朋友 但是三年多来 自己可是连手都没牵过呀 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勤工俭学 也送了她不少的礼物了 说实话 林霄没想到 周娜竟然会是这样的人 这一刻 她的心彻底的冰冷了下去 喂 你干什么 能不能下单 你给个准信啊 钱松再一次开口 话语咄咄逼人 不能 林霄将手掌从额头上移开 目光变得无比冰寒 嗯 钱松眉头一挑 脸上立马涌起浓浓怒气 娜娜 你看她 这种还算得上是男朋友吗 分手 立马分手 她不配 周娜满眼失望地摇摇头 松松你说得没错 的确不配 然而 她的话还没说完 一道震天的鹤声 却爆发了开来 直接将她的声音掩盖 卧槽你马 钱松你个死娘炮 老子人你很久了 声音来自林霄 周娜猛地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林霄 这一刻的林霄 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平日里的唯唯诺诺 早已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满脸的疯狂 呼吱 破空声响起 一个巴掌撕破了空气 狠狠地落在了 钱松画着淡妆的豆坑脸上 啪 刺耳的声音在空气中传开 啊 伴随着一声 娘们唧唧的爷们尖叫 钱松整个人狠狠地 侧摔在地上 左半边脸颊 直接高高地肿了起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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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打我 好半天 钱松才反应过来 抬起兰花纸指着林霄 满脸的不可思议 林霄 你疯了 你敢打松松 我要跟你分手 周娜 也咆哮了起来 色里内察 卧槽 差点忘了还有你 周娜瞳孔一缩 目光猛地对上了林霄 眼神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你 他刚想说什么 林霄的巴掌已经落下 啪 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 周娜狠狠地侧摔在了钱松身边 还算娇艳的脸 已经变了形状 啊 周娜尖叫着 吸引了无数人的围观 一个个都震惊地看着林霄 其中不乏一些林霄的同班同学 他们此刻完全被林霄的举动给震惊了 甚至 他们都在怀疑 这还是不是那个他们认识的林霄了 平日里的唯唯诺诺 哪里去了 今天竟然连她是做禁完的周娜 都造了她的毒手啊 呼 林霄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这一刻 她只感觉浑身轻松 看着尖叫的周娜 林霄直接两步上前 微微低头 周娜 我们结束了 记住 是老子甩的你 你现在 有多远给老子滚多远 以后也别让我见到你 要不然 见一次 老子删你一次 是 什么 周娜都梦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林霄 这完全不似林霄的作风啊 她不是该对自己摆一摆顺 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吗 林 嗯 前松想要说什么 可是林霄猛地将目光看向她 眼底闪过危险的气息 那样子 仿佛是前松敢说半句话 她就要动手了 前松被吓得吞下一大口唾沫 直接闭了嘴 先前那对林霄的不屑 完全已经变成了浓浓的恐惧 还不滚 林霄突然又抬起了手 周娜和前松都是一缩 周娜强撑着身体 拉起前松 恶狠狠地瞪着林霄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撂下狠话 两人灰溜溜地离开了 哼 林霄不屑一笑 转身便走 这一刻 她的心情无比放松 不过突然 她的脚步却是一顿 瞳孔漠然收缩到了极致 因为此时 她脑海中 一道特殊的机械合成音 竟是凭空响了起来 丁 传说抽奖系统绑定成功 唯一宿主 林霄 丁 首次绑定系统 赠送五次初级抽奖 丁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怒山败金女 奖励一次高级抽奖 传说直加一 传说直加一 系统 林霄一脸猛逼 她不是没看过小说 可让她意外的是 小说里的事情 竟然真的存在 这一瞬间 林霄激动了起来 也许 妈有救了 林霄这一刻 根本没有想太多 满心都是母亲 齐言憔悴的面容 如果这系统 真如小说中的系统 一般无所不能的话 那自己的母亲 就真的有救了 没有太多犹豫 林霄直接加快了脚步 朝着医院的方向冲去 而此时 校门口已经聚集了 相当多的人 什么瓜 谁说说 林霄干了啥 则 周娜和娘炮 前松让林霄 林霄用他妈化疗的救命钱 买最新款Mate X5 平日里 唯唯诺诺的林霄 终于爆发了 怒山拜金女 和其男闺蜜 马德 看着都解气啊 死 林霄觉醒了 该死啊 我竟然错过了 人群议论纷纷 没有人发现 在他们后方 一道绝美的身影 微微顿了顿身形 她身材纤细 禽手鹅眉 肤如凝枝 就仿佛从画中 走出的翩翩仙子 一视而独立 林霄 他好看的眉头挑了挑 终于有了一丝男子气了吗 玉冰轻轻嘞喃 他跟林霄是同学 不过因为身份关系 两人没有任何交集 甚至 大学同窗三年 总共的交流 怕也没有超过十句 但他却知道 林霄谈了一个三年多 都没让牵过手的女朋友 林霄一直给人的印象 也是唯唯诺诺的 还算有救 最终 玉冰嘞喃一声 连不威仪远离了人群 马路上 一辆劳斯莱斯 已经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校门口的一幕 林霄并不知道 此刻 他已经坐在了 去往安城第一人民医院的 八路公交车上 现在 他也终于有心思 研究起那所谓的系统了 传说直加一 此时 脑海中还时不时地 跳出提示音 林霄念头刚动 眼前立刻出现一面 透明的虚幻面板 林霄一惊 急忙转头看向周遭 发现大家一切正常 确定只有自己能够看到 那虚幻面板之后 才放下心来 面板很简洁 只有几行文字 系统 传说抽奖系统 初级 宿主 林霄 抽奖次数剩余 5 初级 1 高级 传说值 108 成就 怒山拜金女 这么简陋 林霄微微一震 目光在面板上扫视起来 当他集中目光之后 脑海中便会历时出现一道道 他想要知道的信息 首先是传说抽奖系统 初级 这几个字上 脑海中多出关于系统的一些信息 传说抽奖系统 消耗传说值 可以进行抽奖 抽奖随机获得物品 具体是什么 需要林霄自己去体会 系统现在是初级 只能进行初级抽奖 需要100传说值一次 系统可以升级 需要消耗1000传说值 升级之后 开启中级抽奖 之后还有更高 更多的等级可以解锁 流程都差不多 林霄目光集中在传说值上 脑海中立刻得到了传说值来源的说明 传说值 通过引起周围人的情绪波动 或是名声传响度获取 备注一 系统抽奖所获得的一切都合理合法 请宿主放心使用本系统 备注二 解锁成就可获得更高级的抽奖机会 无视系统当前等级 成就属于隐藏设定 需要宿主自行探索 系统所有的介绍就这么多 非常简洁 一点也不复杂 消耗传说值进行抽奖 解锁更高级的抽奖 一切都是依托于传说值吗 林霄磨杀着下巴 算是理解了系统的功用 随后 他的目光便是落在了 剩余抽奖次数上 叮 是否进行初级抽奖 系统提示音 适时在脑海中响彻 是 林霄深吸一口气 意念下达了确认指令 没有任何征兆 只是随着意念落下 林霄脑海中 立刻响起系统提示音 恭喜 金钱加1000 与此同时 虚幻面板上的初级抽奖次数 也从5变成了4 叮 也就在这时 林霄的二手智能机震动了一下 其上显示出了一条银行入账短信 宁伟号3534的银行卡 到账1万元 余额62800.36元 撕 林霄倒抽一口凉气 瞪着手机屏幕 满脸的激动 1万 那可是整整1万元啊 一次抽奖就获得了 安成作为一线大成 月薪达到1万的人 可也不超过50% 有了这系统 不说别的 未来自己也能过得很好吧 呼 用了足足三分钟 林霄才平静了下来 可惜 没有获得救治我妈的办法 系统 继续抽奖 林霄一门心思 都在救治母亲齐言上 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便病逝了 算是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 他可不愿自己最亲的人出事 恭喜 金钱加100000 恭喜 金钱加100000 恭喜 金钱加100000 连续三道提示音响起 林霄的二手智能机上 也连续发来三条入账短信 余额直接达到了 92800.36元 咕咚 林霄吞下一大口唾沫 合着 这初级抽奖的保底都是一万块钱啊 那要是出点东西 得是什么呀 怀着激动的心情 林霄再次心念一动 系统 继续抽奖 恭喜 获得中医经验 大师初级 出好东西了 林霄眸光大量 也就在这时 大量的知识在脑海中涌现 嗯 林霄脑袋一阵刺痛 差点忍不住叫出声来 还好 这种刺痛感 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便已然消失无踪 下一秒 林霄更是骇然地瞪大了眼睛 他脑海里 已经多出了无数陌生 却又熟悉到了极致的知识 那些知识 甚至直接融会贯通 让他对中医一道 有了极为深刻的见解 甚至 他只要看一眼身旁作者的大爷 便能够从他的气色上看出 大爷气血虚弱 肝火虚浮 他脑海里 在一瞬间 便多出了无数治疗大爷的医疗手段 咕咚 再次吞下一大口唾沫 林霄整个人都变得激动起来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没有系统 他凭借现在的中医能力 也能让自己一生衣食无忧 就这 还只是初级抽奖出的东西 系统后边 还有无数高等级的抽奖呢 包括现在 他都还有一次高级抽奖没有使用 林霄的目光 瞄准了那一次高级抽奖的机会 以至于那涨到了120的传说值 他都不是那么关心了 系统 进行高级抽奖 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 林霄以意念下达了指令 初级抽奖 获得了大师级的中医经验 使得林霄自身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毫不夸张地说 他现在已经拥有了 成为一方大拿的本领 而这 只是初级抽奖赋予的成就 林霄无比期待 高级抽奖 到底能够带给自己什么 或许 并是保底也是难以想象的吧 恭喜 终于 系统提示音在一秒后响起 获得国术 八级权 精通级 嗯 林霄微微一愣 国术 不算陌生的名词 作为龙国土生土长的血脉 对于国术还是有些了解的 甚至 曾经还幻想过自己纵横江湖的场面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种琐事和责任 让林霄对于江湖的所有幻想 都隐匿了下去 不过现在 系统竟然抽奖到了国术 这不免让林霄有些期待起来 哄 而就在这时 林霄感觉 体内似乎传出一声炸响 紧接着 一股神奇的力量凭空而生 猛地融入了他的身体 使得他的身体 突然便充斥起了无穷的力量 不仅如此 还有大量的信息灌入了脑海 甚至 他的眼前都虚幻了一下 似乎看到了一道 不分昼夜酷暑 刻苦延误的身影 坐在公交上的林霄 忍不住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接收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特殊变化 许久 他感觉自己完全融合了八级拳的知识 睁开眼时 一道金芒 竟是在眼中闪烁了一下 周遭人群 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子压抑 均是左右四股 不明所以 好强大的力量 连身体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这便是系统的力量吗 无所不能 这是林霄对系统的真切看法 这一刻 他无比激动 或许 从系统里 真的能够得到救治母亲的办法 必须获得更多的传说值 或是解锁更多的成就 获得抽奖机会 林霄暗暗咬牙 心里对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啊 小偷 还我钱包 滚开 啊 小心 他手里有刀 公交车内 猛地传来一阵阵惊呼声 林霄历时回过神来 转头一看 鲜血淋漓的一幕 出现在眼前 只见 一名戴着鸭绳帽的金兽男子 手持一把锋利匕首 背靠着公交车后门 一众乘客远离了他 其中一名男乘客脸色痛苦 手臂处有一道巨大的刀痕 正在累累流着鲜血 停车 立刻停车 打开车门 鸭蛇帽男子 立声朝着公交车司机呼喊 一脸凶向 公交车司机脸色沉着 大声开口道 兄弟 别冲动 有事好说 我说你马 立刻停车 不然老子刀子可不长眼 鸭蛇帽男子 脸色无比凶狠 扫尸一圈 公交车上的乘客们 立刻倒退了出去 司机也无奈 只能沉着脸 缓慢地靠边 鸭蛇帽男子暗自松了一口气 一切还算顺利 现在只要公交车停下 他立刻就能脱身 他当然不是第一次犯事了 自然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方法 直直 刺耳的刹车声传开 公交车缓缓停在了路边 开门 鸭蛇帽男子沉喝一声 司机无奈 伸手就要按下开门按钮 整个过程 没有一人敢上前阻止 哄 然而就在这时 所有人均是听到了一道轰鸣声 接着他们瞳孔都是一缩 在他们眼中 一道人影 正以极快的速度 在公交车走到之上及驰 几乎只是一瞬间 那人就到了鸭蛇帽男子身前 你找死 鸭蛇帽男子一惊 手中匕首 直接朝着前方挥舞而去 啊 满车乘客惊呼着闭上了眼睛 他们实在不愿意看到 接下来血腥的一幕 不过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冲向鸭蛇帽的人影 忽然出手 只是微微抬掌 便握住了鸭蛇帽男子的手腕 令得他的匕首寸进不得 顶心肘 清晰的字眼 传递到鸭蛇帽男子的耳中 下一秒 他的后背直接拱起 整个人撞在公交车后门上 哄 公交车后门在巨大的力量之下 直接脱落 鸭蛇帽男子 连同后门一同飞到了车外 砸落在地 迅速地滑出去数米 这才看看停了下来 嗨嗨 鸭蛇帽男子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只感觉浑身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胸膛更是仿佛要炸开一般 他想要站起来 但是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也使不出力气 我去 灵霄站在车门处 被自己的力量吓了一跳 还好 只用了三分力 要不然就出人命了 公交车内 一片悚然 所有人 均是不可思议地盯着灵霄 刚才发生的一幕 完全只有在电影里面才看得到 卧槽 武林高手啊 快 拍下来 太猛了 竟然真有这么猛的人 小哥 多亏了你啊 终于 一道道惊呼声响起 许多人拿出手机 对着灵霄便拍了起来 传说值加三 传说值加二 灵霄脑海中 系统提示音猛地加快 系统面板上传说值 也在快速上涨 大哥 你怎么了 快 谁帮忙报一下120 忽然 有人惊呼起来 原来是那位受伤的男子 软倒了下去 灵霄侧目看去 一眼便看出 男子手臂上的动脉被划破 明显已经失血过多 都让让 一步踏出 灵霄来到男子面前 抬手 直接撕下男子的衣袖 然后快速地为男子包扎 这算是紧急处理了 没有任何的工具 只能这样 这一幕 再次被人拍下 发布到了网络上 灵霄的传说值 依旧在疯狂地上涨 只可惜 他现在可没心思去关注 丁 灵霄的手机 铃声响起 是医院打来的 他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急忙滑动接听键 电话里立刻传来 齐炎的主治医师 张医生严肃的声音 齐炎家属 麻烦你尽快赶到医院 或许还能见患者最后一面 哄 灵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也顾不得公交车的事情了 一步冲了下去 随后朝着医院的方向奔去 还好 现在距离医院 也已经不远了 最多一公里的路程 传说值加三 传说值加一 系统面板上 传说值一栏 已经达到了368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建议勇为 获得终极抽奖机会 加一 然而 系统的一切变化 灵霄现在都没心思去关注了 她现在无比紧迫 正在飞奔向医院 获得精通的八级拳之后 灵霄的身体素质 被强化了无数倍 似乎已经超越了普通人 她一路急迟 整个人如同一阵风一般 一公里的距离 她仅仅用了三分多钟 便已经跨越 快速冲入安城第一人民医院 没有选择乘坐电梯 灵霄一路奔袭到 住院部二楼病房 奇炎患的是胃癌 今天刚好是二期化疗的日子 这个点 显然已经化疗结束 但是化疗结束后 却是出了问题 病房内 聚集了数位医院专家 正围在病床前 病房内的仪器 也在疯狂地报警 躺在病床上的奇炎奄奄一息 面容憔悴地令人发指 碰 灵霄一把推开病房门 火急火燎地窜了进去 妈 一众专家及医师 立刻便让到了一边 儿子 你 你 来 来了呀 奇炎憔悴的面容上 泛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灵霄心头一紧 眼眸瞬间变红 妈 我愁到钱了 我们用最好的药 您千万坚持住 坚持住 不用了 我的身体 我自己 清楚 妈不能 再给你增加负担了 奇炎声音变得微弱了一份 嘟嘟嘟 一气报警声 更加刺耳了 不 妈 您说什么胡话呢 您千万不要睡 妈 灵霄疯狂摇头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现在 灵霄眼中 却是灌满了眼泪 小伙子 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已经尽力了 中西医的手段 都已经用尽了 我们也无力回天了 灵霄身后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伸出手拍了拍灵霄的后背 开导着他 灵霄微微一震 看向奇炎 这时候他才发现 奇炎身上有一根根银针 失针手法无比老道 算是暂时掉住了奇炎一口气 也就在这时 灵霄猛地反应过来 自己可已经获得了 中医大师级别的经验 这一瞬间 中医大师经验发挥作用 奇炎的各种症状 被灵霄综合 分析了一遍 只是数秒钟而已 一套可行的方案 立刻便跃然于脑海之中 妈 您坚持住 我马上救您 灵霄没有考虑太多 话落 立刻便伸手 将一根银针拔了出来 你干什么 你疯了 给我让开 突然的变故 让病房里的医生们一愣 接着便惊呼了起来 包括那位安慰灵霄的老者 也是脸色大变 猛地喝道 小伙子 你疯了 你要害死你妈 老者名为郁梦国 乃是中西医双硕士学位的 一道大拿 至今也在岗位上 坚守了四十年了 说实话 要不是有他 奇炎的生命体征 可能早就消失无踪了 我再救我妈 灵霄随口解释了一句 伸手便朝着 另外一根银针抓去 混蛋 你给我住手 郁梦国彻底怒了 伸手抓住了灵霄的手腕 你知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你拔了银针 你妈立刻毙命 你这是谋杀 混账 灵霄一正 看向郁梦国 呼地开口道 谢谢你 不过 我自有分寸 来不及解释了 得罪您了 话落 灵霄在一众人 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猛地一推 郁梦国立刻被一股距离推开 郁大师 郁大师 一众医生惊呼起来 急忙搀扶住郁梦国 混蛋 混蛋 快 阻止他 郁梦国满腔怒火 抬手颤抖地指着灵霄 可惜 已经来不及了 灵霄手速飞快 已经将所有银针 全部拔出 嘟 各大仪器的报警声 已经从急促变成了单一 一切已成定局 混账 报警 立刻报警 所有人都怒了 没人在上前阻止灵霄了 因为已经没必要了 仪器的报警声 说明了一切 灵霄没时间理会他们 拿着刚刚拔出的银针 呼地朝着 奇言刺下 下一刻 他双手齐动 更是如同穿花蝴蝶一般 飞舞了起来 一根根银针快速落下 每一针都明确地落在一个穴位上 深浅度庙的豪颠 死 郁梦国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喂 110 我这里是安城第一 慢着小张 不要报警 不用麻烦警察同志了 奇言的主治医师 刚刚打通电话 但是却被郁梦国叫停了 啊 张医生疑惑地 看向郁梦国 却见 郁梦国现在正死死地盯着灵霄 所有人均是在这一刻 将目光朝着灵霄一去 只见此时 那被灵霄拔出来的银针 已经再一次回到了奇言的身上 嘟嘟嘟 周围各大检测仪器 在这一刻 猛地传出声响 所有人 骇然地看向一气 一个令他们震撼的事情出现了 奇言的生命体征 竟然在飞速地回升 他的状态 正在趋于稳定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天 天呐 奇迹 简直就是奇迹 病房中 一众一声骇然地瞪大眼睛 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 张医生手中的电话 直接砸落在地 摔得稀碎 却不自知 传说直加十 传说直加十三 系统提示音 不断在灵霄的脑海中响起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一到奇迹 获得稀有级抽奖机会 加一 系统面板上 抽奖剩余次数变成了 一 终极 一 稀有 传说直更是在疯狂上涨 一路狂飙到了七百九十八 当然 灵霄这时可没心思关注这些 他的目光 正死死地盯着奇远 奇远本来闭上的眸子 此刻缓缓颤动 终于是再次睁了开来 妈 灵霄如释重负地呼喊一声 儿子 奇远略有些迷茫 他刚才的意识 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竟然感觉很精神了 妈 没事了 我们用最好的药 我给您调理身体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灵霄握住奇远的手 轻声安慰起来 儿子 可不要因为我 耽误了你啊 病房内 奇远满脸担忧 不会的妈 您好好养病就好了 您先好好休息 您现在不许说太多话 保持体力 灵霄轻声抚慰着 奇远微微点头 随后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眉头轻轻皱着 灵霄不由得一阵心疼 可惜 他现在虽然有着大事迹的中医经验 但是对于癌症 却还是不能根治 但还好 至少现在看来 保住母亲奇远的生命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只要系统在 就有无限可能 灵霄心中呢喃一声 站起身离开了病房 此时 病房外 一众白大褂 正眼睁睁地看着他 为首的 自然便是郁梦国 这位权威的一道大师 小友 冒昧问一下 你的针灸之术 失从何人 可否告知我们 郁梦国有些尴尬的开口 毕竟是一个长辈 这样低声请求一个晚辈 说实话 他还是第一次 抱歉 灵霄直接摇头拒绝 说多错多 系统是他最大的秘密 绝对不能 让任何人知道 即便 没人会相信 哎 那可惜了 好了 都散了吧 不要打扰到病人 郁梦国叹息一声 挥退了众人 谢谢大师 灵霄道谢一句 直接朝着脚飞的窗口走去 郁梦国盯着 灵霄的背影许久 叹息一声后 也离开了 灵霄很快交完了费用 包括下一次化疗需要的钱 都一次性结清了 他卡里的九万多 只剩下了不到两万 当然 这是因为他将化疗的药物 提升了两个档次的原因 还好有系统 灵霄不得不再次感叹了一声 眼前虚幻的系统面板出现 看着已经长到了888的传说值 灵霄心里也有了一丝淡淡的底气 不管怎么说 即便只是保底 这接近九次的抽奖 也能给自己再次带来九万元 母亲之后一段时间的治疗费用 是足够的 抽奖次数剩余 一 终极 一 稀有 终于 灵霄的目光落在了抽奖次数上 一次终极抽奖 建议勇为成就获得的 一次稀有级 医学奇迹成就获得的 不知道能够抽到什么 灵霄呢喃一声 系统提示音也适时响彻在脑海 爹 是否进行终极抽奖 是 灵霄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指令 一秒后 恭喜 获得清康熙同流金金刚 总持座向详细信息一份 灵霄一愣 脑海中已经多出了许多信息 浏览着信息 灵霄渐渐地瞪大了眼睛 同时 整个人也激动了起来 古玩街36号店铺 聚宝斋中 有一尊石膏像 在石膏像内部 藏着一尊清康熙年间的 同流金金刚总持座向 据信息介绍 这尊座向价值高达一百万元 而石膏像 不过是店里的装饰品 出售价格不超过一千 捡漏 这简直就是捡大漏啊 谁不想往一夜报复 现在 机会摆在眼前了 灵霄直接转身进入病房 确认母亲齐言已经沉沉睡去 暂时没事之后便离开了 来到医院外 灵霄破天荒地叫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古玩街二去 与此同时 一辆劳斯莱斯也停在了医院门口 郁梦国已经换回了普通的装束 很自然地走上了车 车内 郁冰端坐着 见郁梦国上来 赶忙伸手搀扶 爷爷 郁冰甜甜地叫了一声 脸上的尖冰融化 这一幕 若是被安大的学生看到 还不知道震惊成什么样呢 郁冰是安大最顶尖的校花 人称冰霜女神 她可一直都是满脸冰霜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形象 这样的校园 怕也只有她最亲近的人才能看到了吧 嗯 好 郁梦国轻轻点头 随口吩咐司机去聚宝斋 接着 又跟郁冰交谈起来 冰冰 今天医院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完全可以说是医学奇迹了 郁梦国将凌霄的事情 完全告诉了郁冰 郁冰好看得眉头皱了起来 爷爷 您确定是我那个同学凌霄 他跟我都是学金融的 您确定 他拥有着超越您的中医医术 超越我的中医医术不敢说 但是针灸一道 绝对超越了我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会相信啊 郁梦国无奈一笑 接着又道 冰冰啊 你以后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下他 我感觉他 有些不简单 郁冰猝眉 没有回答 低着头 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林霄 今天出现在自己世界的次数 似乎有些多了 郁梦国也不再多说 开始闭目养神起来 与此同时 在古玩街 一辆最新款的宝马武器 缓缓停在了车位上 三道人影从车上走了下来 两男一女 其中一名帅气青年 拿着一个礼盒 走到那女子身边 娜娜 这是最新款的 Mate X5 女杀白款 送给你 哇 不愧是杨绍 娜娜 赶紧收下吧 这不比林霄那可恶的臭屌丝强吗 一脸豆坑 画着妆的钱松 立刻开口 这 杨宇诚 有些 有些贵重了 我 我们知 只是朋友 周娜没有立刻接下 而是故作矜持 哼 娜娜 只要你愿意 你现在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送你礼物 无可厚非吧 杨宇诚无比绅士的一笑 直接将礼盒塞进了周娜的手中 之前的事情我听说了 现在你好好放松心情 至于那林霄 你放心吧 交给我 我会让她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这 谢谢你 杨宇昌 周娜抬头 目光猛地变得寒情默默起来 哈哈 我们之间 何必说谢 走 进去古玩街逛逛 杨宇诚大笑一声 主动拉起了周娜 周娜休暖地低下头 却是没有反抗 哎呀 真羡慕娜娜你呢 杨宇对你可太好了 钱松这位死娘炮 不断地恭维着 屁颠屁颠地 跟在两人身后 与此同时 林霄也下了出租车 踏入了古玩街 36号商铺 聚宝斋 林霄很快就到了 他一眼就锁定了店铺中的 观音石高巷 林霄 你这个混蛋 怎么在这里 林霄刚要询问石高巷的价格 一道公鸭般的尖锐叫声 却传入了耳中 林霄一转头 钱松那令人恶心的模样 出现在眼前 还有手拉着手的杨宇诚 和周娜 此时 三人正站在聚宝斋外 林霄眼睛微微一眯 眼底满是对钱松的厌恶 至于周娜和杨宇诚 林霄只感觉讽刺 周娜另一只手 正摆弄着 那价值36000的 与沙白Mate X5 自己跟他三年的男女朋友 连手都没牵过 现在一台手机 已经牵起手了 甚至周娜都恨不得挂在杨宇诚身上了 这不是讽刺是什么 滚远点 别逼我筛你们 林霄深吸一口气 淡淡的声音脱口而出 钱松被吓了一跳 竟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不过下一秒 他立刻想到了杨宇诚在身边 当即便硬气了起来 林霄 你别太狂妄 现在杨少仔 你讨不了任何好处 你今天打了我跟娜娜的事情 还没完呢 周娜此时也是恶狠狠地瞪着林霄 林霄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直接转过头 懒得再看他们一眼 你 混蛋 钱松被无视 怒不可遏 他不由地转头看向周娜 娜娜 你看这个混蛋 你快让杨少好好教训教训他 周娜脸色也不好看 忍不住看向杨宇诚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呵呵 杨宇诚轻轻一笑 拍了拍周娜白嫩的小手 自信地 交给我吧 我们进去 钱松和周娜眼睛同时一亮 随后跟着杨宇诚 意气风发地走进了聚宝斋 阴魂不散啊 林霄无奈一探 感觉自己的手掌 都有点压制不住了 不过还好 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 这里是聚宝斋 在古玩街 也是顶尖的店铺了 要是打坏个什么东西 自己可赔不起啊 他居然来这里了 而此时 在侧门处 玉冰和玉孟国走了进来 看到林霄 玉孟国忍不住眼睛一亮 玉冰则是微微醋眉 没有说话 目光在林霄几人身上扫过 看到杨宇诚和周娜时 玉冰眼中也止不住 泛起一抹厌恶之色 林霄兄弟对古玩也有研究 此时 杨宇诚已经带着周娜和钱松 走到了林霄身边 林霄不想理会 踏步离开 然而 三人却如同狗皮膏药一般 粘了上来 林霄 这里动辄一件东西 也要数万 恐怕不是你能买得起的 一个连三万六的手机 都舍不得送女朋友的人 你出现在这里 不合适吧 杨宇诚言语间 不乏嘲讽之意 就是 这可不是什么穷鸟丝 都能来的地方 钱松赶忙附和 林霄 你不会要拿你妈的救命 前来搏一搏吧 呵呵 你真是个大笑子啊 周娜同样冷笑 林霄终于顿住 缓缓转过头 看着三人 三人目光细血地盯着林霄 唉 非要找抽 林霄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紧接着 抬手一巴掌甩了出去 速度极快 杨宇诚三人 只听到一声破空声 下一秒 钱松便捂着脸倒退了出去 啊 钱松攻押班的尖叫声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杨宇诚和周娜都呆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林霄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还敢动手 他不怕打坏了这里的东西 赔不起吗 啪 然而此时 林霄可没给他们考虑的时间 抬手又是一巴掌 啊 周娜尖叫着 也后退了数步 手中的雨沙白Mate X5 直接砸在了地上 宇诚 他 他打我 周娜眼中泪珠滚落 抬手指着林霄 声音颤抖 怒气满盈 混蛋 杨宇诚彻底怒了 骂了一声 就准备动手 可这时 林霄淡淡的声音响起 杨宇诚 这里随便一件东西 都价值数万 甚至数十万 你家商场虽然不小 可你赔得起吗 杨宇诚一愣 接着他的动作 更是硬生生地僵了下来 呵呵 这小友 真有意思 郁梦国全程观看了一切 此时忍不住笑了一声 御兵则是没有说话 依旧淡淡地看着 林霄 你有本事跟我出去 杨宇诚强压着怒气 低声吼道 我没时间陪你玩 滚一边去 林霄看傻子一样扫了他一眼 随后转身朝着柜台处走去 你 杨宇诚差点气炸了 自己这在周娜面前 可算是面子丢大了呀 本来带两人进来 找场子的 现在却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宇诚 杨绍 周娜和钱松 此刻也是眼巴巴地看着他 杨宇诚只感觉内心一阵烦躁 不断地深呼吸 两久 他心情平复了一些 眼中绿色一闪 直接朝着林霄呼喝起来 林霄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 输了跪下跟娜娜道歉 林霄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找到聚宝斋中的一名导购 打算询问观音石高巷的价格 可杨宇诚三人 却是一直在旁边叫嚣 林霄 你是不是个男人 哼 屌丝就是屌丝 此时 聚宝斋许多人都被吸引了目光 意味深长 唉 林霄很无奈 他知道 自己不做点什么 这三个小丑 今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 终于 他转头看向三人 淡淡问道 赌什么 要是我赢了呢 杨宇诚眼睛一亮 立刻开口道 既然在古玩街 那自然是赌宝 各自挑三万块钱的东西吧 谁的价值高谁赢 到时候 我会请聚宝斋的鉴定师帮忙鉴定 至于你说你赢 呵呵 你要真能赢 那条件随你开 怎么样 敢不敢赌 还是说 你连三万都没有 倒也没关系 我可以见你 林霄一正 这杨宇诚 这不是明摆着找死吗 自己现在可是有着一手绝密信息啊 价值百万 他拿什么赢啊 除非他开了天眼 看出了观音石高相的不凡 可是 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他刚要开口答应 一道脆声声的声音 却是在身边响起 杨宇诚 大三考古戏 你跟一个金融系的人赌宝 传出去 不怕丢了你导师的脸 声如仙音 似乎不存于现实 已出现 立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众人目光聚焦 巨视惊为天人 玉冰 林霄也忍不住呆了呆 这位 可是安大第一笑话 冰霜女神啊 杨宇诚 大三考古系有名的考古学霸 据说已经跟着导师 多次进行实地考古 获得了多项荣誉 当然 玉冰之所以认识他 是因为他们都是学生会的人 平常会有交集 而正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要跟一个金融系 没有接触过古玩文物的人赌宝 玉冰便是性子再冷 再平淡 也看不下去了 玉笑话 你 也在这啊 杨宇诚忽然觉得有点尴尬 他偷眼打量着玉冰 眼底无比动容 当然 他清楚得很 玉冰这样的存在 可不是自己能够有想法的 他周围 不知道有多少豺狼虎豹在环似着呢 玉冰汉手 看向林霄 林同学 赌宝不是二系 你考虑清楚 多谢玉同学提醒 不过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林霄回过神来 朝着玉冰微微一笑 玉冰不再多言 准备离开 此时的钱松和周纳 就像是便秘一样 满脸的难受 实在是玉冰出场之后的气场太强 他们根本就不敢说话 当然 他们也知道 今天这是怕事要不了了之了 玉冰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林霄要是还答应赌宝 那就真的是傻子了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林霄的声音突然传开 杨宇成 我答应跟你赌宝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玉冰身形猛地顿住 赫然转头 清冷的毛子盯着林霄 杨宇成三人更是惊住 均是满脸的迷茫 生怕自己出现了幻觉 你 答 答应了 许久 杨宇成才反应过来 不确定地问道 没错 赶紧吧 别浪费时间 林霄显得有些不耐烦 杨宇成笑了 笑得格外开心 玉笑花 你看见了 这可是 他自己答应的 有些人他就是爱不自量力 那我可不会跟他客气啊 娜娜 你瞧好了 今天 我让他颜面扫地 待会儿记得拍视频 传到校园论坛里去 玉冰眉头大皱 直接从林霄身上收回了目光 二话不说 走回到郁梦国的身边 哈哈 杨少 我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 林霄跪地道歉的视频 肯定传媒安大 钱松笑了 手机的录像功能已经打开 他要全程直播在校园论坛之上 好了林霄 整条古玩街的东西都可以挑选 不超过三万就好 半小时后 在聚宝斋集合 我会请聚宝斋的鉴定师 帮忙鉴定估值 每一件东西 都会开具正规票据 你也不要怕我作假 当然 对你肯定是没必要的 娜娜 钱松 我们走 杨宇成一边说 一边招呼着两人 走出了聚宝斋 而林霄 早就想亲近一下了 三人走后 他直接在聚宝斋闲逛了起来 甚至都没有出去的意思 玉冰和玉梦国 全程观察着他 玉梦国敏锐地发现 玉冰眼底 带着一抹不差 只不过性子原因 懒得表现出来 或许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玉梦国半开玩笑地说道 金融系 中医医术骇人 就够恐怖的了 如果他对古董也有研究 那就太逆天了 爷爷 您认为这种人 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 我甚至都不知道 说他傻还是什么了 玉冰缓缓摇头 但我看他似乎成竹在胸 玉梦国微微汗手 装出来的吧 这种人 太多了 玉冰轻轻摇头 玉梦国没有再说话 很快 半小时过去 杨宇成三人回来了 三人手里都拿满了东西 足足有十多件 玉梦国随意扫了一眼 随后轻轻点了点头 没有悬念了 玉冰看到玉梦国的变化 内心已经猜到了什么 看林霄的目光 更加淡然了一分 这时 杨宇成开口了 林霄 我的东西已经选好了 每一件都有正规票据 你可以验一验 免得待会儿输了 你说我坑你 对了 你的东西呢 不用验了 直接鉴定吧 林霄不想耽搁 不耐烦地摆摆手 行 你想这么快 就颜面扫地是吧 我成全你 杨宇成笑了笑 直接请来了 聚宝斋的鉴定师 鉴定师快速地 将所有物品看了一遍 之后着重在 数件物品上停留 足足观察了 接近十分钟 鉴定师才直起身来 先生 您购买的这些东西 基本都是房品 一般人难辨真伪 唯有这一件瓷瓶 乃是后期修复的古董 当然了 价值也大打折扣 全部加起来 大概价值八万左右 八万 杨绍 不愧是你啊 就半个小时 您就赚了五万了 宇成 你真厉害 他拿什么跟你比啊 在鉴定师说完后 钱松和周娜 立刻满脸 惊喜地看着杨宇成 聚宝斋中一些人 此时也忍不住侧目 对杨宇成 生出了一丝佩服 要知道 古玩市场 可不是真的这么好简陋的 要独到的眼力 和渊博的知识 可不是真的 谁都能凭运气简陋 一夜暴富的 那只存在于传说中 林霄 到你了 你的东西呢 对周围的反应 杨宇成无比满意 这一刻 他满脸傲然地 看向了林霄 我没见他拿什么东西 似乎没有离开过这里 的确是 刚才一直在这瞎转悠 这赌宝 怕是局面已定 聚宝斋内 众人议论起来 而听到这话 钱松则是直接笑出了声 没离开过 林霄 你是早就知道自己要输 所以懒得 浪费钱财了吗 倒也像是你的风格 那么现在 可以跪下来 跟我们道歉了吗 这一刻 杨宇成 周那和钱松 均是细血地看着林霄 御兵醋眉 摇头叹息 郁梦国内心疑惑 难道我看走眼了 他真是故作姿态 终于 在所有人猜测不已之时 林霄缓缓地走到了 那观音石膏像面前 我的东西在这 刚才 已经跟导购沟通 买下了 可以开始鉴定了 所有人目光聚焦 看着那观音石膏像 直接傻眼了 鉴定师都满脸不爽 不悦地看着林霄 这是拿他开涮不成 你就拿这个 被杨绍赌宝 钱松兰花指微微颤抖 他感觉自己的智商 受到了侮辱 这玩意 就连他都看得出来 不过是一个石膏像 装饰品而已啊 完全就是为了点缀 这个聚宝斋环境的 有什么问题吗 林霄怂怂间 随后看向了鉴定师 鉴定师嘴角一抽 别过脸去 懒得看他 这是纯纯地侮辱他好吧 那东西 当时可是他去市场买的 因为是大剑 那天还是他掏钱运输 之后报账的 果真是我看走眼了呀 郁梦国有些失望地笑了笑 玉冰汉手不言 实在是 就连他都无语得很 本来他也以为会出现奇迹的 可结果 就这浪费表情 杨宇成终于开口了 满脸不爽 林霄 你输了 跪下道歉吧 嘿嘿 各位同学看到没有 林霄同学拿一尊石膏像 跟杨绍赌宝 现在输了 要给娜娜下跪道歉咯 有些人啊 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惨 奉劝同学们 保持一颗敬畏的心哟 钱松已经在校园论坛上 开始了直播 安大很多学员 已经在观看了 弹幕直接起飞 全都是嘲笑林霄的 我这不是还没鉴定吗 你就这么确定 是我输了 林霄有些好笑的 看着杨宇成 是 你这还需要鉴定 杨宇成痴笑起来 不过看林霄似笑非笑的样子 他立马画风一转 鉴定师傅 麻烦您给他鉴定一下 这 证明一下 让他心服口服 我多加两千鉴定费 杨绍威武 杨绍威武 安大论坛上 弹幕再次起飞 真是不自量力 敢跟杨绍赌宝 其实也不是不自量力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你看 买一个石膏像来输 这样输得很是彻底 现场 鉴定师叹了一口气 为了两千块 即便是被侮辱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来 随后 在所有人的目光聚焦 以及钱松的直播镜头下 鉴定师缓缓走到观音石膏像面前 观音石膏像 出处 城南装饰市场 购买十八百 运费二百 今日售出价格一千 不 笑死了 合着凝聚宝斋 没有赚一分钱啊 奇葩呀 灵霄这丝 竟然看上了人家的装饰品 他来古玩街的意义何在 购买现代工艺装饰品 嘻嘻 小丑 周娜笑了 她现在很庆幸 自己先前跟灵霄结束了 要不然 怕是迟早跟着她丢人 别磨叽了灵霄 赶紧跪下道歉 同学们可都等着呢 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开始大声地催促起来 哼 而 灵霄却是莫名地笑了起来 也不理会钱松 而是看向鉴定师 你确定看清楚了吗 鉴定师一愣 废话 这是我去城南采购的 还是单独出运费运回来的 年轻人 愿赌服输 赶紧去跪下道歉吧 哼 我们小姐已经提醒过你了 可惜你好心当作驴单费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鉴定师说完 直接一甩手就要离开 慢着 然而这时 灵霄却是抬手叫住了他 随后 在鉴定师不耐烦的目光中 灵霄伸手按在观音像上 淡淡道 现在 你再好好看看 话落 灵霄直接一把将观音像推倒 碰 随着一声脆响 观音像摔在地上 碎成了一地 你干什么 鉴定师怒不可遏 靠 这年轻人疯了吧 呃 就算毁了观音像 也不能掩盖他赌宝输了的事实吧 好歹一千块呢 就这么摔了 聚宝斋围观的人和校园论坛上的 人均是议论纷纷 不对 看那碎片里 有东西 忽然 一道惊呼声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向了一地碎片之上 一抹金色 呼得映入眼帘 这是 鉴定师一正 随后猛地攻下身 扒拉开碎片 历时 一尊佛像出现在众人眼中 鉴定师瞳孔骤然一说 哗啦 这一刻 就连郁梦国都忍不住站了起来 一双老眼死死地盯着那尊金色佛像 金刚总持作像 郁梦国呢喃一声 眼中猛地闪起震撼至极的光芒 而此时 鉴定师也小心翼翼地捧着佛像 开始研究了起来 杨 杨绍 那是什么 钱松心头 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然而 此时的杨宇成 哪有心思回答他 所有的目光 都被那一尊佛像吸引了 论坛直播间中 安大的学生们 不断地飘起弹幕发问 好奇到了极点 可此时 根本没有人能够给他们解答 真的 既然是真的 天哪 突然 鉴定师惊呼起来 清康熙年间 同流金金刚总持作像 这是清康熙 同流金金刚总持作像 鉴定师扭头看向灵霄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甚至都怀疑 灵霄是不是能透视了 竟然在石膏像中 发现了这样的物品 同时 他也肠子都毁清了 当时怎么就那么 小心翼翼地 搬动这个石膏像呢 但凡摔一下 也不至于把这金刚 总持作像一千块卖出去啊 呵呵 麻烦估个假 灵霄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他在此之前也是忐忑的 毕竟谁也说不清楚 系统给的信息 是不是百分百的准确 现在不同了 灵霄完全相信 系统无所不能 估 估价 我想想 鉴定师正了正 之前的拍卖会有 拍卖过这金刚 总持作像的 不过他一时忘记了 这金刚总持作像 我很喜欢 一百万 让给我如何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四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目光聚焦 落在了郁梦国的脸上 数人瞳孔收缩 显然 军士认出了郁梦国的身份 是 什么 一 一百万 这 一百万 钱松和周娜都待住了 校园论坛 更是直接炸了锅 卧槽 一千块换一百万 灵霄牛逼 牛逼 牛逼大发了呀 我尼玛 原来真的有简陋的传说 兄弟们 明天古玩街 不见不散 清康系统流金金刚总持坐项 价值 一 一百万 杨宇成正正地呢喃着 大师要是喜欢 自然可以 灵霄看向郁梦国 系统详细信息上介绍 这金刚总持坐项 价值也是一百万 灵霄反正是不觉得 这东西有什么好的 自然是越早出手 换成现金 才是王道 母亲齐言因为癌症 家里所有积蓄 都已经花光了 之前的五万 还是找亲戚借的 这些钱 必须连本带利地还回去 这年头 愿意把钱借出来的人 可不多了 这些恩情 不能忘 好 你把卡号留一下 一百万立刻到账 待会儿签一下 转手协议就好 郁梦国雷厉风行 林霄也不喜欢啰嗦 短短一分钟 一百万到账的信息 便出现在了手机上 强压下心头的激动 林霄转头看向 依旧处于呆滞中的 杨宇成三人 现在 是谁输了 轻飘飘的话语 直接将杨宇成三人 拉回了现实 三人脸色一变 没有说话 哼 我记得你说过 要是我赢了 条件随我开示吧 林霄细血一笑 在三人忐忑的目光下 直接开口道 我要你们从聚宝斋 跪着走出去 并且 全程直播 三人脸色一变 均是抬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林霄 跪着出去 那得丢多大的脸 林霄 你别欺人太甚 杨宇成脸色难看 今天 他算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要是再跪着出去 那就真的没脸见人了 怎么 愿赌服输都做不到 林霄眉头一挑 欺人太甚 他就是欺人太甚 又怎么了 明明是你们非要把脸凑上来的好吧 你 杨宇成无言 林霄 今天的事就这么算了 我们可以不追究 你看怎么样 周娜忽然开口 林霄历史如同看傻子一般看着他 周娜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不追究 呵呵 抱歉 我要追究 给我跪着出去 还是说 你们打算坏着古玩机的规矩 不知道古玩街的人 答不答应 周娜低下了头 脸色阴沉得可怕 前松这娘娘腔倒是不敢说话了 眼观鼻 鼻观心 古玩街的规矩 没人破得了 就在这时 玉梦国的声音响起 带着淡淡的提醒异味 杨宇成浑身一颤 咬紧牙关 林霄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话落 杨宇成转身 直接双膝跪地 满脸屈辱地朝着巨宝斋外而去 杨绍 宇成 前松和周娜看到这一幕 均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可惜 杨宇成没有理会他们 自顾自地朝着外面而去 两人无奈 对视一眼 只能跪下跟了上去 花 卧槽 真贵了呀 哈哈 牛逼 林霄 强 明天全校都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吧 校园论坛直接炸了锅 聚宝斋里的人 此刻也是脸色莫名 传说值加15 传说值加30 与此同时 林霄的系统面板上 传说值也在疯狂上涨 迅速地突破1000大关 2000大关 直逼3000而去 可惜 没有解锁成就 林霄略微失望地摇摇头 小有 可否进内室喝杯茶 探讨一下古玩经验 林霄身边 郁梦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玉冰跟着他 那一双秋水般的毛子 正盯着林霄 其中意味复杂难明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一丝名为好奇的想法 在他心底萌生了起来 这 其实我也是运气好 并不懂古玩古董 林霄震了一下 如实回答 没有丝毫的隐瞒 之所以能够获取 那金刚总持作相 完全是系统的功劳 小有谦虚了 郁梦国摇摇头 话锋一转 感叹道 老夫难以想象 到底是何等天资 才能在小有这个年龄 针灸一道炉火纯青 还能在古玩一道 有如此成就 郁梦国认定了 林霄是看出石膏观音像的端倪了 要不然 怎么店里这么多东西 他偏偏只买了 那看似无用的装饰呢 林霄颇感无奈 不过他也懒得解释 只是直接摆手告辞道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等等 郁梦国急忙摆手 接着快速地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了林霄 小有 这是老夫的名片 上面有老夫私人电话 就当咱们交个朋友 之后要是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打电话给老夫 老夫在这安城 还算是有一点话语权呢 嗯 好 多谢 林霄快速回答几声 之后便转身离开了聚宝斋 爷爷 您已经很多年 没有给出过您的私人名片了吧 多少人想要求一张而不可得 您就这么看好林霄 玉冰在林霄走后 无比震撼地看着郁梦国 冰冰 我觉得它不简单 你可以好好接触一下 或许我们四海集团的破局之法 就在他的身上 郁梦国的话 让玉冰瞪圆了眼睛 怎么可能 我四海集团破局之法 那可是牵涉到百亿资产的动荡 他 玉冰不敢置信 但郁梦国却没有多说 可能是直觉 郁梦国觉得 或许要不了多久 林霄便会成为压在所有人头上的大山 他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种直觉 可是让四海集团 度过了无数风雨的呀 林霄并不知道 郁梦国和玉冰的交谈 他已经离开了古玩街 没有选择打车 也没有乘公交 林霄只是一路向前走去 他的眼前 虚幻的数据 面板在跳动 系统 传说抽奖系统 初级 宿主 林霄 抽奖次数剩余 1 稀有 传说值 3325 传说值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 很显然 自己先前所做的事情 还在发酵 不断地扩散 先升级系统 之后 进行两次终极抽奖 还有将稀有级抽奖的机会使用掉 林霄暗暗规划了一番 随后一年微动 传说值便直接扣出了1000 叮 系统升级成功 解锁终极抽奖 每次花费1000传说值 进行终极抽奖 林霄继续下达指令 恭喜 金钱加5000 这应该是终极抽奖的保底了 1000传说值 5万现金 比起初级抽奖来说 亏了 林霄呢喃着 不过 若是抽出东西 价值必然比初级抽奖所获得的高 所以 没必要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 去进行初级抽奖 系统升级了 但是初级抽奖依旧可以进行 但林霄认为 没有必要 更何况 现在他卡里 已经躺着100多万 现阶段 根本不用为钱发愁 也不用迫切地进行初级抽奖了 继续 终极抽奖 想清楚一切之后 林霄再次下达指令 恭喜 获得职业级驾驶技能 嗯 林霄眼睛一亮 下一刻 大量的知识融入脑海 接着一道道仿佛电流乱窜一般的感觉在 全身出现 只是一瞬间而已 林霄便感觉自己 对车辆驾驶 有了相当的经验 并且有了肌肉记忆 可惜 没车 林霄悠悠吐槽了一句 驾驶证他 倒是在搭二时候 就勤工俭学考了一个 记得那时候 周纳还因为自己拿钱去考驾照 没有给他买口红 而怒气了半个月呢 现在想想 那时候的自己 就是个傻逼 呼 摇摇头 林霄将分杂的思绪甩出了脑海 他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 系统的出现 短短一天 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 如同周纳这样的存在 他以后绝对不会再遇到了 或许 只有御兵这样的女子 才有成为自己女人的资格了 很张狂 但也格外自信 林霄坚信 总有那一天的 系统 开启西友级抽奖 指令继续下达 西友级抽奖 很明显 那是比高级抽奖 更逆天的存在 如今林霄还未解锁到那个程度 甚至都不能看到 西友级之后 是什么等级的抽奖 希望不是宝典 林霄暗暗祈祷 这时 系统提示音 响起 恭喜 获得桃花园一号别墅 价值一亿 我靠 林霄不淡定了 站在大街上 就爆出了粗口 引人侧目 桃花园 那是安大旁边的别墅区 寸土寸金的地方 一般的有钱人 根本没资格住进去 而且据说 排名越靠前的别墅 住在里面的人 身份越尊崇 桃花园一号 那已经是桃花园 最顶尖的别墅了 价值一亿 那是多少人 十辈子 都赚不来的财富 先去医院看妈 把药物水平提高到最好 然后再去别墅看看 林霄许久才回神 叫了一辆出租车 之后便朝着医院赶去 很快 林霄见到了齐妍 并且将自己 在古玩街的事情 简短地说了一遍 齐妍先是震撼 渐渐地回过神来 立马嘱咐道 儿子 钱不要乱花 先把你表叔 和强子的钱还了 他们也俩不容易 他们也算是我们 娘俩为数不多的亲人了 我知道的 妈 周末我就去找强子 一定连本代理地还给他 您就安心地治病 林霄回应着齐妍 之后 林霄一直陪着齐妍到深夜 齐妍睡着之后 他才离开了医院 医院是有特殊照护的 为的就是方便 没有家属陪同的患者 明天再抽时间 去桃花园一号吧 先回学校 林霄家在安城东区的 一个老旧小区里 为了方便 他平日里 都是住在安大宿舍的 随着到了大三 当初寝室的三个室友 也都已经陆续搬了出去 所以现在寝室 也就剩下林霄一人了 林霄也乐得清闲 他回来得很晚 也没遇到什么人 自然也没有什么麻烦 时间转瞬 一夜的时间悄然而过 第二天 早上林霄的课比较多 他一一去上 比起以前 林霄现在 也算是安大风云人物了 他走到哪里 都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唯一好处便是 传说值在不断地增加 现在已经再次 突破了一千大关 中午 林霄在学校食堂 随便吃了点饭 之后在某一个时间段 传说值增速 突然变快了起来 什么情况 林霄一脸迷惑 就在这时 林霄的手机 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林霄立刻拿出手机一看 是群里的消息 全都在艾特自己 上面还有一个视频 怀着好奇 林霄点开了视频 杨宇成倩奏的身影 立刻便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我 跆拳道社杨宇成 挑战传统武术社的林霄 可敢应战 啊 宇成 太帅了 杨少好帅 哇 杨宇成 我爱你 视频假而而止 群里消息乱飞 林霄 你敢应战否 哼 昨天出了这么大风头 今天怂了 林霄 有本事应战啊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人 总是很多 林霄满脸无奈 说实话 杨宇成这样的 他还真有点看不上了 现在的他 可是八级拳精通的存在 他都怕太过用力 直接就把杨宇成给打死了 不过这倒是个刷传说值的机会 林霄不可能错过 系统是自己的根本 传说值 尤为重要 看别墅的事情 可以暂时搁置了 先去体育馆 林霄深吸一口气 踏步朝着体育馆走去 与此同时 体育馆内 擂台上 传统武术社团的社长郭飞 带着武术社的人 正在跟杨宇成等人对峙着 杨宇成 你别欺人太甚 林霄忙于学业 一年没有来社团学习了 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郭飞 大肆的学长 为人憨厚 深得武术社团的成员佩服 别人不知道 郭飞可是清楚得很 这杨宇成 自小便练习跆拳道 如今已经是蓝带的水准了 蓝带 那已经不是一般人了 具备了一定的攻击性 在整个安大 单打独斗能够胜过他的 屈指可数 哼 我就是欺人太甚 又如何 杨宇成嘴角勾起 无比嚣张 怕的话 不应战就好了呀 顶多就是获得个 缩头乌龟的称号而已 缩头乌龟好 缩头乌龟好啊 哈哈 钱宋立刻呼喝起来 接着台下传来一阵阵轰笑声 武术社的人脸色铁青 跆拳道社的人 则是满脸得意 传统武术 呵呵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早该淘汰了 不仅林霄是缩头乌龟 整个传统武术社的人 都是缩头乌龟 看武术社团的人脸色铁青 杨宇成等 跆拳道社的人 立刻变本加厉地嘲讽了起来 住口 郭飞目露愤怒 沉声呵斥 然而 没有人理会他 依旧细血地看着他们 没人能侮辱传武 你们给我闭嘴 郭飞再次提到了声线 整个人也朝前踏出一步 目光死死地盯着 跆拳道社的人 全场一静 紧接着更加细血的笑容 出现在了 跆拳道社的人脸上 杨宇成踏前一步 嘴角勾勒着 浓浓的不屑笑意 我今天就是要 侮辱你们传统武术 你能怎么样 哼 杨宇成笑着 要不然在 林霄那缩头乌龟来之前 你这个社长 先来陪我热热身 给你们船武证证明 社长 船武社的一众队员 脸色一变 杨宇成这是很明显的激将 说实话 船武在没有到达 一定境界之前 的确是不适合用来战斗的 船武社的人心知肚明 他们的战斗力 是不如跆拳倒射的 来就来 我说了 没人能侮辱船武 郭飞猛地开口 使得船武社的众人 脸色微变 然而此时 郭飞却是转头看向他们 躲不掉的 他们本就是冲着我们社团来的 郭飞的目光 朝着擂台下方看去 那里 站着一个青年 面容冷俊 身材修长 一直满眼不屑地打量着这边 他周围站着数人 此时军士满脸的冷笑 船武社的众人 顺着郭飞的目光看了过去 军士微微一正 随后握紧拳头 暗暗咬牙 不错 郭飞 你果然是条汉子 各位 先退下去 杨宇成笑了 一挥手 周围跆拳倒射的人 全都跳下了擂台 宇成 加油 杨绍 加油 加油 周娜和钱松下台前 军士开口加油 杨宇成自信一笑 娜娜 你好好看着 我是怎么给你出气的 船武社只是开胃菜 他灵霄今天只要赶来 我会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嗯嗯 宇成 你真好 周娜连连点头 眼眸颤动 感动不已 一旁 死娘炮钱松满脸的羡慕 恨不得直接化身为周娜 好了 可以开始了 一分钟后 擂台上的人都退了下去 郭飞和杨宇成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此时 杨宇成抬起一根手指 竖了起来 摇摇对着郭飞 船武社众人 脸色历时变得难看起来 一分钟 郭飞 一分钟内拜你 话 杨宇成威武 随着杨宇成的话落下 擂台下 立刻便传来了尖叫声 狂妄 郭飞直接摆出架势 心头怒火中烧 船武的确不适合战斗 但一分钟之内拜自己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哼 是不是狂妄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我要进攻了 杨宇成说完 脚步猛地一塌地面 下一秒 整个人如同猎豹一般 冲向郭飞 他的速度极快 并且格外灵活 是 在距离郭飞不足一米之时 杨宇成立刻矮身 接着进士 再度加快了速度 随后一个鞭腿 狠狠地朝着郭飞腰部袭去 跆拳道 讲究的便是一个快准狠 极致的爆发 杨宇成虽然不是职业选手 但是家庭条件优渥 从小就在训练 战斗力一点也不低 碰 郭飞后退 抬腿抵挡 但是巨大的力量 还是让他的身体 微微摇晃了一下 哼哼 船舞 果真是花架子 此时 杨宇成的吃笑声已经传开 下一刻 他整个人弹起 如同猎豹一般 靠近了郭飞 砰砰砰 剧烈的碰撞声传开 杨宇成全程进攻 每一击都势大力尘 郭飞咬牙抵挡 一开始便是落入了下风 宇成威武 跆拳道威武 船舞尚不要台面 台下传来尖叫声 船舞这边 所有人都脸色沉冷 没办法 即便是不懂的人 也能够看出 郭飞处于劣势 九首必师 要不要多久 便会败北 杨宇成的实力略有提高 估计已经有了蓝红带的实力 毕业之前 应该能够全方位地达到红带 台下 冷峻青年忽然开口 他周围几人目光猛的一鸣 宋少 您的意思是 他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 宋少不置可否 你们只是蓝带 他却开始朝着红带转变 你们自然不如他 几人眼中立刻出现一抹羡慕之色 其中 有人确实道 红带啊 那已经是宋少的级别了 哼 宋少反而笑了笑 红带的进修啊 已经完成了 现在算是红黑带 等毕业后 我会进行职业赛 到时候 应该就是直接摘下黑带了 什么 不愧是宋少啊 黑带啊 太强了 一众同学震撼 惊叹 宋少微微一笑 冷峻的脸上 带着无比满意的神采 哼 与此同时 擂台上有了新的变化 杨宇成势大力沉的一腿 竟是直接将 一直处于格挡状态的郭飞 抽得跌落了擂台 哼哼 船武 果然垃圾 一分钟都坚持不了 杨宇成站在擂台边缘 眼神闭腻地看着下方 船武社众人赶忙扶起郭飞 对着杨宇成怒目而逝 但却毫无办法 哼笑声传开 所有人将船武社当作笑柄 擂台下 周纳激动地冲上擂台 当众给杨宇成献吻 引得无数尖叫声 杨宇成也转足了面子 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此时 林霄刚刚走到体育馆门口 刚才的一切 他已经在校园论坛的直播上看了 此时 他深深地皱着眉头 船武是垃圾 一股淡淡的怒意 在心底弥漫而起 一开始 他只是想教训一下杨宇成 但是现在 他改变想法了 他要将跆拳道社彻底地踩下去 让他们跪在船武社的面前 这不仅仅是杨宇成一个人 还要包括整个的跆拳道社 林霄 刚刚走到门口 一道脆声声的声音 从侧面传来 体育馆门口 林霄侧头看去 只见玉冰翘生生地立在一旁 如同一道靓丽的风景 引人驻足 嗯 林霄有些疑惑 不知道玉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玉冰看出了林霄的疑惑 但却没有解释的意思 反而缓缓开口道 杨宇成已经有了蓝红带的实力 今天也不只是针对你一人 是跆拳道社和船武社的较量 嗯 多谢提醒 林霄不明白 玉冰为什么跟自己说这些 不过还是道谢了一声 当然 因为将那所谓的蓝红带放在眼中 他可是八级拳精通啊 系统改造了身体 连公交车的门都承受不了他的力量 那还是他没有权利出手的情况 在他看来 所谓的跆拳道断位 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他的身体素质和战斗力 早就远远超越了普通人了 林霄说完 就要踏步走入体育馆 而这一幕 让玉冰忍不住愣了一下 你没听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 忍一时之气 对你来说 没有坏处 这是针对传武社 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我明白 林霄身形一顿 接着诱导 但他们在我眼里 不过土鸡娃狗而已 翻手可镇压 玉冰一愣 美眸中泛起一抹不可思议的光芒 他直接陷入了呆滞之中 直到林霄完全走入了体育馆 他才反应过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玉冰皱起了袖眉 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抹怒气 接着 他直接转身 朝着体育馆里走去 一边走孩 一边开口 爷爷 他太自大了 这种人 如何成为我的破局之人 玉家大宅 玉梦国坐在太师椅上 手机静静地躺在一旁 玉冰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哼 心高气傲 哪有年少不轻狂的 冰冰 你耐心一点 我总觉得 他能够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体育馆门口 玉冰叹了一口气 伸手拿下了 嵌入耳朵里的隐藏式耳脉 他当然不会 没事跑来体育馆看热闹 要不是玉梦国有吩咐 说实话 他更愿意多看两本书 玉冰的出现 引得体育馆内一阵尖叫 然而 他冰山的属性 使得没有人敢上前搭讪 只能远远地看着 他就宛如画中仙 一世而独立 而此时 林霄已经来到了擂台下 传舞的 承认你们是垃圾很难腰 哼哼 你们很不服气对吗 那就上台来 我们跆拳倒设今天 还真就想掂量掂量各位的精良 传舞设众人脸色难看 混蛋 你们欺人太甚 我上去教训他们 一人压抑不住 直接就要跳上擂台 可这时 一只手突然拉住了他 林霄 他转头 接着惊呼了起来 林霄来了 林霄 就是他啊 昨天捡漏一百万 可没死了呀 靠 他凭什么啊 体育馆传出震天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到了林霄的身上 这一刻 传说直在疯狂上涨 已然突破了一千大关卡 让我来 林霄对着传舞设那人一笑 随后不由分说地将他拉了回来 林霄 不要冲动 而此时 郭飞却是一把抓住了林霄 这个家伙很强 已经不是简单的拦带实力了 你一年没有来训练了 上去只会吃亏 林霄心里一暖 郭飞人很好 社团里的人 他都很照顾 不过这时 还没等他说话呢 擂台上已经传来了尖锐的声音 哟 林霄你的缩头乌龟终于来了 今天 我们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林霄 雨晨会让你好看的 你给我们的屈辱 今天会加倍地奉还给你 声音自然是来自钱松和周纳 两人看向林霄的目光 充满了怨毒之色 杨雨晨此时也看了过来 既然来了 就别磨磨叽叽了 上来吧 昨天你让我跪着 离开聚宝斋 今天 我也会让你跪下 跪在所有人面前 林霄 想要抓住林霄 然而 林霄却是轻轻摆手 一股奇异的力量 顿时将郭飞震开 社长 放心吧 这些人 我还没放在眼里 今天整个跆拳道射 都要跪着 郭飞还在震撼林霄那诡异的力量 突然听到林霄的话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而此时 体育馆中 所有人也都因为林霄的话 而陷入了沉寂之中 全场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 一瞬之后 哗然声轰然爆发 卧槽 林霄 你是不是昨天 简陋赚了一百万 今天就不知道 自己是谁了 你特么找死呢 要我们跆拳道射 全都跪着 你特么以为你是谁 靠 有钱就飘了是吧 杨绍 狠狠地教训他 让他跪在你面前唱征服 哼 大言不惭 林霄 你太狂了 钱松这位死娘炮抬手 指着林霄 玉成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周娜也开口了 看着林霄的目光 像是看一个傻子 而此时 林霄一步跃上擂台 完全没有在乎周围的叫嚣 反而是突然抬起手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直接甩出两巴掌 啪啪 啊 啊 两道惨叫声传开 钱松一个娘炮摔 摔在地上 捂着脸 眼睛都红了 周娜也摔在了一旁 众目睽睽之下 他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实在是太丢人了呀 我说的 见你们一次删你们一次 明天清早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林霄随意开口 就仿佛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林霄 你找死 杨宇成的怒吼声在这一刻传开 周娜可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刚才还引多少人羡慕呢 现在被人当面山耳光 他可不能坐视不理 慢着 然而此时 林霄突然抬手 制止了杨宇成 杨宇成顿住 目光争鸣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不 你误会了 林霄轻轻摇头 我是想说 让你们一起上 免得我不尽兴 林霄说着 抬手朝着擂台下方 宋少几人的方向勾了勾 哄 卧槽 卧槽 林霄疯了 他竟然挑衅宋少 妈呀 他这是宣战整个台拳道射啊 现场直接哗然 林霄的举动震撼了所有人 你找死 台上 杨宇成目光凶利 林霄这举动 可算是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 哼 不自量力 敢挑衅宋少 连宇成都够他受的了 他还敢挑衅宋少 钱松和周纳捂着脸 本来的满心怒火 现在却变成了深深的不屑 爷爷真的看走眼了 玉冰冷眼看着一切 这种人 何德何能成为他的破局之人 太高调了 根本就不懂得掩饰自己 可惜 没有人知道 林霄此时 心里已经笑开了花 不为别的 因为此时 他的传说值正在暴涨 短短几分钟 已经突破了四千的关口 朝着五千迈进了 他现在 也算是找到了 获取传说值最快的办法了 那就是高调形势就好了 虽然这样做 可能会得罪更多的人 但 有系统的自己 难道还不能为所欲为吗 当然了 也要把握一个度 必须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比如说现在 面对整个跆拳倒射 他就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 精通的八级拳 足够成为 他一人面对所有人的底气 啪啪啪 宋少突然抬手 鼓起了掌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安静了下来 有意思 灵霄 你还真是够狂的 本来你这种人 入不了我的眼 没想到 昨天赚了一百万 就能让你飘成这样 挑战我跆拳倒射 太不自量力了 所有人都看着灵霄 如同看傻子一般 显然 他们都是认同宋少的 然而此时 灵霄却是摇摇头 你误会了 我其实 根本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 传说值加108 随着灵霄的话落下 传说值猛然跳出一个三位数 灵霄眼睛一亮 这哪是什么传说系统啊 这就是装逼系统好吧 只要高调 装逼就好了 积累传说值 开启高级抽奖 或许高级 就有根治癌症的办法了 灵霄心底呢喃 再一次树立了明确的目标 有意思 宋少目光阴沉了下去 冷峻的脸上布满了一层乌云 杨宇成 交给你了 他倒是没有上台的意思 要真是整个台拳道射都上去了 那便是赢了 也要被笑死 是 社长 杨宇成应了一声 一挥手 所有人再次退下擂台 唉 是你们自己不听劝的 灵霄叹了一口气 哼 听到灵霄的话 杨宇成直接冷哼一声 也不啰嗦 脚步一踏 便冲了出来 这一次 杨宇成直接全力爆发 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比对战郭飞时 更加强悍了几分 蓝红弹 不愧是宋少 眼力比我们强太多了 宋少身边 有人开口了 他盯着杨宇成 目光凝重 那小子 能接得下十招吗 我赌三招 宋少身边议论纷纷 他本人却是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看着擂台 然而这时 他的瞳孔 却是猛的一缩 擂台上 杨宇成已经接近了灵霄 一矮身 很经典的蓝腰鞭腿 再次踢出 呼吃 强悍的力量 直接将空气都撕开 传出了破风声 面对这样的一腿 就连常年休息传舞的郭飞 都只能费力抵挡 但此时的灵霄 却只是轻描淡写 拍出了一掌 手掌在中途 却是猛地变成拳头 速度暴增 后发先制 狠狠地 落在杨宇成的小腿之上 碰 一声闷响传开 宋少清晰地看到 杨宇成的脸上 显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还没等他震撼 却见灵霄高高抬起了腿 下一面 由上而下直接披落 碰 杨宇成后背受创 整个人被劈地砸落在地 如同一只癞蛤蟆一样 爬了下去 只一瞬间而已 杨宇成便败北了 体育馆 一片死寂 许多人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碰 此时 灵霄一脚将杨宇成 踢得翻了个面 脸颊对着体育馆 高耸的屋顶 都说了 让你们一起上 没人听 真的不惊心啊 淡淡的声音传出 体育馆所有人瞪大了眼睛 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大 碰 又是一脚 强大的力量 让杨宇成如同死狗 一般在擂台上滑了出去 继而 狠狠地跌落在了擂台之下 啊 啊 终于 杨宇成传出了惨叫声 整个人蜷缩了起来 抱着腿 脑袋深深地埋在肚子上 样子极其痛苦 传说值加280 传说值加300 系统面板上 猛地跃起两个大数字 传说值无限逼近6000大关 舒服啊 灵霄意念从系统面板上收回 目光凌厉地扫向了擂台下 宋少等人的所在 卧槽 灵霄这么猛 妈呀 这还是人 那可是杨宇成啊 安大能胜他的人有几个 怪不得这么嚣张 人家这是 有嚣张的资本啊 哼 得意不了多久的 宋高飞的实力 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 那是职业级的存在 有人震撼于灵霄的实力 但也有人不看好他 但都无所谓 这些都能给灵霄提供传说值 来 继续 你们说传舞垃圾 那今天你们就好好看看 什么才是传舞 与传舞相比 跆拳倒连垃圾都算不上 灵霄站在擂台上 闭腻地扫视着下方 那姿态 比起杨宇成先前扫视下方时候 还要嚣张 但这一次 却是换作跆拳倒射的人 鸦雀无声了 反观传舞社众人 激动得无法言表 一个个看向灵霄的眼神 就仿佛西方神的狂信徒 灵霄 宋少 也就是宋高飞猛地开口 他现在算是体会到了 先前郭飞的心情了 原来社团被人侮辱 是这样的感受 干什么 你们一起上来 今天 传舞就要踩着你们 跆拳倒射上位 以后见到传舞社的人 给我绕着走 灵霄争风相对 这一次 他不仅要给传舞社团出气 还要为传舞证明 不用 拜你 我一人足矣 此时 宋高飞深吸一口气 一步跃上了擂台 宋少 废了他 擂台下 缓过一点进来的杨宇成 恶狠狠地盯着灵霄 宇成 他一定会被教训得很惨的 周纳扶着杨宇成 目光却是恶狠狠地瞪着灵霄 跳上擂台的宋高飞侧头 朝着杨宇成 轻轻点了一下 随后 他的面容便恢复了冷峻 朝着擂台中央走去 目光平淡地看着灵霄 灵霄 你有点实力 不过也就止于此了 宋高飞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凭住呼吸 生怕错过了一般 你很狂 当然 你也有狂的资本 不过也该止于此 给你个机会 跟跆拳道社所有人道歉 待会儿 我可以让你说得体面一点 是 听着宋高飞的话 灵霄忍不住吃笑了起来 喂 你这说的什么话 要道歉 也是你跆拳道社先道歉吧 再说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说 你这样的 灵霄顿了顿 嘴角一勾 抬起一根手指 熟悉的一幕 使得现场忽然一静 这不是刚刚 杨宇成对郭飞使用的手势吗 不会吧 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灵霄 而此时 灵霄也继续开口了 一招 你这样的 连我一招都戒不住 卧槽 比杨宇成还狂 人家好歹一分钟 灵霄直接一招 这得多自信啊 天哪 那可是宋高飞 宋少啊 灵霄惨了 就凭他这句话 宋少今天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而此时 擂台上的宋高飞 脚步一顿 哼 他被气笑了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无视呢 他即将进军跆拳到黑带 甚至 他都打算毕业后参加职业联赛 角逐亚洲区的个人冠军了 没想到 现在被小自己一届的学弟给无视了 宋高飞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 缓缓开口道 灵霄 今天你必须跪在这里 就凭你 灵霄依旧没放在眼里 宋高飞一咬牙 声音低沉 准备好了吗 说着 他身躯已经微微弯曲了下去 跟你打还要准备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灵霄愈发嚣张 其实心思还完全关注在传说纸上 传说纸已经七千了 还在疯狂上涨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啊 不能错过刷传说纸的机会 找死 宋高飞终于没办法保持淡定了 怒吓一声身形猛然暴射而出 他的速度比起杨宇成快多了 整个人周围人眼中 甚至直接就化作了一道残影 只是一瞬间 他和灵霄之间的距离 便已经被跨远 灵霄 给我跪下 宋高飞一声怒吓 抬腿一个力劈 全身力量完全汇聚在一腿之上 破风声传开 令得跆拳倒射的几名人员脸色大变 目入羡慕 一般般啊 然而 面对这一腿 灵霄却是毫不在意 摇摇头 他也一步踏出 浑身力量汇聚 一拳轰出 巴吉巴 灵霄心底一声轻贺 勉强动用了五分的力 哄 拳腿相撞 闷响声竟是有种震耳欲聋的感觉 周遭观众都惊了 好强大的力量 无数人捂住嘴巴 登登登 就在这时 宋高飞的身形猛然倒退 脚步虚浮 脸色痛苦至极 宋少 杨宇成等人惊呼起来 然而还没等他们做出什么反应 宋高飞已经整个退出了擂台 碰 宋高飞砸落在地 脸色一片惨白 右腿颤抖 不断地静攒着 真弱 灵霄撇撇嘴 两步走到擂台边缘 居高临下地看着宋高飞等人 我靠 这就赢了 卧日 灵霄也太猛了吧 这是秒败宋高飞啊 一招 真的只是一招啊 船武之妖牛了吗 要不要转过去啊 体育馆 一片哗然 玉冰站在不远处 眼眸中满是震撼 他的目光 抑制不住地落在了灵霄的脸上 这一刻 他的心情变得极度复杂 玉家大宅 玉梦国看着手机上的安大校园 论坛直播 脸上带着一抹浓烈的笑意 果然啊 他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医术 健保 甚至武术都这么强啊 玉梦国手指轻轻敲击着太师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此时 在安大体育馆 玉霄扫视着跆拳道射的众人 还有谁 不服的都上来 此言一出 四野接近 没人敢吭声 玉霄就这么站着 立于擂台上 却是仿佛一座山 压得整个跆拳道射的人都喘不过气来 无人敢言 传说直在暴涨 正式突破一万大关 并且 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没人了吗 玉霄嘴角勾起 谁还敢说 船武是垃圾 跆拳道才是垃圾 以后见到我船武的人 绕开点走 明白吗 依旧没有人敢多发一言 只能憋屈地认下了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船武扬名 获得高级抽奖机会 加一 系统提示音 响起 面板上抽奖次数一栏多了一 高级 的字样 玉霄无比满意 不过没有着急抽奖 有的是时间 传说值也突破一万了 得好好规划一下 此时 郭飞等人无比激动 他们均是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一个个的 目光崇拜地看着玉霄 体育馆一片哗然 林霄再一次出名了 这一次比昨天赚一百万 还要让人震撼 无他 因为宋高飞 这位在安大名气极大 但现在却被林霄踩下来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 林霄的名字 就要在整个安大火爆起来了 林霄很快离开了体育馆 期间只是跟郭飞几人交谈了一下 所有人 均是目送着他离去 玉冰目光闪烁 想要追上去 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 林霄的名声在安大传响 而他自己 则是出了校门 直接朝着一侧的桃花园而去 桃花园一号 现在可是他的资产了 很快 林霄就到了桃花园一号的大门口 巨大的门飞 比起安大还要豪华 都够几辆大卡车并行了 并未发生什么 保安狗眼看人低的狗血剧情 因为这里 每个业主都有智能身份识别 尊贵的桃花园一号业主 欢迎回家 林霄刚刚来到大门口 一道甜美的机械女生 便想了起来 桃花园 完全智能化 系统早就提示过林霄了 智能房卡 房产证等文件 全都在别墅里 当然 房卡什么的 可有可无 这不 随着咔嚓一声 桃花园别墅区的大门 直接就打开了 根本不会有什么刷卡进门的机会 一名穿着红色 制式服装的保安 小跑了出来 看到林霄之后 立马立正敬礼 林先生 欢迎回家 说实话 林霄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辛苦了 憋了一会儿 林霄只能憋出这三个字了 为每一位业主服务 是我的职责 多谢林先生关心 保安再次开口 脸上充满了谢意 林霄有些受不了 直接走进门内 谁知 保安急忙跟了上来 林先生 需要再您到家里吗 这边过去 还有一段距离 啊 可以吗 那谢谢了 林霄一愣 接着便答应下来 看着保安有再度喊口号的趋势 林霄立马阻止了他 很快 保安开了一辆代步车 快速地将林霄送到了 桃花园一号别墅 智能门禁直接开门 林霄走了进去 门自动关上 真羡慕啊 这么年轻 就成了一号的业主 这得是多大的来头 保安感慨一声 开着代步车 朝着门口赶去 而此时 林霄已经在一号别墅中 闲逛了起来 该说不说 价值一亿的别墅 满足了林霄 对奢侈二字的所有幻想 全屋智能 科技感十足 各种智能设备 一应俱全 私人影院 健身房 泳池 更是一样都不缺 转了一圈 这别墅给林霄 唯一的感觉便是 舒服 有钱人的快乐 还真是想象不到啊 林霄直接在一楼客厅 柔软的真皮沙发上 躺了下来 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半小时后 林霄的生物中 自动将他叫醒 睁开眼 依旧躺在沙发上 林霄无比满意 至少这一切 都不是梦 坐直身体 林霄嘴唇清气 打开系统 虚幻的面板 立刻出现在眼前 系统 传说抽奖系统 终极 宿主 林霄 抽奖次数剩余 1 高级 传说值 13060 系统面板依旧很简洁 不过林霄却是在此刻 陷入了沉思 1万多的传说值 足够将系统升级到高级了 但是升级之后 自己连抽奖的传说值都不够 就算是升级了之后 自己也只能进行 三次终极抽奖 好像 不是很划算 林霄自语一生 目光落在了那一次 高级抽奖的机会上 丁 是否进行高级抽奖 没有想太多 反正这一次是免费的 林霄直接下达了抽奖的指令 恭喜 获得上品血域消息 高级抽奖出货 林霄目光一亮 随后 大量的信息涌入了脑海 上品血域 将会在今天下午5点 运到翠云街东华运航 林霄脑海里 出现了一幅画面 不是别的 正是那上品血域的立体图 原来是原石 林霄呢喃一声 这就有意思了 跟古玩一样 赌心很大 不过这倒是容易出现 一小博大 一夜暴富的事情 下午5点吗 现在才2点 还有一段时间 林霄看了看手机 随后继续关注系统页面 系统 终极抽奖 13连抽 林霄已经决定了 暂时不升级系统 等到传说直付于时候再说 恭喜 金钱加5000 恭喜 金钱加5000 提示音不断响起 不过都是保底 终于 在9次加5000之后 系统提示音一遍 恭喜 金钱加5000 林霄一正 原来不只是保底5万 平常的抽奖 也能够获得钱啊 看向自己的二手智能机 林霄发现 余额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195万了 第11次抽奖 余额200万 第12次抽奖 余额205万 第13次抽奖 恭喜 获得2-9倍 反线卡一张 钉 获得虚拟物品 以开启系统空间 仅限于存放系统奖励之物 林霄脑海中 一个虚拟空间出现 里面正静静地 躺着一张金色卡片 意念触及之时 卡片立刻反馈出 一连串的信息 2-9倍反线卡 仅针对林霄个人消费使用 而且单次消费 需要不超过百万 也就是说 极限就是99万 多了就无法使用反线卡 好东西 林霄眼睛一亮 正好 自己这一身的行头 也该到了换的时候了 听说那些奢侈品牌贼贵 正好有反线卡 可以去体验一把 对于这种花钱 就是赚钱的体验 林霄可不会去心疼钱的 只希望到时候使用反线卡的时候 倍率会高一些 先去医院 下午去翠云街 晚上再去置办行头 林霄做出决定 随后就前往医院 陪母亲齐言了 当然 关于别墅的事情 林霄并没有说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才行 时间转瞬 4点半 林霄从医院走了出来 刚刚走到门口 一辆如同烈焰一般赤红的法拉利296 便停在了林霄的面前 嗯 林霄疑惑地低头看去 车窗缓缓降了下来 玉笑花 法拉利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玉冰 350万的车呀 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林霄忍不住心里感叹 我刚刚在医院找我爷爷 你去哪 我送你 玉冰的声音响起 哦 林霄受宠若惊 不过他敏锐地发现 玉冰对自己的态度 好像有了些微的改变 不麻烦吗 我反正也没事 玉冰回道 嗯 我去翠云街 林霄点点头 你也去翠云街 你知道 那里有一批新元石运道 也想去捡个漏 玉冰疑惑地看向林霄 嗯 算是吧 正好顺路 上车吧 玉冰轻轻点头 林霄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看着车内奢华的配置 有些羡慕 想不想试试 玉冰忽然问道 面容依旧冷傲 但毛子中却闪着睿智的光芒 想 林霄毫不犹豫地回答 玉冰也不啰嗦 直接拉开车门 走到了副驾驶这边 林霄熟练地坐在驾驶座上 启动车子 嗡 振奋人心的阴浪 朝着周遭席卷开去 在这一刻 林霄感觉自己 体内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就仿似有一头野兽 即将觉醒 伸手握住方向盘 这一刻 林霄整个人与身下这台法拉利 296绒为一体 嗡 换挡 起步 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质色 职业级驾驶技能 在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甚至 所有的驾驶操作 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顺滑 整个过程 玉冰都在观察 你很熟悉这辆车 他忍不住发问 一点质色感都没有 这完全不像是一个 从未接触过车的人 而且 就算是驾驶老手 在面对一台高端跑车时 也决然做不到 如同林霄这般顺滑 玉冰猛地发现 林霄似乎变得神秘起来 他身上 好似裹上了一层神秘沙衣 让人看不清 猜不透 哦 没有 除了教练车 我还是第一次开车 林霄如实回答 当然 他也知道 玉冰为什么会这么问 但是他根本没法解释 玉冰轻轻点头 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再问 翠云街在西区 距离安大这边 有二十多公里 不过走环城高速 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 中间 需要绕过翠云山 那一段路比较急 林霄忍住了全力驾驶 这辆二百九十六的冲动 车辆很平稳地行驶在公路上 周遭四家车远远地避开他 生怕发生寡蹭 嘟嘟嘟 忽然 急速地喇叭声嘶鸣起来 林霄眉头一皱 透过后视镜看去 一辆兰博基尼小牛 紧紧地跟在了身后 莫得 小牛一个加速 直接来到了林霄他们侧面 车窗降下 一名灰发青年 侧头朝着这边看来 别理他 车内 玉冰的声音响起 林霄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敏锐地发现了 他眼中透着的那一抹不耐烦 你认识 林霄没能压住自己的疑惑 他正在追求我 我二叔有意将我嫁给他 玉冰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林霄一正 轻轻点头 很明显 玉冰是不喜欢挥发青年的 那你爸妈的意思呢 鬼使神差的 林霄问了一句 问完后 林霄才反应过来 自己似乎管得有点宽了 不过还好 玉冰耐着性子解释了一句 我爸妈看不上他 但是 玉冰顿了顿 之后没有再说下去 林霄也懒得多问 嘟嘟嘟 此时 那急促的喇叭声依旧 甚至 玉冰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玉冰没有接 挂断后 开启了飞行模式 而后 那喇叭声更加地变本加厉了 林霄莫名地感觉有些烦躁 坐稳了 他不想再跟那小牛一路了 干什么 玉冰一愣 看着林霄 有些不明所以 林霄没有回话 但此刻 法拉利296却给出了答案 哦 他如同一头出篮的野兽 猛地咆哮起来 哄 一瞬间 他便如同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速度快捷无双 密集的车流 在林霄精湛的驾驶技术之下 没有对他的速度 造成任何的影响 哦 小牛里 灰发青年嘴角一勾 下一秒 车窗缓缓升起 小牛的引擎 也发出骇人的咆哮声 紧接着 小牛也化作一道绿影 穿过车流 追了上去 小心点 法拉利内 玉冰开口提醒了一句 他一双玉手 死死地抓着车门 冰霜般的鲜岩上 少有的泛起一抹紧张色彩 放心 林霄自信一笑 瞥了一眼后视镜 他追上来了 我要加速了 哦 引擎继续咆哮 超强动力瞬间释放 法拉利296再次提速 有意思 小牛里 灰发青年 眼睛微微眯起 他常年飙车 甚至经常参加各种赛事 早便养成了不服输的兴起 这一刻 他也懒得压抑自己了 直接加速追了上去 一时间 高速路上 一红 一律两道闪电在急驰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数公里的距离 在两道闪电的急速下 很快便被跨越 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 映入眼帘 翠云山 安城地标 同时 也是安城环线最密集的一座山 这里是安城和外界的枢纽 弯道极多 一般到了这里 所有的车辆都要减速 然而 林霄驾驶着法拉利 却是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副驾驶上 玉冰眉头大皱 前面急弯 驾驶位上的林霄没有回应 林霄 玉冰忍不住提高了声线 然而 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他忍不住看向林霄 却发现 林霄一脸的平静 似乎沉浸在了某种境界 根本不会被外界打扰 距离急弯不足百米 玉冰心脏不争气地疯狂跳动起来 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他后悔了 他之前就不该停车的 直接路过了林霄 该多好 卧槽 他疯了不成 与此同时 小牛上的灰发青年 却是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他以为是玉冰在开车 这种速度 怎么可能过得去 找死啊 灰发青年参加大小比赛无数 这种弯道 除非漂移 不然根本没法过去 可是 现在车流量很大 根本不具备漂移的条件啊 而且 这种车速下漂移 除非是职业驾驶员 要不然根本做不到 完了 灰发青年看着法拉利 如同红色闪电一般入弯 忍不住脆了一口 卧槽 然而下一秒 他直接瞪大了眼睛 嘴里爆出了经典国脆 只见 那红色闪电 竟是斜着入弯 如同一枚刀片一般冲了进去 嘖嘖嘖 下一秒 轮胎与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尖笑声 浓烟四起 然后 那红色闪电一般的法拉利 竟然就这么在无比极限的条件之下 飘移过弯 他的车头距离隔离护栏不足十公分 他的车尾 与侧车距离不足五公分 嗡 过弯结束 他再度化作一道闪电 急驰而去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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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发青年连环爆出粗口 眼睛瞪得像同龄 还活着 法拉利内部 玉冰声音轻颤 我靠 车神啊 老婆 刚才那个飘移 你看到了吗 那简直就是 我的梦想啊 不行 我得试试 翠云山高速上 一辆轿车内部 驾车的男子死死地盯着 灵霄驾驶的法拉利 热血沸腾 老娘还没瞎 卧槽 李二旦 你要干什么 你再敢加速 老娘弄死你 那他妈是你能玩的 嗯 李二旦后背一凉 满腔热血 终是在母老虎的胸威之下 冷却了下来 车神啊 卧槽 飘移啊 这辈子 老子还是第一次见 太他妈帅了 卧槽 哪个大神降临我安城了 然而 不仅仅是李二旦夫妻 还有更多的人 被灵霄的飘移惊道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他们都恨不得 直接下车拍照了 开车的人 绝对不是御兵 此时 绿色小牛里的灰发青年 暗自呢喃起来 御兵他熟得很 可从未听说过 御兵进行过车技方面的进修 而且 即便是御兵真进修过车技 也断然不可能在这个年纪 达到这般水平的 这不仅需要天赋 还要不知道多少次的疯狂练习 才能够做到 我 还活着 与此同时 在法拉利内部 御兵声音轻颤 感受着身下的车辆在平稳前行 他竟然觉得有些不真实起来 当然 灵霄的声音响起 瞬间将他拉回现实 御兵赫然转头 美眸中少有的泛起一股子韵怒 灵霄 你混蛋 啊 灵霄满脸尴尬 说实话 冰霜女神骂人 还真从没见过呢 自己怕还是安大第一个 车内猛地沉默了下去 不过很快 御兵却是突然开口 再来一次吗 啊 灵霄愕然地转头 这一刻 令灵霄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御兵这位冰霜女神 翘脸呼地飞起一座红霞 她被齿轻咬 随后开口 很刺激 我想再体验一下 灵霄一正 接着微微一笑 嗯 说真的 她属实是没有想到 这冰霜笑话冰冷的外在之下 竟然还隐藏着一颗狂热的心 坐稳了 灵霄提醒了一句 此时 后视镜中 那绿色的小牛身影再度出现 嗯 御兵轻轻点头 灵霄眼中 也泛起一抹细血的光芒 哇 下一秒 法拉利296再度咆哮着冲了出去 前方急弯 御兵狠狠地睁着眼睛 感受着那急速切入的紧张感 直直飘移过弯 依旧是无比极限的飘移条件 但凡有分毫差池 都是车毁人亡的下场 心脏骤然紧缩 疯狂跳动 啊 御兵大声呼喊起来 似乎在释放着心底的巨大压力 灵霄没有被打扰 全神贯注地驾驶着车子 蜿蜒曲折的枢纽上 红色闪电丝毫不见减速 一路飘移而过 无数人注目 激动得不可言表 恨不得化身其中 传说值加10 传说值加188 灵霄脑海中 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 短短一段路 竟是暴涨了2000多传说值 继之前抽奖后 传说值再一次突破了4000的关口 第一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都市车神 获得西友级抽奖机会加1 嗯 竟然还有如此意外之血 灵霄心底一喜 西友级抽奖啊 上次可是直接就抽中桃花源一号啊 价值过亿的巨额资产 系统 使用西友级抽奖 没有一点耽搁 灵霄直接在脑海中下达了抽奖指令 一秒后 恭喜 获得透视卡 随着提示音响起 系统空间里猛地多了一张透明卡片 其上牵着一只淡蓝色的眼睛 美轮美奂 透视卡 灵霄意念进入系统空间 关于透视卡的信息 历史出现在脑海中 透视卡 使用之后可看透事物本质 持续时间10分钟 好东西啊 灵霄激动起来 这要是利用得好 轻轻松松赚取巨额财富啊 要知道自己 现在要去的地方 可是翠云街 那里 无数人一夜报复 系统 继续抽奖 终极 四连抽 压下激动的心情 灵霄再度下达了抽奖指令 恭喜 金钱加5000X3 一连三发保底 灵霄脸色古怪 不会是才获得了透视卡 这抽奖 就开始往飞球方向走了吧 不过还好 最后一声提示音有了变化 恭喜 获得中医经验 大师终极 一瞬间 大量的中医知识融入脑海 灵霄对一道 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见解 今天 也算是我的幸运日了 灵霄心底满意一笑 继续驾驶着法拉利吉池 那绿色的小牛 早已被甩远 不见了身影 马德 算你牛逼 灰发青年驾驶着小牛 离开翠云山 早已看不到法拉利的身影 这让他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时间转瞬 五分钟后 灵霄和玉冰来到了翠云街 滋滋 法拉利直接飘移入位 引得路人一阵惊叹 玉冰和灵霄拉开车门走了下来 玉冰脸上再度寒霜密布 不过脸色还有些潮红 沸腾的血液还未完全降温 靠 香车美人穷小子 五不服 混大 他凭什么 灵霄和玉冰的组合 引得路人一阵尖叫吐槽 玉冰瞥了一眼灵霄 忍不住开口 其实你不必这么节俭 灵霄嘴角一扯 洒然微笑 之前没条件不是吗 哼 他心里已经暗暗决定 翠云街回去之后 立马去商场 置办一身行头 系统空间反线卡还没用吗 反正花出去之后还能转回来 不用心疼 玉冰轻轻摇头 你若是肯利用你的医术 荣华富贵 唾手可得 其实 人没有必要这么低调 灵霄的医术 至少再针灸一道 那是他爷爷郁梦国 都自愧不如的呀 这种人 想要获取财富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嗯 灵霄点点头 没有多说的意思 毕竟这实在是太过害人了些 他所有的这些变化 都是这两天才开始的 你敢信 灵霄 你怎么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灵霄侧头看了过去 声音的主人 竟是宋高飞 宋高飞正一脸不屑地看着灵霄 说实话 灵霄出现在这他还是挺意外的 翠云街 这可是玉石一条街 身上没有点资本的 几乎不会来这里 当然 让宋高飞更意外的是 灵霄身旁的御兵 这位身份可不一般 竟然会跟灵霄一起出现 这简直让宋高飞想不通 当然了 这并不妨碍宋高飞比一地看着灵霄 哟 这不是手下败将吗 怎么 你能在这 我就不能在这了 灵霄敏锐地捕捉到了宋高飞眼底的不屑 也懒得给什么好脸色 直接争锋相对起来 混蛋 宋高飞脸色一垮 直到现在 他的右腿都还在隐隐作痛呢 灵霄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灵霄 你别太嚣张 你的确有点实力 但我告诉你 我宋高飞的脸 不是那么豪彩的 宋高飞目光格外阴沉 画风再转 哼 别以为你捡漏了一百万就能在这里混起来 我告诉你 在翠云街 你那一百万 连水花都寄不起来 这根本不是 你能接触的事件 灵霄眉头一皱 心底不爽 刚要开口 玉冰却是先他一步 闭嘴吧 非要说的话 你宋家全部家产 砸进翠云街 也寄不起任何浪花 啊 宋高飞一愣 他怎么也没想到 玉冰竟然会出声对自己 可惜的是 他根本没法反驳 因为玉冰说的就是事实 宋家是崇山集团旗下一个公司的高层 小有资本 但是 他那点东西 在玉家的四海集团面前 连毛毛雨都算不上 宋高飞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滋味莫名 林霄看得好笑 心里的怒气也悄然消散 玉冰的霸气镇压 让他有些心动了 这个年代 有钱 有地位 真的很重要 以前他是一个穷小子 不敢奢求 不敢多想 可现在 有了系统的他 未来有了无限可能 总有一天 我会站在山巅 让所有人仰望 林霄在心里暗暗发誓 嗡嗡 这时 震耳发聩的声浪传来 那绿色的小牛 停在了车位中 灰发青年走下车 英俊帅气的面容 全身高端定制的品牌服饰 引得路人一阵尖叫 然而 灰发青年没有理会周遭 只是静止朝着林霄 他们这边走来 李少 宋高飞赶忙迎了上去 这位可是他头顶的大神 崇山集团太子 李盛 嗯 李盛随意点头 算是回应了他 不过李盛的目光 却一直停留在御兵的身上 走到近前 李盛脸上露出绅士的微笑 冰冰 好久不见了 最近忙 闭嘴 我们没那么说 御兵快速开口 打断了李盛的话语 李盛也不生气 侧头扫了一眼灵霄 刚才 你在开车 灵霄汉手 不置可否 李盛眉头一挑 呼得赞扬道 车开得不错 有点意思 灵霄依旧没有说话 这李盛 给他一种很不爽的感觉 那高高在上的意味 比起灵霄见过的 所有人都还明显 李盛也不在意 呼得踏前一步 贴近了灵霄 眸子中闪过危险的光芒 但凭你 还没资格玩顶配 有些事件 你这辈子没机会踏入 懂吗 李盛说着 直接看向御兵 御兵眉头大皱 脸色不好看 他想要说些什么 但这一次 灵霄比他更快 如果我硬要闯进去呢 灵霄目光平视李盛 丝毫不出 灵霄 你放肆 怎么跟李少说话 宋高飞脸色微变 当即呵斥起来 不过这时 李盛抬手 直接阻止了他 李盛目光阴致 嘴角勾起一抹利色 很不错 硬要闯进来 那就准备好粉身碎骨吧 说完 李盛直接收回了目光 随后踏步朝着 翠云街深处走去 你完了 宋高飞丢下一句话 紧接着追了上去 灵霄和玉兵留在了原地 他是崇山集团的太子爷 李盛 玉兵呼得开口 同时 目光死死地盯着灵霄 他想要看看 灵霄知道 李盛的身份后 会是什么表情 然而 让他惊讶的是 灵霄目光丝毫未变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你一点都不怕 玉兵有些惊讶了 崇山集团 那可是一个百亿级大集团啊 崇山的太子爷 手里 可是掌握着 无比庞大的能量的 为什么要怕 灵霄猛地看向玉兵 眸子冷傲 他的底牌是系统 他能够靠着系统 短时间内 做到别人一辈子 都做不到的事情 李盛掌握的能量再大 又如何 自己迟早要 将他踩在脚下 玉兵正住 思绪万千 他不明白 灵霄的底气来自哪里 面对百亿集团 而面色不改 这根本不像普通人 可是 他的信息却很普通 频繁地令人发指啊 玉家早就搜集了 灵霄的信息 可却是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了 你认识他 此时 深入翠云街的李盛 忽然朝着身后的宋高飞问道 认识 宋高飞赶忙回答 态度恭敬 他是安大大三金融系的学生 今天早上擂台 宋高飞将他知道的 灵霄的所有东西 全都告诉了李盛 李盛眼睛微微眯起 简陋一百万 还有不俗的战斗力 你确定 这是一个普通人 我动用了 我家全部的关系网 搜集到所有的信息 就是这样的 宋高飞无奈地回答 李盛陷入了沉思 许久 他才再次开口道 算了 找人教教他 让他对这个世界保持敬畏 有点分寸 不要弄死人 现阶段崇山这边 不能有什么负面新闻 我知道了 李少 宋高飞应声 眼中划过一抹很利的光芒 时间转瞬 翠云街深处 东华御行 大批原石被运到 一个个在御石行业 颇有地位的大亨 率先赶到 一些赌食散客 也闻讯而来 这只能算是小型集会 真正的大佬都不会出现 你可以去试试 要是开出好玉 我可以收购 玉冰对着林霄说道 林霄轻轻点头 他是为上品血域而来 目光早就在原石堆里搜寻了起来 脑海中的信息很完整 连包含有上品血域的原石立体图都有 如此规模 还是小型集会 果然 有钱人的世界 我还只看到冰山一角啊 林霄走在原石群中 这里是东华御行的仓库 所有的原石 都是刚刚运到的 只有在这里 经过各方大佬的挑选 之后 剩下的 才会拿到市场上去销售 这也是为什么 赌食的人十读九书的原因 一夜报复也有 但是那是概率极低的事情了 林霄的目光不断地搜寻 快速地比对着脑海中上品 血域原石立体图 而此时 玉冰就站在入口处 目光随意地看着仓库中 他今天过来 主要是看看 有没有散客 或是一些赌食高手 能够开到好玉的 四海集团涉猎广 自然也有 玉石行业的生意 如果有人开出好的玉石 玉冰就会跟其交谈 现场交易下来 他来这里 也不是第一次了 一切都轻车熟路 冰冰 就在这时 李胜带着宋高飞 和一名中年男子 来到了玉冰的身边 玉冰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看着仓库中的人群 李胜目光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早已习惯了 玉冰这副性子 他只是在玉冰身边站定 自顾自地说道 冰冰 我带来了罗达罗大师 四海的玉石储备不多了吧 今天这一场 要不然就让罗大师帮你选 玉冰一顿 目光朝着李胜看了过来 有些异动 罗达 那可不是一般人 玉界太斗级的人物 他挑选的玉石 几乎都是上涨的 罗达在崇山的玉石行业 那可是摇钱术一般的恐怖存在 不需要 当然 异动归异动 玉冰对李胜的提议 却是并不敢冒 他直接便拒绝了 不过这时 宋高飞却是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大 一点都没有掩饰 玉校花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有罗达大师在 今天这里所有的上等玉石 差不多可都要归拢过来了 现场 可没有人能往罗大师向背 东华玉行的仓库中 一众玉界大佬 听到宋高飞的话 动作都是一顿 随后朝着他这边看来 然而 当他们看到罗达之后 却也只是默默地收回了目光 暗脆一口晦气 没办法 这就是实力 宋高飞的话很装逼 但是那是有足够装逼的资格 罗达这两个字 就是玉界不可动摇的泰山 玉冰没有说话 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罗达是有着绝对的真才实料的 可 罗达是崇山的人 还是李胜的人 这种人情 他不能接 四海现在在走下坡路 市值一路蒸发 危机不断 玉冰的二叔 立刻想到跟崇山联合 稳住四海的局面 而这其中的条件 就是他 他并不想听从这样的安排 现在接了李胜的人情 未来 只会一步步地步入李胜这道深渊 冰冰 你无需跟我见外 反正以后 咱们都是一家人 李胜此时再次开口 说出的话 让玉冰非常不爽 他刚要反驳 一道声音却率先响起 什么一家人 你看不出来 咱们玉笑花 非常看不上你吗 却是凌霄走了回来 他手里 还拿着一块 迈向极差的原石 四四方方 皮壳极厚 关键是 上面还标有一个三万的价格 嗯 听到凌霄的话 李胜不爽地皱起了眉头 这里有你说话的粉 李胜淡淡地撇着凌霄 可惜 凌霄却是选择了无视他 那态度 要多嚣张 有多嚣张 凌霄早就想清楚了 这李胜已经开始针对他了 那根本就没必要掌握分寸 怎么爽 怎么来就成 走吧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恰好这时 玉冰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可以 凌霄的目的已经达到 也没有待下去的想法了 至于那透视卡 以后 有的是机会使用 不急于一时 实在是这李胜太过烦人 像得大头苍蝇 令人作呕 哼 凌霄的反应 让李胜愈怒 他直接看向宋高飞 宋高飞瞬间会议 一步跨出 挡在了凌霄的面前 凌霄 古玩街减漏百万 你就买一块三万的原石 玩不起的话 能不能别玩 这是挑衅 而且没有丝毫的掩饰 原石价格不分贵贱 有货就行 怎么宋少看着身份不低 这点尝试都没有 像个土包子啊 凌霄淡淡回应 你 宋高飞脸色瞬间涨红 不过他 还是强压着怒气 冷声道 你倒是自信 你这块原石 连我这个外行都能看出是废料 都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 的确是废料 凌霄还没说话呢 罗达突然开口 甚至 还将一把强光手电取出 在凌霄的原石上 随意扫了一下 皮壳后时 打灯没有反馈 连成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具备 小伙子 这一行 还是需要经验的 可不是谁 都能玩得懂的 罗达看着凌霄的目光 非常不屑 他人老成精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李盛是在找凌霄的麻烦 作为崇山的精英人才 这种时候 他自然是要站出来的 万一 得到太子爷的提拔 那每年到手的财富 可是能够翻几倍的呀 连罗达大师都这么说了 凌霄 你这废料 还是尽快丢了吧 你真以为像你在古玩街一样 还能捡漏啊 你这辈子的运气 已经在古玩街用尽了知道吗 你是屌丝 注定了这一辈子 都是屌丝 懂吗 你的命运无法改变 宋高飞的声音 适时响起 不断地贬低 刺激着凌霄 凌霄目光平淡 心里却早已经不爽了起来 他淡淡地瞥向罗达 罗达大师 你在玉石界很有名 是 哈哈 还有人不认识罗达大师的 笑死 连罗达大师都不认识 还敢在翠云结婚 凌霄不知道 自己的话 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现在就算是傻子也知道 这罗达在玉石界 有着不低的成就了 那正好 今天好好踩踩他 罗达此时正不屑地看着他 他甚至都懒得 回答凌霄的问题 凌霄轻轻呼出一口气 缓缓开口 废物一个 也敢称大师 静 死一般地寂静在 东华玉行的仓库里蔓延 东华玉行的仓库里 所有大佬都惊骇地望着凌霄 废物一个 也敢称大师 这句话 几乎在每一个大佬的耳边 疯狂传响 回荡 他们直接想不到 竟然有人敢这么说罗达 这位 可是玉石界的泰山啊 安诚他说第二 谁敢称第一 可就是这样的人 竟然被一个年轻人说是废物 李盛这样见多识广的富二代 此刻都是呆了呆 竟是对林霄 生出了一点佩服之情 玉冰抿着嘴 目光有些复杂地 看了一眼林霄 林霄是跟他一起来的 算是他一方的人 可现在 他心里也忍不住冒出一句经典名言 出生牛 独不怕虎 哼 终于 死寂的仓库里 传出了一声轻笑 笑声中 藏着强压的愤怒 好好 很不错 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说老夫了 年轻人 你很有 罗达看着林霄 目光威严 事实而已 林霄丝毫不惧 微微耸肩 靠 是条汉子 哼哼 不知天高地厚而已 走 看年纪 应该还是大学生吧 对这世界 是一点敬畏之心 都没有啊 人群也反应过来 微微摇头 看林霄的眼神 极其不屑 事实 哼 罗达继续开口 听你这意思 你对手里 这块原始很有信心 自然 林霄点头 不置可否 这可是系统提供的 包含有上品血液的原始啊 怎么可能出错 系统的神意 可不是人所能理解的 很好 那你敢不敢现场解释 让我们看看 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货 罗达淡淡开口 李胜和宋高飞 此时都冷笑了起来 罗达这么说 那必然是有百分百把握 认定 这原始里面没有东西的 当然了 就算是稍微董祥的人 一眼看过来 也能够大概看出 这原始里面 没有太多玩意儿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林霄的身上 林霄 我们走吧 玉冰忽然开口 没解释 那没什么 要是解释之后 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 那就是彻底地丢人了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嘲讽因为玉界太陡 这要是传出去 林霄怕是要被唾沫淹死 气 什么玩意儿 回家吧 小娃娃 听到玉冰的话 无数玉界大佬 都呼喊了起来 刚才的事 他们都当做了一场闹剧 当然了 对林霄的不屑 却是极为真切的 然而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林霄 仿佛没有听到玉冰的话一般 淡淡开口道 有什么不敢的 还要麻烦谢氏师傅了 东华玉航的仓库 一共十个解释机器 十个谢氏师傅在岗 为的就是方便大家解释 林霄 玉冰一震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嘿 爽快 林霄 原始我帮你送过去 玉冰还没来得及说太多 宋高飞已经接过了林霄的原始 两步来到一台解释机前 师傅 麻烦快点 宋高飞催错了一声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林霄出丑了 玉冰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最终 却也只能无奈一探 放心 翻不了车 林霄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玉冰面色不变 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句 你做好心理准备 哦 此时 解释机已经响了起来 谢师傅很专业 完全都不需要林霄去操心什么 这一刻 众人的目光也都聚焦了过来 还有人时不时地看向林霄 眼底不时泛起不屑的光芒 林霄啊林霄 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竟敢嘲讽玉戒太斗罗达大师 你知不知道 等会儿你这一刀切下没出货 你将会被玉戒喷得体无完肤 而且这件事要不了多久 肯定会传回学校的 到时候 你将沦为笑柄 怕是连毕业都坚持不到了吧 宋高飞已经走了回来 此时 他眼里满是兴奋 似乎已经看到了林霄成为笑谈的画面 宋高飞的话 得到了无数人的认同 全都转头 细血地看着林霄 林霄目光依旧平淡 怎么 结果都还没出 你们就已经看透了 哈哈 笑死 宋高飞直接笑喷 林霄 结果在罗大师长眼时候 便已经注定了 你还不明白吗 嗡 这时解石机的声音戛然而止 哦 宋高飞细血地看着林霄 谢石师傅打开解石机 拿出林霄的原石 下一秒 万众瞩目之下 谢石师傅微微一用力 那已经被切开三分之一的原石 一分为二 切面平整 毫无杂色 不 哈哈 虽然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但是亲眼看到 还是莫名地想笑 喂 年轻人 回家喝奶去吧 走 丢人了 还是在美女面前 四周 嘲讽生四起 唉 玉冰轻叹摇头 李胜不懈地看着林霄 他甚至认为 林霄现在脸上的镇定 都是强装的了 各位都是玉界前辈 难道一刀 便能断定 原石是否出货了 此时 林霄忽然开口 听到他的话 所有人都是一愣 哈哈 外行就是外行啊 一刀不出货 第二刀你还想戳 则 赌徒心态哦 小伙子 你有沉迷赌博的前置哦 师父 给他切第二刀吧 让他死心 行了 别自取其辱了好吗 人群哄笑出声 林霄无奈地摇摇头 师父 麻烦切一下 谢时师父微微点头 再次将原石 放入了解时机 解时机再次启动 周遭 议论纷纷 有些人甚至 都懒得关注了 毕竟 结果几乎已经遇见了 而且所有人都能够想象到 明天林霄这年轻人 也就该出名了 玉戒新手嘲讽 玉戒太陡 最终被无情打脸 相信很快 林霄的详细信息 都会被人扒拉出来 到时候 怕是直接沦为笑柄 网络暴力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很快 解时机停下 原石再度被谢时师父 爆了出来 咔嚓 也没有啰嗦 谢时师父直接掰开 煞石 一股触目惊心的红色 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 东华玉行的仓库里 死一般的寂静 林霄很满意这个结果 同时 再一次佩服起系统来 能常人所不能 百分百准确 传说直加九九 传说直加111 系统面板上 传说直在疯狂跳动 林霄心情大好 卧槽 血液 终于 一声来自谢时师父的惊呼 让所有人回过神来 这 真是血液啊 我看看 光泽透亮 水头极好 上品 上品血液啊 妈呀 多少年没出现上品血液了 这一大块 价值超过八百万了吧 还记得原石售价多少吗 三万 卧槽 发了呀 一刀穷 一刀富 至理名言 随着谢时师父惊醒众人 东华玉行仓库里 直接哗然了 林霄的传说值增速更快了 这让他忍不住勾起了嘴角 林霄 玉冰猛地看向林霄 美眸中透着极为复杂的光芒 林霄看向他 眼眸深邃而神秘 这一刻 玉冰竟是感觉 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了一下 他又记得 林霄刚才说的话放心 不会翻车 当时他是真的不信的 可现在 上品血液的出现 直接颠覆了他的认知 怎么可能 这 这 假的吧 宋高飞两步冲到了解时 师傅面前 定眼看去 那红色愈发刺眼 透亮 哄 这一刻 他脑中仿佛落下一道惊雷 整个人都呆在了原地 近距离感受 就连他这个外行 也能够看出来 这一块血液 价值不低 罗达大师 您看如何 此时 林霄的声音 猛地在东华玉行的仓库中响起 罗达脸色铁青 没有回话 主爱 你们看呢 林霄面带笑容 还是一周 这一刻 所有玉戒大佬低头 鸦雀无声 就连李胜 都是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很是不爽 但却不发一眼 玉戒太陡 林霄再言 不过如此 罗达脸色更加阴沉 罗达大师长眼之时 便已经有结果了 这话 谁说的 林霄声音继续响起 传遍整个仓库 无数人脸红 尤其是宋高飞 这话可不就是他说的吗 而且当时 无数人都附和了的 可现在 林霄再说 完全就是打他们的脸啊 而且还是 啪啪作响的那种 传说直加368 传说直加500 林霄不断高调言行 传说直在不断上涨 心里乐开了花 一群笑话 玉冰抬眼 美眸中忽然多出一丝奇异的色彩 这一刻 林霄就仿佛一座大山 直接压在了所有人的头顶 狂傲 放肆 然而 却没有人能够反驳太一眼 先前他们有多看不起林霄 现在就有多难受 这是绝对的反差 他越来越神秘了 玉冰轻声呢喃 林霄 你够了 终于 李胜开口了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此时 他眼里有凶光在狂闪 说实话 他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呢 怎么 接受不了事实 林霄满脸戏谑 哼 不过运气好而已 狂什么 李胜冷哼 在场的 哪一位不是玉界大佬 哪一位不是玉界前辈 大家见过的玉 比你吃的米都多 一点微末成就罢了 值得你如此张扬 哗 随着李胜的话 仓库里立刻哗然了起来 就是 得意什么 一时的运气 算得了什么 这世界 好运的人可不少 装什么 马德 什么玩意儿 这一刻 所有人都不服 年轻人 低调点 谁都有出错的时候 今天老夫的确栽了 但你想踩着老夫 和诸位前辈上位 还嫩了点 罗达也在此时开口了 在他看来 林霄这不过是 想靠着他和众人 赚一波名气罢了 这种人见多了 最终不过 哗众取宠而已 谁知此时 林霄不屑一笑 你们在我眼里 又算得了什么 我需要踩着你们上位 哼 林霄的话 又一次震惊众人 这一刻 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 就连玉冰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林霄 觉得他实在是高掉过头了 小子 你太放肆了 滚出去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什么玩意儿 你可没以为你是谁 群情激愤 这一刻 林霄算是彻底得罪了这一批人 但可惜 林霄丝毫不处 原因无他 此时他的传说值 上涨得更加疯狂 无限制地逼近了一万大关 他不理会众人 直接转头看向玉冰 玉笑花 这块血液 收吗 玉冰一正 不知道这个时候 林霄为什么这么问 不过 他还是点点头 一千万 我四海集团要了 行 成交 林霄点头 全场嘈杂的声音又是一顿 说实话 他们在不爽林霄 这一刻也是无话可说 三万换一千万 足足翻了三百多倍 这便是放在玉界 那也是相当炸裂的 交易达成 林霄再次转身 扫视四方 一个个充满愤怒的目光 在他身上流转 你们很不爽我 认为我是运气好 踩了狗屎是吗 林霄再发问 没人回答 但他们的心思 根本不难看穿 他们很是肯定 林霄就是走了狗屎运 林霄轻轻摇头 无知者无畏 各位玉界前辈 今天 烦请睁大眼睛看看 你们究竟是多么的无知 哼 小子 你说什么 靠 越来越装了 你是疯了吧 年轻人 太高调 会死的 出奇的愤怒 这一刻 玉界大佬们恨不得直接上去 给林霄两巴掌 可这一刻 林霄的气场很强 一时间 大佬们竟是都驻足在原地 哼 林霄不管他们的呼喊 直接踏步走入仓库之中 同时挥手 来人 帮我搬原石 东华运航的工作人员立马动了 推着小车 直接走向林霄 他要干什么 直接挑选原石吗 还能干什么 听他意思 要选一点原石出来教育教育我们 哼 不自量力 真以为运气能一直好下去 哼 我看你怎么收场 李胜冷眼旁观 没有人看好林霄 林霄却是丝毫不慌 在工作人员来到身边之时 直接意念下达了指令 系统 使用透视卡 叮 透视卡使用成功 系统提示音 在林霄脑海中响起 一道淡淡的蓝光 在林霄双眼中闪过 这一刻 他眼前的世界完全变了 所有的原石 在他的目光下 那厚实的皮壳直接消失 只留下了一抹抹 触目惊心的颜色 神奇 林霄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随后目光朝着周边看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工作人员 只看了一眼 林霄便快速移开了目光 实在是 画面太过劲爆了 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林霄目光呼地扫过了玉冰 顿时 有维尼熊的身影 出现在林霄的眼前 鼻腔一热 林霄快速移开目光 老脸都红了一下 玉冰看着林霄 一阵疑惑 刚刚 他感受到了一阵 浓浓的邪恶意味 可似乎 也没什么不妥的样子 林霄的变化 没有人知道 所有的目光都在打量着他 其中愤然居多 林霄也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 有些刺激的心情 随后 他终于是不在邪市 而是开始专心地观察起原石来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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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整个仓库里的御界大佬们 就看到了诡异至极的一幕 只见林霄不断地往前走 一直深入东华御型仓库深处 一路走 一路指点原石 他身后 跟着数位猛逼的工作人员 林霄每一次指点 他们都会上前抬起一块原石 然后放在小车里 小车很快装满 然后他们会迅速地换一样小车 这特末 干什么 这是选原石 这特末不是在逛菜市场 王八蛋 他当我们是傻子吗 原石能这么选 御界大佬们 直接震惊了 如此选取原石的方法 御界可是从未出现过的 华众取宠 罗达一白手 满脸不屑 他作为御界太陡 经手的御史太多了 可即便是他 也根本不可能凭空看一眼 就选出有欲的原石啊 林霄这般作为 跟作秀有什么区别 呵呵 傻子 李胜摇头 原本的不快 竟然消散了一分 时间在飞速流逝 所有人 看傻子一样看着林霄 然而 他却丝毫不慌 依旧游走在仓库里 时不时指点一下 工作人员立刻上前将原石爆起 十分钟 说长不长 林霄走到仓库最深处 十分钟也到了 眼前世界完全恢复 呼 这种能力 要是能够随意使用就好了 林霄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心里无比惋惜 随后他看向工作人员 好了 刚才这些原石 我都要了 林先生 这些原石 一共价值503万 给您某个零头 您给500万就好 工作人员立马开口 林霄挑选的原石 一共68块 大小都有 价格最高的达到了30万 不过便宜的几千块的也有 嗯 林霄点头 随后看向玉冰 玉笑花 麻烦了 血液的钱并未转账 林霄现在卡里 只有200万而已 然而此刻 玉冰忍不住看向林霄 林霄 你确定吗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500万 不是小数目的 林霄运气好开出一块极品血液 难道之后 还会一直运气好下去 当 林霄正要开口 确实有人比他更快 冰冰 你管他做什么 你忘记他刚才的豪言壮语了 哼 他可是得罪了 安城半个玉界的人了 他这些原石 要是开不出东西 今天怕是不好收场了 说话的是李胜 他扫了一眼林霄 看傻子一般 竟然真的有人会觉得自己的运气 会一直好下去 十分钟不到 挑选68块原石 这放在平时 只够看个两三块原石的吧 这要是出货 那才有鬼了 怕是要让李少失望了 林霄接过话头 接着朝着玉冰点点头 没问题的 唉 玉冰无奈 轻叹一声 朝着工作人员点点头 工作人员会议 转向林霄 林先生 现在这些原石属于你了 要切开吗 这一刻 全场关注 当然 林霄点头 我话 已经放出来了 要是不切 岂不是白说了 工作人员了然 直接朝着十个谢石师傅挥了挥手 嗡 刺耳的机械声响了起来 十个谢石师傅同时动手 场面极为壮观 哼 狂妄的小子 看你能出多少货 今天来得真不亏啊 竟然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 他还是大学生吧 这是以一己之力 挑战在做各位了吧 哼 其中还有罗达大师呢 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 仓库里 议论纷纷 众人时不时地看一眼林霄 目光莫名 林霄全程目光不变 刚才透视能力之下 所有原石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已经将高端的原石 全都选了下来 其中 还有两块不得了的精品 就凭那两块 林霄就觉得 使用透视卡不亏了 当然 还有维尼熊 QAQ 而此刻 玉冰忍不住看向林霄 他的心情忽然有些沉重了起来 这种感觉很是莫名 让他略感烦躁 嗡 就在这时 一台机器停下了 谢石师傅打开机器 将一块脑袋大小的原石爆了出来 刷 所有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了解石师傅身上 谢石师傅有些不自然 他也有些紧张 这时 其余的解石机也相继停了下来 咔嚓 第一块原石被掰开 一抹黯然的绿意 瞬间席卷而出 出绿了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小子 有点意思啊 不过也别太高兴 这么多原石呢 一众欲接大佬们 此刻还算淡定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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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随着三声脆响 三块原石被掰开 欲接大佬们 集体傻眼了 出了 又出了 还有 我靠 全他妈有虑 橙色都不错 水头充足 他们开始震撼了 连续四块出货 这特么比重彩票的几率还低啊 奇迹才刚刚开始 林霄此时淡然一笑 马德 我是在做梦吧 开什么玩笑 什么时候 出绿这么简单了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东华鱼行的仓库中 所有人都在发表着自己震撼的言语 他们都是狱界的大佬 在玉石行业奔波了一辈子 可是他们发誓 他们这辈子 都没有看到过如此震撼的画面 现在已经开到第十块原石了 可无一例外 所有的原石都出绿了 之后还有五十几块原石呢 要是全都出货 那岂不是要逆天 要创造出 这玉石界历史上的奇迹 马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运气这么好 宋高飞口干舌燥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身旁 李胜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目光时不时看向灵霄 凶光狂闪 而他们身侧 罗达大师则是脸色惨白 说实话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种事 现在 每一块原石出货 对他来说 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就算是他 也不可能说 每一块原石都选中有欲打 他被尊为安诚的欲界太陡 那经验丰富程度 根本不必说 可此刻 他却感觉自己 像个孩童 自己那点微末伎俩 在灵霄面前 完全上不了台面 他忍不住将目光 投向了灵霄 却发现 此刻灵霄已经找了一张 太师椅坐下 百无聊赖地 看着解释场面 货 牛逼 六啊 又出货了 第三十块了 连续三十块出货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神仙啊 仓库里 惊呼声不断 众人 已经开始有些麻木了 现在他们眼里 原石出货 都成了常态了 罗达身躯颤抖不已 天哪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忽然传开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罗达急忙看去 瞳孔骤然收缩成真状 帝王绿 出大货了呀 卧槽 这水头 至少上品 这一块 最少两千万 比刚才的血液还牛 我靠 我靠 林先生 不 林大师 林沈 你能不能教教我 分辨原石啊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林沈说的没错 我们这些人 都是垃圾 尚不得台面啊 搞笑 我们一开始 竟然还嘲笑林神 小丑是我们啊 玉界大佬们 直接失态了 一个个看向 林霄的目光 都变得狂热了起来 呵 林霄只是笑了笑 心说 更大的 还在后头呢 帝王绿 可不止这一块 还有一块更好的 已经放进解释机了 林霄 玉冰不知道 何时已经来到了 林霄身边 他一双毛子里 充满了压抑不住的震撼 很稳 不会翻车 林霄对着玉冰 自信一笑 这一刻 玉冰都忍不住呆了呆 心底 闪过莫名的情绪 强压着那复杂难民的心虚 玉冰深吸一口气 终于缓缓开口 这些玉 能不能都卖给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一定以市场价 一价一成收购 当然可以 林霄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可不会闲钱多啊 市场价一价一成 那最少是几百万呢 谢谢 玉冰呼出一大口气 心情好了不少 有了这些玉 他们四海集团的玉航 又能够运作很长一段时间了 马德 李胜这边 他的脸 已经完全黑成了锅底的颜色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为什么林霄像是逛菜市场一样逛一圈 然后就挑出这么多玉石了 这特么就像是闹着玩一样 他身边 宋高飞和罗达 也是一脸漆黑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卧槽 极品帝王略 你马 真的是极品帝王律 发了 发了呀 这一块 至少价值五千万 死 这就是灵神的实力啊 以后安城御界 当以灵神为尊 哗啦啦 这一刻 随着极品帝王律被开出 东华玉航仓库里的气氛 直接达到了巅峰 轰隆隆 与所有人不同 罗达此时却仿佛晴天霹雳 朕得身心俱疲 整个人跌坐在了地上 脸色惨白一片 每一块原石出玉 就很震撼了 尚品帝王律也足够恐怖了 却不想 现在又来一块极品帝王律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到底特么的是什么人啊 与灵霄相比 自己这个玉界太陡 简直连渣渣都算不上好吗 自己之前还嘲讽人家 甚至在人家开出血玉之后 还认为 人家是运气好 现在 实力打脸了 而且是打得啪啪响 罗达突然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所谓玉界太陡 这几个字 此刻 却是仿佛一座大山 狠狠地给他压着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传说值 两万三千六百八十 人群的震撼 灵霄一笑而过 此时他正在看着系统面板 差不多了呀 系统 升级到高级抽奖 升级成功 解锁高级抽奖 系统面板上 传说抽奖系统后面的字体 变成了高级 高级抽奖 一次需要消耗一万传说值 还剩一万三 系统 进行一次高级抽奖 恭喜 获得大成八级拳 嗯 灵霄猛地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 眼底金光闪过 他完全没想到 第一次解锁之后的高级抽奖 竟然就出货了 而且 竟然是直接强化自己的好东西 这一刻 一股佩然的力量 猛地在体内爆发 随后这股力量 化作丝丝与神意的暖流 融入四肢百孩之中 灵霄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在暴涨 似乎 还有一股神奇的静力 出现在了体内 只要自己愿意 好像就能够调动这股静力 而有了这股静力的加持 似乎自己的力量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恐怖加持 这是 什么 灵霄无比好奇 可惜现在明显不适合实验 时间转损 又过去了半小时 所有的原石都切开了 无一例外 全部出货 玉冰甚至早就打电话 叫来了四海集团的人 开始估价 打包 玉姐大佬们 一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 李胜 宋高飞和罗达 却早已远远地站了开去 这一刻他们才知道 自己在这里 有多么的可笑 老板 这原石 还看吗 东华玉航的仓库 一名职业剑石人 对着身边的东家问道 你特么虎逼吧 灵神挑走了这么多顶尖玉石 你还看得毛啊 有剩给你的吗 玉姐东家美好气地呵斥了一句 剑石人脸色一阵尴尬 的确 足足68块原石 全是高端货 还有两块帝王绿 东华玉航这一波 产出属实超标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这完全被一个人 给全部拿下了呀 至于那些剩下的原石 不用想也知道 大部分怕都是 没啥好货的了 挑多少 亏多少 唉 想到这些 多少玉姐大佬扼万 他们可惜的 是那两块极品帝王绿啊 那是能够作为 镇殿之宝的存在啊 可惜 都被灵霄无情地带走了 想到灵霄 一个个玉姐大佬 不由得将目光投了过去 此时 他们眼底深处 都不由得泛起了 一抹狂热之色 现在 他们后悔到了极点 后悔一开始 为什么要跟着 李胜他们嘲讽灵霄 那时候 要是站出来说句话 那以后可就发达了的 无奈 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要卖了 灵霄 已经核算完了 这一次68块玉石 一价一成 连同先前的血域 一共一亿一千万 扣出五百万成本 我会转你一亿零五百万 玉冰说着这个数字 自己都感觉有些震撼 一夜暴富 这还真不是什么传说 他虽然是四海集团 这个百一企业的大小剑 可是一天赚一亿 这也足够震惊他了 好 灵霄轻轻点头 没人知道 他心里比谁都激动 那可是一亿啊 他从没想过 自己这辈子 能够拥有这么多钱 先前桃花源一号 毕竟是房子 没有太大感觉 现在这一亿 那可是现金啊 丁 银行短信响起 灵霄瞥了一眼 差点晕过去 一个一 然后一连串的零 之后又是一个七 随后又是一连串的零 加上卡里的两百万 足足一亿零七百多万 卧槽 一个亿 尼玛的 这就赚一个亿了 灵神啊 这次出手 足以载入安城御界史册了 哎 五百万元时 狂懒一亿 试问 还有谁 也不知道罗达大师 现在是什么想法 嘿嘿 还能是什么想法 御界太斗这几个字 要把他压死了 哈哈 正所谓 强倒众人推 这一刻 罗达的御界太斗名号 可谓是直接一落千丈 甚至已经成为了某些 有心人的谈资 听到这些议论 罗达脸色一片铁青 但是却无法反驳 只能恶狠狠地盯着灵霄 满心都是仇恨的火焰 走 李盛待不下去了 周围的唾沫 都要将他们淹死了 宋高飞全程低着头 连眼睛都不敢抬一下 彻底被镇压了 呵呵 林霄冷眼看着三人灰溜溜地离开 转而打开系统面板 关注起传说值来 在御兵报价和转账之后 林霄系统面板上的传说值 再一次开始了暴涨 很快 再一次突破了一万大关 不错 不错 林霄满意无比 随后直接下达了抽奖指令 恭喜 金钱加一零零零零零 嗯 飞小了 林霄无奈 关闭了系统面板 这一次抽奖 只获得了保底 不过好歹也是十万呢 按安城工资水平来看 很多人要奋斗小半年了 林霄 我们走吧 这时 御兵的声音将林霄拉回了现实 嗯 点点头站了起来 林霄跟御兵并肩离开 东华御航的仓库 两人如同一对神仙眷侣 献煞旁人 恭送灵神 就在此时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嗓子 下一秒 震天的喊声传出 恭送灵神 恭送灵神 灵霄脚步一顿 转过身 朝着一众御界大佬挥挥手 啊 灵神跟我打招呼了 哈哈 灵神 有空常来翠云街啊 我家叫东来顺 灵神 还有我家 我家是三玉安 灵神 一众御界大佬疯狂抱家门 灵霄却已经渐行渐远 御兵微微侧头 看着灵霄的侧脸 此时 天空已经有些昏暗 路灯已经开启 在灯光下 灵霄的侧眼 竟是有些令人迷醉 翘脸微微一红 御兵快速收回了目光 低头前行 灵霄并未发现这些 此时 他脑海中有系统提示音响起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御界传说 获得罕见级抽奖机会 加一 哦 罕见级 那是比西友级更高一级的存在 灵霄眸光大亮 西友级都抽出透视卡这种逆天之物了 罕见级的多牛逼啊 刚想抽奖却是已经走到了法拉利旁边 御兵直接走向了副驾驶 呃 灵霄按捺住抽奖的热切心情 挠挠头 拉开车门 坐上了驾驶座 嗡 随着引擎咆哮起来 法拉利化作一道赤色闪电 朝着远方急驰而去 嗡嗡嗡 醉人的声浪缓缓靠近 李胜驾驶着小牛缓缓停下 小牛里还坐着一人 正式送高飞 办得干净点 我不想再见到安然无恙的他 李胜阴沉着脸吩咐起来 是 李少 宋高飞赶忙答应 脸色略显惶恐 他看得出来 李胜是真的怒了 甚至已经动了杀心 当然 现阶段只能算林霄运气好了 四海集团在走下坡路 而崇山却是一路高歌 现在不能出现什么负面消息 嗡 很快 小牛也离开了 公路上 法拉利一路急迟 很快便回到了安大所在的市中心 林霄在市都大厦停了下来 需要我陪你逛一下吗 车子刚刚停下 玉冰便冷不丁地询问了一句 林霄一正 立刻就想答应下来 不过最终 还是忍住了 多谢玉校花了 不过你这身份太高了 要是跟我一起 别人还以为你养小白脸了呢 虽然 我不是很白 我不在乎 玉冰轻轻摇头 接着道 不过也的确 可能会对你 造成一些麻烦 那就算了 林霄一正 随后轻轻点头 玉冰换到了驾驶座上 降下车窗 以后叫我玉冰就好 玉校花听着很生分 啊 好 林霄愣了一下 不过瞬间反应过来 这是玉冰 把自己当做朋友了 当即答应 玉冰也不多说 驾驶着法拉利扬长而去 哼 这种才是完美的女人 与之相比 周纳这种货色 可就逊色太多了 看着法拉利离开的身影 林霄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这两天 她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她的心态在不断地改变 现在的她 已经彻底地变得自信起来 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她 可以说她飘了 但林霄认为 自己现在有足够飘的资格了 当然了 保持本心也是相当重要的 置办一身行头 然后回别墅抽奖 明天周末去找强子和表叔 林霄暗暗做出决定 随后走进了市都大厦 市都大厦 安城最繁华的商场 里面每一层都是出名的奢侈品品牌 林霄直接来到了顶楼 这一次 她打算消费99万 毕竟反线卡在那里 该号的羊毛可不能放过了 而顶层 正好便是国际上都出名的品牌 电梯刚出来 映入眼帘的便是 路易威登 香奈儿 普拉达等奢侈品店 这些店的店员 在看到林霄的瞬间 眼睛都是一亮 不过紧接着 却是又暗淡了下去 当然 林霄路过时 他们还是带着职业级的微笑欢迎 即便 林霄并未走进他们的店里 态度倒是都不错啊 林霄暗暗感慨 一路闲逛 最终走到了范思哲门口 尊贵的客人 欢迎光临 一名靓丽的导购 朝着林霄微微鞠躬 林霄轻轻点头 目光扫向了店内 范思哲的衣服全都挺好 甚至 他们还推出高端定制系列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范思哲 竟然跟旁边的百达翡翠是打通的 林霄目光略过专柜 立马看上了一块百达翡翠的手表 先生 您要购买一块万表吗 还请到里面看 亮丽导购眼力很好 瞬间看出林霄的意图 林霄也不啰嗦 直接走向专柜 随后让导购拿出了手表 先生 这是百达翡翠的G001 表带采用18K白金打造 表镜材质为蓝宝石水晶玻璃 导购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这款是特级表 如今售价56万 先生喜欢吗 林霄一正 说实话 听到售价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抖了一下 56万 他先前想都不敢想 但是现在 他怀揣上意56万 毛毛雨了 当然了 心疼还是心疼的 不过想到 之后还能获得系统返现 那种心疼的感觉 便下降了几分 喜欢 终于 林霄点点头 随后又道 不过 我还想看看衣服 当然可以 先生请跟我来 我们有高端定制和成品服装 您需要哪种 导购依旧热情 都要吧 我看一下 好的 随后的时间 林霄就在饭思哲里逛了起来 导购不断地给林霄推荐 是款 不厌其烦 与此同时 在顶楼 三道年轻的身影 并肩形 两男一女 杨宇成 那款包包才9万8 你都舍不得买给娜娜 你还是不是他男朋友了 一道娘里娘气的声音响起 杨宇成脸色有些尴尬 娜娜 我的资金还没到位 再过两天再买怎么样 杨宇成家资产千万级 可那是他家呀 9万8 对他一个大学生来说 也不便宜了 周娜此时 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可 可是 人家很喜欢 这 杨宇成头疼得很 但他又不想失去 周娜这个游物 一时间陷入两难境地 不过还好 此时他的目光忽地 瞥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我靠 林霄 杨宇成直接惊呼起来 喂 杨宇成 你别扯开话题 林霄 林霄怎么可能来势多 他那个土包子 前松皱着眉头 不过话还没说完 便又顿住了 随后尖叫了起来 我去 还真是林霄啊 娜娜 你快看 他在范思哲呢 嗯 周娜快速看去 只见此时 林霄正在里面逛着 身上穿着一套 高端的范思哲休闲装 整个人看起来帅气无比 则 以前咋没发现 这土包子 还有点帅气呢 前松忽然开口 周娜和杨宇成 都忍不住点了点头 可突然 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 等等 他竟然在范思哲试衣服 这么飘了 减落了一百万 按理说 的确有买范思哲的资格了 不过 杨宇成眼睛微微眯起 那一百万不过 无根扶贫而已 怎么可能经得起这么花 突然 杨宇成眼珠子一转 心里冒出一个 不成熟的想法 走 我们过去 前松待会拍个视频 要是他真的买衣服了 我们就把他发到 校园论坛去 标题就叫 膨胀的土包子 前松和周娜 眼睛都是一亮 这两天 他们可是被林霄 侮辱惨了 扇了好几个耳光了 现在 报复的机会摆在眼前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哟 这不是林霄吗 怎么 刚刚在古玩街 减落了一百万 这就飘起来了 林霄耳边 突然响起刺耳的声音 转过头 林霄眼睛微微眯起 又是你们三个 能不能消停点 我今天不想扇你们了 话落 林霄直接转过了头 看向导购 好了 就这些了 都给我包起来 然后送到我家去 好的先生 请您留下您的地址 导购微笑着点头 同时递给林霄一支笔 和一张纸 范思哲 提供送货服务 反正是免费的 林霄觉得 不用白不用 接过纸笔 林霄快速写下了 自己的地址 当然 地址是桃花源的 还有自己的智能识别码 没有这东西 导购连别墅区门 都进不去 导购看到地址 又看到那一连串识别码 眼眸立刻亮了起来 忍不住钉向林霄 眼底深处 都泛起了嘶嘶魅意 林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幕 不过却是直接选择了无视 导购无奈 只能悠悠一探 林霄 看来 你真的很漂亮 还需要送货 难道买的不止一套 此时 杨宇成突然开口 满脸戏谑 嘖嘖 林霄 你这么挥霍 你那一百万 够你花吗 钱松也是调侃起来 周那摇摇头 还好分手了 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忽然有钱了 就开始报复性消费 完全不考虑未来 你们三个有毛病吧 关你们什么事 林霄转头 瞥了一眼杨宇成三人 无力吐槽 哈哈 当然不关我们的事 你有钱 随便花 不过明天 有些人可就要出名了 钱松健笑着 摇晃着手机 很显然是在录视频 林霄无奈地拍了拍额头 他倒是没有阻止的意思 说实话 这视频发出去更好 到时候 自己又能收获一波传说值了 林霄 赶紧结账吧 让我们看看 一个人突然有钱后 会膨胀到什么程度 周那忽然催促 我听说过 有人在有钱膨胀之后 表演过三口一头猪 杨宇成细血的道 哈哈 钱松娘笑起来 今天三口一头猪是看不到了 但可以看一下 林霄买三套犯思辙 傻逼 三人的嘲讽 让林霄有些无语 不过他今天心情好 不想跟他们计较 开单 他直接看向导购 导购微笑着点头 不过 让林霄没想到的是 导购小姐姐 很会来世 在林霄不明所以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道 尊贵的先生 您一共定制三套高端饭思辙品牌正装 购买九套饭思辙装柜 折后消费43万元 呃 林霄一脸猛逼 瞪着眼睛看着导购 不知道他发什么疯 却见 导购满眼的笑意 他瞬间 就反应了过来 轻轻点头 听之认之了 这是导购故意的 目的吗 当然是要好好 让那三位看一看了 卧槽 钱松这位死娘炮 在听到数字之后 整个人都抖了一下 差点把男子气概都抖出来了 43万 我 我没听错吧 林霄 你 你疯了 周娜瞪圆了眼睛 这还是林霄 那个扣扣扣扣的人 一部Mate X5 都舍不得买给自己的那个林霄 一个连口红都舍不得送 反而把勤工俭学的钱 拿去学车的死土狗 他果然疯了吧 43万 杨宇成也愣住了 再有钱 也耐不住这么糟啊 他家千万家业 他也没有在买衣服上 花这么多好吧 看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 林霄心情大好 随意回了一句 靠 飘了 林霄 你真的飘了 你那一百万 怕是没剩多少了吧 你妈不是还在医院吗 你这个不孝子 钱松回过神来 立马开始大喊 很明显 他是打算做文章了 不需要你操心 林霄选择了无事 开玩笑 他现在身家过亿 早就给自己母亲 奇颜换了最好的药物 而且 自己现在是中医大师 还是中级 已经能够开始 给自己母亲调理 虽然不说根治 但恢复到健康时的60% 还是没问题的 尊贵的先生 您在本店购买的 百达翡翠 G001手表 价值56万元 请您收好 就在这时 导购的声音再次响起 清晰地传入 每一个人的耳中 卧槽 X3 这一次 杨宇成 周娜和钱松 同时爆出了国粹 随后 他们目光都呆滞了下去 56万的手表 43万的衣服 林霄现在是 消费了99万 这特么的 他减漏100万 这就全部消费了 林霄啊林霄 没想到 你已经膨胀成这样了 杨宇成神色莫名 看林霄的目光 就仿佛再看一个傻子 周娜和钱松 均是点头 这简直是膨胀到了极点了好吧 100万 就这么花完了 简直了 刷卡 林霄懒得理会他们 直接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钉 刷卡机打印出一张长单 林霄拿起笔 随意地 签下自己的名字 之后 转身离开了范思哲 尊贵的先生 您慢走 期待您的下次光临 导购无比恭敬的鞠躬送行 林霄扬起 带着百搭翡翠手表的左手 挥了挥 要多潇洒 有多潇洒 手表反射的光芒 刺得杨宇成 三人回过神来 钱松举着手机录像 忽然开口道 各位同学 你们看到了吗 林霄 妈妈还在医院化疗 她把救命钱 直接花费在奢侈品上 还真是个大孝子啊 说完 钱松迫不及待地 把视频发到了校园论坛上 杨宇成和周娜 立刻拿出手机 进入校园论坛 开始转发评论 无知 三人不知道 在他们的身后 亮丽倒过看着他们的背影 满脸的不屑 她手脸 抓着林霄的地址单 上面清晰地写着 桃花园一号的字样 能住在桃花园一号 区区一百万 算得了什么呀 亮丽倒垢摇摇头 那可是桃花园啊 他们范思哲经常往那里送货 那里的人非富极贵 哪有这三人 说得这么不堪 安大校园论坛 随着钱松的视频发上去 整个论坛立马炸开了锅 一篇名为膨胀的土包子 兼疯狂的大孝子的文 被疯狂转发 评论甚至是抨击 杨宇成三人 看着满天飞的评论 笑开了花 哈哈 林霄彻底的臭了 活该 敢惹我们 就该是这个下场 三人心高采烈 接着继续在论坛 引导舆论风向 林霄很快便被抨击得体无完肤 林霄倒是没有关注 她从范思哲离开后 又到了士都二楼 买了两部最新款的Mate X5 强子应该 很喜欢我给她准备的礼物吧 林霄把自己的手机换了 另一部全新的 用手提带提着 终于离开了士都大厦 到医院陪了齐妍一会儿 晚上林霄回到了桃花园一号 亮丽导购在九点半送货上门 这是约定好的时间 无视了她的疯狂暗示 林霄礼貌地 将她送出了桃花园 而此时 校园论坛彻底地疯狂了 这就是大孝子 放着胃癌母亲不顾 竟然如此疯狂消费 疯了 疯了 简直比三口一头猪还要疯狂 林霄 你趁早把东西退了 理智一点吧 唉 这是什么人才能干出来的蠢事啊 林霄不爱逛论坛 完全不知道这些 此时 她一时沉入了系统空间 落在了反线卡上 系统 使用反线卡 意念一动 系统空间内反线卡 立刻消失无踪 叮 使用反线卡成功 随机获得八倍反线 叮 检测到宿主 最近一笔消费为99万元 八倍反线后获得792万元 叮 系统提示音落下 林霄的新手机 立刻响起了短信提示音 抬起一看 林霄有些眼欲 细细一数 余额足足达到了1亿1400万 短短两天啊 身价过亿 林霄都忍不住感叹 系统的给力了 还有一次罕见即抽奖 算了 先睡觉 明天抽 林霄躺在了松软的大床上 沉沉睡去 郁佳 郁冰正在刷着手机 百无聊赖 他登入了安大校园论坛 顿时 无数个关于大校园的标题 映入眼帘 嗯 嗅眉微醋 郁冰缓缓点开 刷 他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眉目生病 区区百万花费 也有人大做文章 这世上 小人还真多 许久 郁冰呢喃了一声 随后退出校园论坛 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另一边 是东华玉航的负责人 郁冰的要求很简单 需要林霄购买原石 解释的视频 那边自然没有反对 很快便传给了郁冰 郁冰也不啰嗦 附上自己一亿多转账给林霄的截图 随后便上传到了校园论坛上 郁冰可是安大第一校花 冰霜女神 不知道多少人每天都在关注着她的动态 在她发布帖子的瞬间 无数人立刻便涌了进来 卧槽 然而很快 满屏的卧槽飘飞了起来 我尼玛 灵霄超闪了呀 灵神 玉界传说 玉界以灵神为尊 我他妈的 热血沸腾啊 卧日 三万便一千万 五百万狂乱一亿 我的天啊 各位 各位 灵神过亿身家 你们觉得范思哲消费百万 合理吗 一条评论猛地跳出 卧槽 那可太合理了好吧 才一百万 是我的话 我特么直接消费一千万好不好 各位 我还巴拉到最新消息 早在灵神只有一百万时 人家就把他母亲的化疗药物提升到最顶级了 灵神是真的有效性啊 灵神万岁 灵神 我要嫁给你 灵神 我要给你生猴子 求求你 看我一眼 校园论坛轰动了 服务器都差点当机 灵霄完全不知道这一切 她的手机在静音状态 系统也没有打扰她 群在震动 消息满天飞 系统提示在疯狂滚平 传说直在飞涨 竟是快速突破三万大关 随后五万 六万 稳步地朝着十万迈进 而与此同时 杨宇成带着周娜和钱松 在一家酒吧畅饮 哈 杨少 还是你这招高明啊 这一下灵霄就彻底地抬不起头来了 哈 哈 宇成 还得是你啊 我看周一时候 灵霄怕事都不敢回安大了 杨宇成得意地抬着头 穷人 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没有脑子 没脑子 要穷一辈子 不错 不错 杨少说得对 钱松快速点头 非常认同杨宇成的观点 来 干一杯 杨宇成举杯 三人痛饮 杨宇成 你还有心思在这喝酒 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杨宇成一愣 接着赶忙 放下酒杯站了起来 宋少 您 您怎么来了 这里是我家名下的产业 我怎么不能来吗 宋高飞撇嘴 啊 当然不是 我 我是想问 您 您刚才的话 杨宇成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宋高飞瞥了一眼周娜和钱松 接着开口道 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竟敢又去招惹灵霄 好好到论坛看看吧 啊 三人大脑当机 不知道宋高飞什么意思 但是 宋高飞却也懒得解释 直接转身走了 什么情况 三人脑袋上 充满了无数的问号 还好 钱松反应过来 快速拿出手机 打开了论坛 一分钟后 三人直接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原本 骂灵霄的论坛 现在风向完全转变 开始骂他们三个了 哈哈 笑死我了 这三个家伙 竟然敢嘲讽灵神 灵神挥挥手一个亿 消费一百万 竟然被人抨击做文章了 简直笑死 周娜这逼玩意儿 是灵神的前女友 拜金女一个 也只有杨宇成这傻逼 才看得上了 还有钱松 这死娘炮声称是周娜的男闺蜜 马德恶心死了 我估计他俩都睡过了 酒吧卡座里 杨宇成 周娜 和钱松的脸都白了 酒吧的灯光 都根本掩盖不了他们的脸色 一个亿 灵神 假的吧 杨宇成艰难地吞咽着口水 那是 玉笑花发出来的呀 视频里 那些玉石 也是卖给了玉笑花 疯了 疯了 钱松揭巴着道出一句话 彻底将杨宇成的幻想给打碎 碰 杨宇成一屁股跌走在卡座上 一个亿呀 那是什么概念 能买十个他家的商场了 自己怎么会得罪了这么一个恐怖的存在 灵霄要是想对付他 那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不对 灵霄都不用对付他 现在他已经被安大的人快骂死了 怕是 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等风波过去 再去学校了吧 杨宇成内心一阵苦涩 而就在这时 钱松的声音忽然响起 那 娜娜 你说 灵霄以前 这 这么爱你 你要是求求他 他会原谅你 跟你重归于好吗 杨宇成一瞪眼 满脸不可思议地瞪着钱松 可此时 钱松和周娜 都毫无所觉 周娜正正开口 我 不对 应 应该会吧 他 他很爱我的 我 我就说 离开他 是为了鞭策他 对对 娜娜 还是你聪明 我们明天去找他 钱松露出了乙母笑 开心得不得了 钱松 周娜 你们当老子 是空气吗 这一刻 杨宇成出奇的愤怒 猛地抱和了起来 两人被吓了一跳 钱松直接跳了起来 手插腰 兰花指抬起 杨宇成 你吼什么吼 你现在可没资格 跟我们叫嚣 我靠 你特么算什么东西 死娘娘枪 杨宇成怒吼起来 眼睛血红 杨宇成 我家娜娜可是 林霄的女朋友 明天我们就复合 林霄身家过亿 你再敢大呼小叫 是不是找死 钱松无比娘炮的 硬气起来 杨宇成直接被惊呆了 这特么的 这么理直气壮啊 那这两天 老子算什么 复合 这么好复合的 娜娜 你要去找林霄复合 杨宇成猛地问道 周娜忽然抬头 杨宇成 别叫这么亲密 我怕林霄会误会 没错 我就要找他复合 我之前离开他 只是为了鞭策他 杨宇成 你可不要缠着 我家娜娜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钱松适时地开口了 卧槽泥马 杨宇成爆发了 抄起一个酒瓶 就朝着钱松户去 死娘炮 老子忍你很久了 碰 一声闷响 头破血流 啊 杨宇成 你干什么 我会如实告诉林霄 林霄不会放过你的 钱松在娘炮叫 杨宇成 你给我住手 周娜也在大喊 滚泥马的 然而 杨宇成此时已经红了眼 一脚就将周娜给踹得翻倒了出去 卡座上 乱作一团 三人撕扯起来 可周娜和钱松 怎么可能是杨宇成这位 跆拳道高手的对手 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 最终 还是被酒吧的安保人员制止的 离开的时候 周娜和钱松相互搀扶着 甚至还不忘撂下狠话 要杨宇成好看 杨宇成差点又忍不住动手 不过两人见识不妙 率先就逃了 时间转瞬 一夜过去 林霄睁开眼 自然地打开系统面板 迷迷糊糊中 林霄猛地瞪圆了眼睛 卧槽 什么鬼情况 他直接从柔软的大床上弹了起来 系统面板上 传说值达到了惊人的九万八 并且还在快速地上涨 眼看着 就要突破十万大关了 发生了什么 林霄满心的疑惑 这特么的 完全就不科学好吗 睡个觉 传说值破十万大关 你敢信 这是逼着我解锁 稀有级抽奖 林霄呢喃着 不过很快就摇头 按照系统的规则 稀有级抽奖 需要十万传说值一发 现在怕是负担不起 算了 等建完强子之后 来一发十连抽吧 不过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霄拿起手机 骇然地发现 手机上满屏的信息 快速点开 进入了群里 很快 林霄就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嗯 竟然还有这种事 人啊 运气好起来 挡都挡不住 周娜 杨宇成 钱松 我还真是谢谢你们了 说话 这一刻 林霄都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了 这一切 简直太过戏剧性了 叮咚 忽然这时 群里又有人艾特自己 同时还附带了一个视频 林霄疑惑地点开 竟然是周娜 鼻青脸肿的 手里捧着鲜花 嘴里正在喷洒着爱的宣言 卧槽 林霄忍着恶心看完 我你嘛 你赶来 老子飞给你两巴掌 林霄直接关闭了视频 周娜的拜金属性 她是领略到了的 现在她都觉醒了 这种玩意儿 谁稀罕谁拿去 呼 林霄用了许久 才将心头的隔音感消去 拿起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号码备注是维尼熊 嗨嗨 至于号码的主人嘛 自然不必说 就是玉冰了 林霄 电话里 玉冰平淡的声音响起 号码 是昨天才互存的 但都有备注 玉冰 谢谢你 林霄立刻开口 玉冰那边 一阵沉默 许久 再次传出话音 你今天有事吗 呃 我要去东区一趟 林霄要去找强子 还他钱 我正好没事 你在哪 我跟你一起 啥 林霄有点不敢置信 他怎么也想不到 玉冰竟然会主动要求 跟自己一起 不可以吗 玉冰猝眉 不 不 我 我在桃花园 我在路口等你 林霄赶忙开口 好 玉冰回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 林霄却还如在梦中 不过很快 他便自信抬头 傻子吧 两天而已 我已经成就斐然 冰霜女神都这么主动 我还在胆怯什么 系统 罕见即抽奖 立刻开始 林霄脑海中下达了指令 恭喜 此时 在玉家 玉冰走下楼 玉冰国正坐在客厅中 品着名贵的茶水 要出去 看到孙女下楼 玉冰国随口问了一句 嗯 玉冰轻轻点头 走了两步 身形顿了顿 爷爷 我跟林霄去东区 我约的他 扑 玉冰国一大口名贵乡名喷出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家孙女 冰冰 你 你转性了 竟然 主动约人了 玉冰没有任何尴尬 他很神秘 想多了解他一点 不知道他还会给我多少震撼 玉冰国目光一宁 林霄在翠云街的一切 他当然都知道了 就连他都佩服不已 68块原石 全部出货 其中还有帝王绿两块 这特么是什么神仙 才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 玉戒已经把他奉为传说了 林神 这两个字代表的分量 不知道有多重 呵 看来这一次 我的直觉又对了 两久 玉冰国才轻轻一笑 玉冰点头 看向玉冰国的目光 满是佩服 去吧 玉冰国挥挥手 玉冰转身离开 呵 不知道你能不能对我四海集团 力挽狂澜呢 还真是 期待啊 医术精湛 古玩 箭石都是一流 还有着恐怖的身手 你这种一般人 也太不一般了 我玉家竟然连更深的消息 都一点挖不到 真是 失败啊 玉冰国摇头叹息不已 他哪里知道 林霄那是真的没有啥更深的信息了 要说 有 也只有母亲齐岩那边了 母亲齐岩 那可是来自帝都的 当然了 这一点 目前连林霄都不知道 此时 林霄还待在客厅中 满脸的激动 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疯狂地回响 恭喜 获得未来消息 恭喜 获得未来消息 城东老城就职八百亩荒地 将在十天后 列入未来商业街规划 如今正在中介挂牌销售 预计十天后荒地价值翻十倍 国家斥资极重 一英资金将在十五天后到位 以上 便是林霄罕见及抽奖抽到的东西了 未来的消息 林霄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满脸的惊骇 城东老城就职荒地 那不是 我家后面吗 我家 我家一点地都没有啊 许久 林霄才呢喃起来 强子家有十亩荒地 本以为没用 现在看来 强子很快要成千万富翁了呀 林霄没记错的话 那块荒地 有人受卖过 应该是十万多一亩 十天后 荒地价值翻十倍 那直接就突破天际了呀 一百多万一亩 强子家十亩 那不就是妥妥的千万入账吗 嘿 幸好我有系统 要不然 以后就只好跟着 强子混了 林霄心情大好 直接离开了一号别墅 提着给强子准备的 Mate X5悠哉的踏步 走向了桃花园外 先拿下荒地吧 之后去买辆车 我记得强子说 想要宝马X5 顺便给他买一辆 反正他马上就是千万富翁了 排面还是要的 走出桃花园 林霄已经规划好了 呲呲呲 就在这时 刺耳的刹车声响了起来 一辆奔驰大距 停在了林霄的面前 玉冰拉开车门走了下来 翘脸的容颜引人瑕疵 不知道你去城东做什么 如果要走山路 296可能没办法 所以我开了这个车来 下车后 玉冰直接便开口解释了起来 林霄一正 这一刻 忽然有一种 服服合囚的感觉 只可惜 还未得妻 还是我开 深吸一口气 林霄问道 这一刻 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了身份感 似乎早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你车机这么好 自然是你开 玉冰已经走到了副驾驶 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好 林霄笑了笑 也不客气 上车 启动车辆 大距平稳地行驶起来 跟296不同 大距是给人一种厚重感 开着就是无比安全 而且 爆发力丝毫不弱 完全满足年轻人 对动力的需求 城东 同样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 不过稍微有些偏 车没有西区那边多 大距在环线上急驰着 玉冰瞥了一眼林霄的手提盒子 鬼使神差地问道 贱女孩子 玉冰自然能够一眼看出来 林霄那盒子里 是最新款的Mate X5 现在 哪个小姑娘 不是想要这款手机啊 呃 不是 送我兄弟的 林霄愣了一下 摇头解释 嗯 玉冰轻轻点头 内心竟是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一路无话 很快 两人就到了东区 到了 林霄将车停在路边 走入了旁边的巷子 玉冰下车 倒是丝毫没有在意周围的破败 亦步亦趋地跟着林霄 然而 两人的出现 还是不可避免地 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实在是 玉冰的容颜太过逆天 一身高端定制的香奈 价值不菲 也格外引人注目 林霄也不必说 自从昨天 林霄换了一身范丝辙 配上百打翡翠这款世界 及名表之后 整个人气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说实话 两人走在这老街区 根本就似乎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林阶 一家逼则 但却干净整洁的小店 映入眼帘 招牌上就只有 简单的面馆二字 有早起上班的 在排队等待 厨房里 一名壮士的青年 正在忙碌着 而在厨房外 一名头发半白的中年男子 借助拐杖站着 聆听着客人的需求 林霄远远地看到这一幕 脚步猛地顿住 鼻头一酸 林霄微微仰头 将无尽的思绪按下 他们 就是你要见的人 玉冰敏锐地发现了林霄的异样 是啊 那是我表叔高成龙 和表弟高强 林霄笑着回答了一句 心里却是格外沉重 表叔高成龙 年轻时在军队 不过后来腿受伤 落了个半残 无奈退役 表弟高强 高中毕业 就没有再念书了 只因 他有个狠心的妈妈 他妈带着他爸的军队抚恤 跟人家跑了 留下他们父子俩 高成龙几乎是半残废的状态 连生活自理都难 高强只好回家照看了 还好 在这林街开了一家早点铺 生意出奇的不错 之前 高强跟林霄谈过 说存了一笔钱 打算给高成龙制腿 咨询过了 需要二十万 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恢复 这两年来 高强都在存钱 只不过 他这制腿的钱还没存够呢 林霄这边突发意外 母亲其言得了胃癌 林霄家条件也不好 积蓄很快花费完了 只好找到了高强和高成龙 高强二话不说 借给了林霄十一万 林霄这才坚持了一段时间 可是说到底 那是癌症啊 十一万 很快也耗尽了 就在两天前 高强东拼西凑 又给林霄赚了五万 也就是周纳要求买手机那天 林霄清楚 那是高强所有的家当了 所以当时 也是出奇的愤怒的 本该是我这座哥哥的邦娘 林霄之所以来到这里 鼻头微酸 便是觉得自己亏欠高强太多 不过现在好了 欠高强的 林霄都能弥补给他 佟荣华 共富贵 走吧 我们过去 我表弟的面可是一绝 待会儿放开了吃 林霄招呼着玉冰 直接在店外坐了下来 嗯 玉冰性格清冷 只是轻轻点头 老板 两碗红烧牛肉面 多放牛肉 不要香菜 随着一声大喊 不管是处着拐杖的高成龙 还是厨房忙碌的高强 均是一顿 哈哈 萧哥 是萧子啊 等一下 前面还有几个客人 两道声音 同时从店里传出 强子 表说 你们先忙 林霄回了一句 目光一瞬不移地看着两人 玉冰全程看着 莫名有些触动 他能够感觉到 两人在林霄心里的地位不低 或许 早已当作是至亲来对待了 要是林霄知道玉冰的想法 恐怕也不得不感叹他的心思敏锐了 跟玉冰想的一样 林霄早已把高强和高成龙 当作了自己的至亲来对待了 之前一直在上学 林霄也格外地努力 为的就是在未来 给两人优渥的生活 不过现在 系统驾铃 林霄有了提前为他们实现的能力 当然了 他们运气也不差的 就成后面的荒地 可值老钱了 萧哥 面好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 高强在店里喊了一声 好嘞 这就来 林霄答应着 看向玉冰 需要加辣吗 都行 玉冰轻声回应 林霄也不啰嗦 走进店里 很快抬出来两碗热腾腾的面 上面铺满了红烧牛肉 快尝尝 林霄递给玉冰筷子 玉冰也不多说 很快便尝了一口 随后 美眸亮了起来 哈哈 强子的手艺 还从没翻过车呢 不够在天 我来这 一般都是无限序的 嗯 玉冰回应着 低头专注吃面 林霄也不等了 打开卫生块的包装 就开始大快躲移 说实话 就高强这红烧牛肉面 他天天吃 顿顿吃都吃不腻 哎呀 小子 你慢点 担心噎着 都快大学毕业的人了 还这么毛毛躁躁的 此时 高成龙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嗯 表说 实在太香了 我也没办法呀 放心 叶不住我 林霄赶忙扶着高成龙坐下 口齿不清地含糊说道 嘿 你小子 高成龙摇头失笑 目光扫过玉冰 眼底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小子 这位是你 女朋友 林霄一愣 完全没想到高成龙这么直接 玉冰身躯一僵 吃面的动作 都有了那么一瞬间的不自然 表说 你可别乱说 这位是我同学 身份很高 哦 不好意思啊 小姑娘 是我唐突了 高成龙应了一声 急忙道歉 玉冰摇摇头 目光投向玉霄 很郑重地开口 你未来成就不低 也许有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要仰望你 玉霄顿了顿 看向玉冰 却发现 玉冰正定定地看着他 目光无比认真 嗯 林霄点头应声 一点也不矫情 高成龙看着两人的反应 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作为老江湖 他几乎是一眼 就能够看出来 这俩 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哎 隔壁村的王翠花也不错 强贼老大不小了呀 高成龙在心里念叨着 阿帖 厨房里 高强打了一个喷嚏 还好戴了口罩 也有防飞沫的脸罩 高强 高强 赶紧出来 林霄和玉冰还在吃面 不过这时 一道急促的呼喊声 传了开来 林霄和玉冰 同时抬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名 穿着职业装的男子 来到了小店门口 哎 诚哥 你稍等 我马上就来 高强快速地回应 你赶紧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下号啊 那诚哥很是不满地催促着 又来 高成龙此时 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林霄忍不住开口问道 表叔 这陈亚怎么了 很着急的样子 还不是房租的事情 高成龙摇头 这都还有一个月呢 陈亚这几天天天来催房租 一点都还不了 没到期就催 林霄眉头一皱 这是遇到急事了 可不是 高成龙叹气 强子打听了 听说是他要在那个什么 四海灵秀那边升职主管 需要打点 玉冰抬起头 四海灵秀 那是他们四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做的是房地产 他属实是没想到 自家集团旗下 还有这么一套玩法 打点 获取高职位 他默默地打开微信 找到一个人 发了一条消息出去 他要打点 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没钱想办法 房租没到期 催这么急事 怎么个事啊 林霄略感不差 对这种行为 很是不待见 就是 不管他 让强子跟他谈 萧子 你吃面 高成龙摆摆手 然而 林霄怎么可能坐得下去 直接起身就走了过去 萧子 高成龙想喊他 不过林霄却是朝着他摆了摆手 此时 高强也从店里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陈哥 不好意思 你久等了 我这有点忙 陈亚脸色不好看 直接沉声道 高强 来我也来了好几天了 是你也清楚 赶紧的吧 房租给我 高强满脸的为难 陈哥 实在现在有点转不过来 店里 也就两三千备货的钱了 您看 能不能宽限一下 而且 房租这不是还有一个月才到期吗 高强 高强好言好语 但是陈亚却是满脸愤然 我现在有急用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要么给我房租 要么今天收拾东西滚蛋 我这店铺 等着租的人大把都是 啊 这 高强一愣 这可是 他的经济来源啊 要是搬走 那可不好办了 况且 房租都还有一个月才到期呢 陈亚 这不合规矩吧 墙子的房租还没到期 要是搬走 这一个月的房租和损失怎么算 就在这时 林霄来到了近前 霄哥 高强仿佛看到了主心骨 林霄也立马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林霄 陈亚看了过来 然而 脸色也并未有多大改变 房租自然不可能退 这一个月的损失 哼 这破店一个月挣几个钱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 我话放在这 要么收拾东西滚蛋 要么交租 而且 租金涨五千 听清楚了吗 你 陈哥 你这是不是太狠了 高强脸色一变 这里租金可是三万啊 就是因为看自己生意好才涨的 已经是这条街最高了 高强以前觉得 大家都是邻居 也就没有计较 可现在还要涨五千 那跟要命有什么区别 少他妈跟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不交租就给我滚 有的是人 等着租我的店铺 陈亚态度极差 林霄心底 一股怒气 已经生腾了起来 陈哥 高强要说话 林霄却比他更快 租金没到 租金我们不交 而且干完最后这段时间 我们也不干了 萧哥 高强被吓了一跳 不干了 这怎么行 这可是自己的经济来源啊 可不能意气用事 然而 高强的话还没说完 林霄却对着他摇头 让他放心 高强只好将要出口的话语 直接咽了回去 这时 陈亚又到 不干 好啊 那现在就给我收东西滚蛋 以为稀罕你们 还是怎么着 我都说了 租金到了才不干 现在还有一个月 所以 麻烦你请回 林霄淡淡地开口 陈亚目光一沉 死死地盯着林霄 这会儿 他似乎才将心思收了回来 细细地打量了林霄一番 哦 林霄 读了一段时间大学 倒是混得人母狗样的了 一身盗版犯思辙 你来着跟我装什么大爷呢 陈亚忽然开口 眼神极度不屑 我今天话 还就料这了 既然不干了 立马丢滚蛋 要不然 我要你们吃不了 兜着走 吃不了兜着走 呵呵 好啊 我倒还真想看看 林霄一点也不出 淡淡地看着陈亚 两人几乎僵持了下来 就在这时 玉冰忽然起身走了过来 在林霄身前站定 林霄 他开口喊了一声 然而此刻 林霄却是白手制止了他 玉冰也没有再说下去 倒是陈亚 突然看向玉冰 随后眸子里光芒闪动 他在这东区 哪见过玉冰这样的女子 一时间 竟是失神 差点陷进去 哭咚 他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看向林霄 行啊 你小子 女朋友这么带劲 林霄眉头一皱 就在这时 陈亚又开口 我改主意了 行 林霄 按你说的来 租金到期后 搬走也可以 不过嘛 陈亚画风一转 目光落在了玉冰的脸上 你女朋友待会儿 要陪我吃顿饭 怎么样 这要求 不过分吧 陈哥 你太过分了 这一刻 连高强的脸色 都变得难看了下去 林霄赫然抬头 目光如同毒蛇一般 盯着陈亚 你算什么东西 陪你吃饭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样子 你配吗 玉冰眉头深深地皱着 不过猛地听到林霄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竟是有着 莫名的滋味在回荡 虽然 她并不是林霄的女朋友 但是此刻 心里却是觉得莫名的温暖 要说陈亚 长得也确实不咋的 棚头垢面的 身材还有些发福 这种不修蝙蝠的男人 能看上她的女人 眼睛多少怕是有点毛病 操 你他妈怎么说话的 陈亚脸色一沉 行了 既然做不到 那就搬东西 立刻 马上 听到了吗 我说了 租期不到 不搬 林霄寸步不退 好好 林霄 你横事吧 我还就告诉你了 今天你搬也得搬 不搬也得搬 陈亚怒气冲冲 话落 直接一脚甩在旁边一张桌子上 哗啦 桌子直接摔倒 本就是普通的桌子 这一下下去 瞬间就四分五裂了 陈亚 你疯了 高强大怒 林霄却是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这是遇到赖子了呀 强子 别冲动 不能动手 此时 高成龙也过来了 眼看高强要动手 赶忙出声制止 高强没办法 只能停了下来 不过脸色却是很难看 哼 陈亚此时却是一脸冷笑 朝前走了两步 又是一脚 哗啦啦 一张桌子再度被踹飞 砸在不远处 破碎开来 你 高强被气得颤抖 林霄眼睛眯起 这陈亚 真要无法无天了 可这光天化日的 也不好动手 哼 我让你不搬 我让你嚣张 终于 陈亚变本加厉 一张张桌椅被他打翻 整个小店乱糟糟一片 客人早就跑出去了 都被陈亚吓到了 萧哥 怎么办 高强求助地看着林霄 别着急 林霄眼神英智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林霄 四海灵秀 是我家旗下的子公司 我已经联系人过来处理了 就在这时 玉冰突然开口道 嗯 林霄一正 疑惑地看了过去 他们搞打点 收受贿赂这一套 手里肯定很脏 或许牵扯到商业犯罪 最轻 也能无责任开除他 玉冰继续解释 嗯 还有这种事 林霄眼睛一亮 眼睛朝着陈亚看去 突然 变得怜悯起来 而此时 陈亚也砸尽兴了 反正高强的店 是开不成了的 林霄 高强 现在我再问你们一遍 你们是滚还是不滚 陈亚细血地看着两人 这一刻 他认为自己 镇住了林霄和高强 高强牙齿 咬得咯吱作响 林霄则是目光淡然 陈亚 现在我们可以来 谈谈赔偿的问题了 赔偿 哈哈 听到林霄的话 陈亚直接笑了 你没什么毛病吧 要我陪你 你算什么东西啊 穷大学生 说着 陈亚看向玉冰 妹子 跟着这种废物大学生 没什么好处 陪我吃顿饭 带你见见上层社会的样子 玉冰厌恶得别开目光 林霄莫名地觉得好笑 这陈亚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玉冰可是百亿集团的公主 上层社会算什么 人家是顶尖的名流 什么场面没见过 此时的陈亚 就像个小丑 你会陪的 此时 林霄摇头开口了 玉冰刚才说了 处理的人很快就到了 怎么 你该不是报警了吧 呵呵 老子有的是关系 陈亚无比嚣张 嘖嘖嘖 就在这时 接口传来刺耳的刹车声 随后 一群人快速地涌了进来 陈亚抬眼看去 目光猛地一变 马总 马总 您怎么来了 滚开 然而 那所谓的马总 却是一把推开了陈亚 快速地来到了玉冰和林霄的面前 紧接着 在陈亚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马总 直接朝着玉冰鞠了一躬 大小剑 更让陈亚震步的是 那马总 竟然还对着林霄鞠了一躬 并且 语气无比恭敬地喊道 林先生 这是 林霄疑惑地看着玉冰 他翻遍记忆 也没有找到 关于这位马总的任何信息 林先生 贵人多忘事 玉冰还未开口 马总却快速介绍起自己来 昨晚在东华御行 是我组织人手 过去运走那些御石的 马总说着 抬眼看着林霄 眼底深处闪动着一抹 隐藏不住的狂热 昨晚的事 可是震撼了整个御石圈啊 眼前这位别看年轻 那可是被御石圈称为神的男人 他叫马忠 是这边四海灵秀楼盘的负责人 也是四海的直系员工 玉冰的声音也适时响起 啪 林霄一拍脑袋 算是反应过来 昨晚他没太注意 现在仔细一想 在东华御行仓库 好像还真见过两眼 抱歉 抱歉 没认出来 我这里给马总赔个不适 林霄赶忙上前 主动对着马忠伸出手 谁知 马忠受宠若惊 双手朝着林霄的手掌握来 林先生 您言重了 我只是个小人物 能跟林先生说上话 已经是我莫大的荣幸了 这一刻 无论是陈亚还是高强父子 都已经是瞪圆了眼睛 这特么说的是什么 林霄什么时候身份这么高了 这马忠 一看就不是简单人物 那莫名其妙的恭敬和狂热 到底是怎么个事 传说直加88 传说直加188 林霄的系统面板上 不断有消息 在滚动 传说直在稳步上长着 林霄没有理会系统面板 此时的他略微尴尬 他完全不知道 这位马忠 那也是常年游走在玉石圈的人 林霄昨晚的那一番壮举 深入人心 要不是场合不对 马忠怕是都有跪地败尸的想法了 完了 这一刻 陈亚猛然惊醒过来 自己今天可能是踢到铁板了呀 可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为什么几乎是跟自己前后长大的穷小子 怎么会突然让自己的上司上司 都要这么恭敬对待了呀 呃 林先生 抱歉 今天过来是处理一些事情的 此时 马忠也收起了心思 赶忙告罪一声 嗯 林霄如释重负 实在是 马忠的态度 让他有点毛骨悚然 林霄甚至怀疑他是断背 陈亚 这时候 马忠已经转身 目光冷漠了下去 怎 怎么了 马 马总 陈亚被吓了一跳 急忙小跑到了马忠的身边 怎么了 这不该是我问你吗 哼 现在 公司内部彻查 怀疑你行贿上级 披露公司机密 有关部门已经在公司等你了 马忠的话 让陈亚脸色一白 猛地瘫坐了下去 我 我没有啊 一瞬之后 陈亚又赶紧开口 马总 我是孙副总的得力助手 孙副总能够为我证明 我对公司 绝对是忠心不二的呀 孙副总 那位可是陈亚的靠山 他之所以即将升职 也是孙副总的提拔 自然 他所谓的打点 也是要打点 这位孙副总 可让陈亚没想到的是 他的话落下之后 马中直接便冷笑了起来 哼 孙副总已经落马了 现在正在招供呢 你还想让他帮你 你做梦呢 啊 这一刻 陈亚面如死灰 目光都变得呆滞了下去 而听到这话的高强和高成龙 则是一脸的解气 只感觉大快人心 刚才陈亚那嚣张的样子 那杂摊子时候的意气风发 简直和现在 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高强都庆幸了 还好自己没有跟他动手 要不然他现在反咬自己一下 落自己个呼嗡的罪名 说不得都要进去蹲几天呢 好了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 有关部门的人 还在公司等着呢 你们几个 带他走 马中一挥手 跟着他来的一群人 立刻就上前将陈亚给控制了起来 陈亚也没有反抗 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 反抗有什么用 马总 等一下 就在这时 林霄突然开口了 林先生 马中无比恭敬地看了过来 林霄扫了一眼陈亚 此时 陈亚也看了过来 历时 他便看到了林霄眼底的一抹冷漠 陈亚心头 突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时 只听林霄开口道 马总 你看这些 林霄一指周围 这时马中才看到 周围一片混乱 甚至还有一些打翻的面条 和打碎的瓷碗 陈亚做的 马中脸色微微一沉 他几乎也猜到了 林霄喊住他的原因 嗯 林霄轻轻点头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反正他也硬气得很 不打算赔 那也无所谓 马总 麻烦你们好好查查他 陈亚一瞪眼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林霄 他咬着牙 满脸怨毒 马中瞥了他一眼 心头不屑 随后朝着林霄开口道 林先生放心 陈亚这次蹲耗子 是跑不掉的 别的我不敢保证 但是让他多蹲几年没问题 哦 行 林霄眼睛微微一亮 轻轻点了下头 你们 陈亚此时差点被气死 这两人 那都不知道避讳一下的吗 就这么随意的交谈 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可是突然间 他似乎也反应过来了 人家完全就是 没把他这个小人物 放在眼里好吗 一想到要多在里面蹲几年 在那暗无天日 周边全是恶人的地方待着 陈亚的心就忍不住狂跳了起来 一抹深深的恐惧 在他心头蔓延 他后悔到了极致 可惜 这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要给他买 带走吧 此时 马中挥挥手 众人便动了起来 等 等等 陈亚猛地开口 想要挣脱众人 却是没有得逞 他也懒得努力了 直接喊道 林霄 高强 我 我错了 你们的损失我赔 我翻倍 不 我十倍地赔给你们 这一刻 陈亚的嚣张和硬气 全然消失无踪了 剩下的 只有深深的懊恼 传说值加66 传说值加78 林霄系统面板上 消息滚动的速度加快 而此时 周边远远看着的人 均是目露震撼 哦 十倍地赔 那你说说看 赔多少 林霄眼眸一台 眼中满是细血 这种目光 让陈亚感觉到一阵屈辱 可现在 他对林霄只剩下了恐惧 便是再屈辱 也只能忍着 他目光一扫周边 那些被自己砸碎的桌椅和瓷碗 暗暗在心里衡量了一番 两千 不 我 一万 我 我赔一万 现 现在就转账 一些桌椅和碗而已 满打满算不超过一千块钱 或赔一万 绝对超标了 高强和高成龙 眼睛都亮了起来 然而 林霄却是目光一沉 看来 你没什么诚意啊 马总 麻烦你了 啊 陈亚眼睛一瞪 这还叫没诚意 不过转瞬 他也算是反应过来了 林霄这是 要他大出血啊 林先生 小问题 好死不死的是 马中已经开口 看他的目光满是怜悯 不 不是 等 等一下 陈亚慌了 急忙喊道 林霄 我赔三万 三万行了吧 林霄不为所动 萧哥 高强却是按捺不住了 就连高成龙手里的拐杖 都轻轻地颤抖了一下 五万 林霄 大家一块长大的 你 你醒醒好 我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陈亚都要哭了 哼哼 你也知道 大家一起长大的呀 那你的良心呢 被狗吃了吗 林霄呼地冷笑了起来 嗯 陈亚愣住 悔不当初 可是 他真的不想 在那种地方多待几年啊 他作为四海林霄的工作人员 和那孙副总也有些交情 当然知道 马中这些人 不是危言耸听 人家是真的有办法 让他在里面蹲许久的呀 行 我错了 林霄 高强 我给你们道歉 十万 我赔十万 这是我全部的钱了 终于 陈亚咬牙开口了 把自己全部的家当都拿出来了 天可怜见 这是他准备打点孙副总 升任部门主管的钱啊 十万 嘶 高强和高成龙在这一刻 均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他们爷俩省吃俭用一年 才存得下来的钱了呀 这还差不多 林霄终于松口了 陈亚心头松了一大口气 随后拿出手机 快速转账 随着高强的微信提示音响起 高强急忙拿出一看 那橙红色的转账记录 格外吸睛 高强大拇指都微微颤抖起来 收了 林霄直接帮他点开 高强在听到林霄的话之后 这才一咬牙 确认了收款 我靠 打坏几张桌子 赔了十万 陈亚这回是踢到铁板了呀 哈哈 齐言家这小子 出息了呀 早该制止这家伙了 平日里嚣张得不行 小声点 别让他记住 别忘了他割成尾 我觉得 事情没这么快结束的 齐言家的小子这边 周围人群议论纷纷 现场略显嘈杂 而此时 林霄再一次看向了马忠 马总 多谢了 既然他已经赔偿了的话 那你们还是秉公处理好了 林先生不用客气 放心吧 我们会秉公处理的 马忠说着 挥手就要带着人离开 陈亚终于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以想到自己的十万元 就这么打了水漂 心底就忍不住一阵颓丧 慢着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马忠和林霄都是一愣 均是忍不住 朝着声音的主人看去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御兵 此时的他 面色淡漠 美眸悠悠地盯着陈亚 小大姐 马忠恭敬地鞠了一躬 陈亚此时 瞳孔骤然一缩 心脏都不争气地 狂跳了几次 他对我出言不逊 甚至要求我陪他吃饭 御兵淡淡地吐出一句话 完了呀 陈亚心如死灰 他怎么也想不到 御兵最后会来这么一出 林霄则是有些骇然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御兵被称为冰霜女神 俺打第一笑话 可说到底 还是女人啊 这也够记仇的 啪 一声脆响在空气中炸开 是马忠 他抬手就给了陈亚一巴掌 狗东西 让大小姐陪你吃饭 你也配 哼 好好想想 下半辈子在耗子里怎么过吧 马忠沉声吼完 又看向御兵 大小姐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 御兵缓缓点了一下头 传说直加三三 传说直加六七 林霄的传说直在疯涨 此时 已经突破了十一万 这么短短的一会儿 已经增加了一万多了 终于 马忠等人带着陈亚离开了 周围看热闹的街坊也离开了 不过 关于林霄的话题却是丝毫没有减弱 反而在不断地扩散 越传越开 为此 林霄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 传说直增速又变快了 小哥 你 我 我这 高强此时还沉浸在激动之中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林霄看得有些心疼 伸手拍了拍高强的肩膀 强子 从今天开始 我们 不一样了 赶紧收拾一下 我待会儿过来接你 带你去个地方 萧子 这是要去哪里啊 高成龙疑惑地询问 林霄却是摇摇头 表叔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现在 我先回家一趟 玉冰 我们走 林霄不是要故意卖关子 主要是消息属实有点震撼 他怕高强和表叔承受不住 还是一会儿直接带他们跟着去算了 他招呼着玉冰离开 只留下了满脸猛逼的高强父子二人 爸 萧哥他 变化好大呀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高强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嗯 高成龙点点头 他也能够感觉出来 林霄似乎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一点都不像以前了 先收拾吧 萧子待会儿 可能真有事 许久 高成龙才开口 高强也不啰嗦 快速地收拾起来 而此时 林霄带着玉冰来到了他家 一个老旧的小区 三十一厅的B字老房 当然 内部的一切都 还是相当整洁的 没有丝毫的凌乱 随便坐 我收一些东西 林霄的声音传来 玉冰轻轻点头 也不嫌弃 随便找了的凳子坐了下来 随后才开始 打量着林霄长大的地方 这种环境下 真能培养出一个 这么逆天的人来吗 玉冰扫视着林霄家 心头暗自呢喃 这几天 林霄给他的震撼 实在太多了 不知道的 怕要以为林霄 是某个古老的影视财阀大族 培养出的心愿添骄呢 可事实却是 林霄家普通到了极致 甚至可以说是 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啊 想什么呢 怎么 难道还想在这多待一会儿啊 玉冰听到声音回过神来 却是看到 林霄就站在自己前方 拱着身子 凑近看着他 这么近的距离 玉冰甚至能够感受到 林霄的呼吸 毛子轻颤 玉冰感觉翘脸有些发烫 还好此时 林霄已经退了开去 并且开口道 带走了 墙子那边应该还没有收拾好 正好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好 玉冰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站起身 跟在林霄身后离开 很快 两人绕过小区 来到了闹市后方 看着眼前不算平整的一大片荒地 林霄都有些忍不住动容了 他在记忆中反复确认了一遍 这里 的确便是系统罕见及抽奖之中所说的荒地 因为脑海中还有立体图 可以说 与眼前毫无二指 这里 有什么特殊吗 玉冰却是疑惑 完全不知道 林霄带他到这里是什么目的 很特殊 林霄没有回头 很快 这里将会价值飞涨 而我也会以此 赚取巨额财富 玉冰眉头一挑 皱眉思索了起来 随后发现 并没有看到过什么 关于这块地的信息 接着 他又拿出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并且将定位之类的 全都发了出去 很快 他得到了反馈 林霄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小道消息 这里 并没有什么开发和规划 你可不要被人骗了 林霄一正 心里暗自佩服玉冰的手段 不过这消息 可是来自于未来啊 玉冰怎么可能查到 放心吧 不会翻车的 林霄随意回应了一句 接着转身招呼 玉冰离开 玉冰又听到这熟悉的话语 脸色稍微有些莫名 他想说什么 不过最终却还是止住了 没有多言 不过却是在手机上 编辑了继续声查几个字 发送了出去 大计行驶在马路上 林霄驾车 玉冰坐在副驾驶 后排座则是高强和高成龙父子 此时 高强正倒顾着Mate X5 一脸的震撼 萧哥 这三万六呢 就 就这么给我了 高强始终不愿意相信 自己有一天 竟然能够鸟枪换炮 三万六的手机啊 平常 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好吗 行了 这都是你第八遍问我了 林霄很无奈地回了一句 嗯 有这么多吗 高强嘟囔一声 不过紧接着 却是嘀咕了起来 萧哥 你怎么一下子 变得这么有钱了 又是大G 又是Mate X5的 等等 你 你不会 我去 萧哥 你堕落了呀 高强一边说 一边倒稀凉气 接着不可思议地看着玉冰 林霄脑门一黑 高强想什么 他清楚得很 你给我闭嘴吧 我跟玉冰是朋友 还有 我堂堂七尺男儿 正值大好年华 怎么可能失去奋斗之心 嗯 是吗 高强不是很相信 目光带着审视之意 林霄也懒得多说 插开了话题 给你转了二十万 你先收下 这是之前跟你借的 嗯 什么二十万 小哥 咱们亲兄弟名算账 我给你的是十六万 而且 你还送我这么贵重的手机 我不能多要你一分 高强直接反驳起来 不过话没说完 就被林霄打断了 行了 让你收着你就收着 你都说了 亲兄弟 我这座哥哥的 给你点零花钱 算得了什么 还有 表叔的腿 我有办法治疗了 甚至不需要花费 高昂的医疗费用 并且 我有80%的把握之后 什么 高强和高成龙 都惊呼了起来 林霄也懒得多解释 好了 总之 一切都变了 未来 会更好 呲呲呲 林霄踩下了刹车 大计停在了车位里 此时 他们已经来到了 城东中介所 林霄率先 拉开车门 走了下去 哎 不是 小哥 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 高强脑袋里 现在是 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 爸 您慢点 扶着高成龙下车 高强是急得抓耳挠塞的 行了 强子 萧子肯定会告诉我们的 先去看看吧 不知道来这里是做什么 高强无奈 只能点头跟上 很快 一行四人 进入了城东中介所 城东略微偏僻 中介所里 也就大猫小猫两三只 都在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 不过此时 高成龙的目光突然一亮 指着中介所内 一个正在涂口红的女子开口道 强子 那是王翠花 隔壁村的 我跟你说过的那个 嗯 林霄和高强都是一阵 侧目看去 王翠花 长得不错 身材高挑 五官也算完美 至少有个八十分 此时 王翠花也发现了几人 脸上挂起笑容 就走了过来 不过在看到高强和高成龙之后 王翠花却是眉头一皱 你们怎么来了 他几乎是质问的语气 我不是跟王姨说了吗 我已经去你们那面馆见过你们了 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款好吗 王翠花甚至还瞥了一眼高成龙 随后又继续道 更何况 还有这么一个脱油瓶 要是我嫁过去 以后还要给他端屎端尿吗 嗯 高强一愣 一时间竟是有些不知所措 高成龙则是目光一沉 脸色变得不好看起来 他听那个什么王姨说 这王翠花怎么怎么好 当时心里还挺高兴的 现在听到这话 顿时便知道 那王姨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的 这完全不是什么品行高尚的女子 倒像是 一名泼妇 林霄则是目光微沉 对王翠花的感官直接下降到了冰点 哼 真是阴魂不散 还跑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 不嫌丢人 赶紧给我出去 此时 王翠花又冷哼了一声 翠花 怎么了 这时 一名脸上长着几块黑斑的女子凑了上来 她穿着跟王翠花一样的制服 眼睛狭长 毛子里满是八卦的意味 诺 我跟你说的那个要跟我相亲的人 我看不上她 没想到人家找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 王翠花很是不爽地 跟黑斑女子解释了一句 则 这年头 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我们翠花生来 可就不是穷苦面 一般人 怎么可能配得上呢 黑斑女子眼神嘲弄地看着凌霄他们 高成龙和高强 脸色铁青 这两人的话 跟羞辱有什么区别 凌霄目光微沉 她缓缓踏出一步 目光在两人身上扫过 带着一抹厌恶之色 让开 别挡路 王翠花和黑斑女子 同时朝凌霄看来 帅气的凌霄 让两人眼睛微微一亮 不过想到凌霄 是和高强一起来的 两人的目光又变得不屑起来 干什么 这里是中介所 不是你们玩的地方 王翠花直接回了一句 凌霄都快被气笑了 我当然知道是中介所 让开 我买东西 好 然而 她的话却是让王翠花和黑斑女子 都是张大了嘴巴 哈哈 下一秒 两人都笑了起来 黑斑女子更是开口道 小弟弟 你开什么玩笑呢 这里是中介所 卖房 卖地的地方 最便宜的地 在这里都要十几万 你有钱吗 哈 还是说 那位卖牛肉面的 要买房买地啊 不会吧 一个臭卖牛肉面的 买得起吗 喂 你们够了 看不起谁呢 高强已经忍不住了 怒视着两人 看不起你们 怎么了 不服气吗 一群土包子 香巴佬 王翠花直接开口 一点也没有掩饰的意思 甚至 她还在认为 高强他们出现在这里 完全就是想要来这里纠缠她 哼 什么东西 你也配得上我 还敢死缠烂打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有没有资格 不 高强都被这王翠花整无语了 这特么哪里来的自信啊 面容 身段都还不错 可这性格 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吧 滚开 林霄实在听不下去了 猛地沉喝一声 这一下 整个中介所的人 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王翠花和黑斑女子 也在此时被吓了一跳 两人急忙朝着一边闪去 不过很快 两人就反应了过来 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知道什么叫公共场所吗 信不信我叫保安把你们撵出去 呼 林霄强忍着怒气 这会儿还不是教训着泼妇的时候 正是还没办呢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皇帝还没拿下 林霄真想 现在就给她两耳光 当然 这件事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她目光一扫 直接落在一名 长相还算清纯的女子身上 女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似乎是想要劝说 却又没机会开口 只一眼林霄便看出来 这小姑娘脾性不坏 你 过来 她抬手 直接朝着小姑娘招了招 小姑娘一震 接着轻轻咬牙走了上来 王星蕊 你过来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 他们几个真要买房买地吧 则 作为同村 也作为前辈 我提醒你一句 有些人 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 王翠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王星蕊轻轻一震 忍不住看向王翠花 翠花姐 你 你少说两句 一会主管听到 又要不高兴了 闭嘴 王星蕊 你算什么东西 轮得到你来说叫我 王翠花听着王星蕊的话 直接就不干了 王星蕊脸色微微一变 抿了抿嘴唇 最终只能无奈地闭嘴 林霄此时 却是冷冷地瞥了一眼王翠花 随后看向叫做王星蕊的小姑娘 先生您好 王星蕊态态度倒是不错 直接问好 完全没有王翠花那种高高在上 盛气凌人的模样 不用多说了 东街背后那块荒地 是不是在你们这里挂牌销售的 林霄直接便开口问道 则 买地 果然是土包子吧 王翠花适时开口 黑班女子也是眼嘴轻笑 嘲弄地看着这边 笑死 还以为有什么反转呢 没有在意两人 林霄定定地看着王星蕊 王星蕊功课做得很好 在林霄询问的时候 脑海中立刻涌起了大量的信息 先生 您说的那块地一共八百亩 确实是挂牌在我们这里销售 不过却不是零售的 一边说 王星蕊还打开了手机 快速地找到了那块地的照片 上面还有销售价格 足足一个亿 当然 他并没有说价格 因为便是在他看来 也没有必要 一意是吗 林霄看向王星蕊的手机 呢喃了一声 接着淡淡道 我买了 拿合同来 傻玩意儿 王翠花和黑班女子都是一愣 随后 看傻子一样看着林霄 王星蕊则是一正 瞪眼看着林霄 先生 您 您要买这块地 林霄懒得多废话 拿出银行卡 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刷卡 噗 哈哈 这一刻 王翠花和黑班女子 完全忍不住了 直接笑喷 开什么玩笑 要买一的爹 小弟爹 你脑子没事吧 黑班女子也是开口道 王星蕊 赶紧回你的工作岗位去吧 别跟一群疯子浪费时间了 此时 中介所的几个工作人员 也是议论起来 呵呵 笑死 笑什么 万一人家真能买下来呢 泽泽 不说别的 你就说你自己 你信吗 你没听王翠花说什么吗 王翠花呀 别的没什么 这看人还是准的 他说了那位是卖面条的 那必然不会错 能买意的地就怪了 先 先生 王星蕊正正地看着 林霄手中的卡 有些不知所措 刷卡 林霄依旧只是轻轻吐出两个字 萧哥 高强忍不住上前 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角 林霄却是摆摆手 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随后 目光依旧平淡地 看着小姑娘王星蕊 哎呀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王星蕊 你赶紧给他刷卡 快 让大伙都看看 人是如何装逼失败的 见林霄如此坚持 终于是有人看不下去 开口了 整个现场 怕是除了御兵一人 就没有人相信林霄的了 高强都略微忐忑 他害怕林霄 只是为了给他正面子 才这样做的 先生 王星蕊有些担忧地看着林霄 他心地善良 实在是不愿做什么恶事 要是林霄刷卡 没有一亿 那岂不是要丢人了 没事 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林霄看出了王星蕊的心思 对小姑娘的感官 倒是直线拉伸 行了 王星蕊 赶紧的吧 我已经不想见到 这几个香巴佬了 快刷卡拆穿他们 让他们滚 王翠花嚷嚷起来 就是 王星蕊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点的吧 黑斑女子 也开口催促 王星蕊深吸一口气 最终 只能无奈地 借过了林霄的卡 不过 他也没有乱了流程 还是转身 去拿了一叠合同 先生 这是东街后面 那块地的合同 明先看看 就不用先签字了 一般来说 都是签字 然后付款 可现在 就连王星蕊 都不觉得 林霄真能买下那块地 要是签了字 一会儿还要被周围人 嘲讽一番 划不来 所以说完 他就直接给林霄刷卡了 此时 所有人 嘴角都勾了起来 都准备看林霄出丑了 王翠花 甚至张开了嘴巴 他已经准备笑了 哈 他的笑声 已经快要出口 可就在这时 逼 刷卡机 突然响了起来 接着 一张票句 从顶部打印了出来 天哪 王星蕊猛逼了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 一翼 刷卡成功了呀 打 王翠花笑声 猛地止住 像是被人一把 掐住了脖子 整个中介所 也在这一刻 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所有人 都是愣愣地 看着王星蕊手上的 刷卡机 那一张狭长的票句 在这一刻 仿佛散发出了 无比耀眼的光芒 远远的 他们甚至能够看到 票句上 那一连串的 零 说说说 此时 又有一响声传出 所有人木讷地 转头朝着 声音来源看去 原来 是林霄在合同上签字 龙飞凤舞的字体 格外吸睛 这一刻 无数人眼睛亮了 林霄的身上 似乎散发出了 无尽的光辉 卧槽 小哥 一亿 那他们是一个亿啊 你 你 你什么时候发达的啊 终于 高强的惊呼声 将所有人拉回了现实 一亿啊 多少人这辈子 没有想过的数字 人生短短几十年 能赚个几百万上千万 已经是精英了 一亿啊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 刷出去了 淡定 林霄轻轻摆手 让激动的高强平静一些 当然 还有一句话他没说 这一亿 在十天后 将会翻十倍 成为十亿 卧槽 小哥 你让我怎么淡定啊 一亿 那可是一亿啊 高强扎呼着 我靠 真的是啊 妈呀 我们这中介所 竟然开出了如此惊天大丹啊 牛逼 他妈的 今天遇到神仙了 卧日 王兴蕊 王兴蕊发财了呀 天啊 这一丹 怎么不是我开的呀 混蛋啊 这一丹 足够王兴蕊 升值了 不单是这样 还有巨额的提成 都能到市中心首付一套房了 中介所的工作人员 忽然喧闹起来 一个个羡慕地看着王兴蕊 王兴蕊自己都处于猛逼状态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死死地握着刷卡机 手指都泛白了 怎么可能 他 他一个臭卖面条的 跟他一起的人 怎么可能买得起一亿的地啊 王翠花脸色 煞白一片 这一刻 他心里别提多后悔了 要是早知道这样 他刚才好言好语 不仅仅可能获得巨额提成 甚至 有可能因此 嫁入豪门啊 王翠花 你他妈不是说他臭卖面条的吗 一亿 那是一亿 多少提成啊 黑班女子突然如同疯了一般大喝起来 我想上前招待的 我明明想要招待的 都怪你 都怪你 你的骚货 王翠花一正 当即怒了 滚开 别以为我特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以为你是什么良人 混蛋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我就说了 怎么着吧 王翠花和黑班女子几乎掐起来 可是这时候 谁都没时间去管他们 合同已经签好了 现在那块地 是不是就属于我了 林霄此时 将合同递给了愣神中的王新睿 王新睿一愣 伸手接过 玉碧还在轻轻颤抖着 先 先生 是 是的 不过您稍等 我 我还要跟主管报备一下 王新睿拿着合同快速转身 传说值加333 传说值加180 林霄看了一眼系统面板 无比满意传说值的上涨幅度 说不得 有机会来一次二十连抽 林霄心中暗自泥南 倒是对于升级系统 他没有那么破解了 毕竟再升级一次 可就要十万一发了 那成本有些太高了些 此时 中介所一片喧哗 王翠花跟黑班女子 还在吵得不可开交 不过很快 两人似乎达成了一致 猛地朝着林霄他们这边走来 高叔叔 高强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是我们不对 实在不好意思啊 王翠花脸上的不屑和跋扈 早已深深地隐藏了起来 现在 她的脸上布满了谄媚之色 黑班女子也在那里陪笑着 他们俩甚至还想跟林霄说话 但林霄却直接选择了无视他们 倒是高强 突然抬起头 挺起胸 干什么 我们很熟吗 他们这里面 步伐已经在这里 干了十几年的存在 可 到现在也没有几个 捞到一个职位的 王新蕊就因为一单 直接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该死 该死啊 这一单 本来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我的 升职加薪不说 还能嫁入豪门 豪门啊 王翠花后悔得要死 王新蕊 则是激动得无法言表 要不是场合不合适 她甚至都要给林霄跪下了 嗯 不错 林霄终于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林先生 这些是老城东街的 荒地归属文件 中介经理 递上一个材料包 林霄随手接过 拿给了高强 高强很是郑重地 抱在了怀中 对了 林霄忽然开口 所有人 目光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随手消费一亿的男人 自然很是吸睛 他的一举一动 完全能够牵扯 所有人的心神 中介经理都立刻凑近了一分 大有一种聆听吩咐的意思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这块荒地 对我来说很重要 单凭你们中介所这些人的态度 我都不愿意踏进来半步 刷 随着林霄的话出口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尤其是王翠花和黑白女子 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而此时 正好林霄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撇着他们 中介经理 几乎是在瞬间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他的脸 黑如锅底 新睿 刚才发生了什么 没有立即暴怒 中介经理看向了王新睿 王新睿正了正 无奈地将之前 发生的一切都讲述了一遍 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 就是普通的叙述而已 中介经理听完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好像有一团乌云将他笼罩了进去 他的目光仿佛要责任而逝 死死地盯着王翠花和黑白女子 那可是一亿的大单啊 差点被这两个混蛋给毁了 那损失简直不可估量 滚 给老子滚出中介所 你们这个月所有业绩取消 工资扣除 许久 中介经理才咆哮出声 啊 经理 我 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 错了 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经理 我上有老 下有小 王翠花和黑白女子 当即被吓傻了 甚至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面对他们的哀求 中介经理根本懒得理会 滚 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 无动于衷 王翠花和黑白女子 还在哀求 保安 把他们丢出去 再敢踏入一步 不要留守 按小偷处理 经理 王翠花和黑白女子绝望地呼喊 可惜 没人理会他们 几个五大三粗的保安冲了进来 将两人直接拖了出去 凌霄他们 一直冷眼 看着这一幕 没有同情 有的 只是解气 这种人 就该这样对待 凌先生 让您见笑了 终于此时 中介经理换上了笑容 呵呵 不打扰了 我们先走了 凌霄笑了笑 这次过后 大概率也没什么交集了 他也懒得说客套话 各位慢走 经理倒是一点也不含糊 急忙送别 王新睿紧紧地跟在后方 到了门外 凌霄忽然一顿 所有人都看向他 强子 去加一个王新睿的联系方式 以后这帝要是有啥问题 我让你联系他 啊 嗯 好的 肖哥 高强一愣 不过紧接着 却是只能照做 朝着王新睿走去 王新睿也没有多想 很快和高强互换了联系方式 只有高成龙 似乎看出了什么 眼中有光芒闪烁 强子 以后啊 就靠你自己了 大局已定 林霄拍了拍 高强的肩膀 高强一脸猛逼 倒是王新睿 似乎领会到了什么 翘脸 飞起两道红侠 哈哈 林霄笑了笑 走在最前方 林先生慢走 中介经理赶忙送别 在高强的猛逼中 林霄等人开着大G 离开了中介所 随后 四人去吃了一顿饭 然后直奔宝马4S店去 传说值15万 距离20连抽 不远了 林霄一边开车 一边扫了一眼系统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跳出一条提示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豪志一亿 获得西友级抽奖机会 加一 西友级抽奖 倒是意外之喜了 系统 使用西友级抽奖 在系统这边 西友级抽奖 也是需要十万传说 值一发的 目前林霄还没有解锁 恭喜 获得大成国术 太极 系统提示音紧接着响起 随后 林霄体内 一股佩然力量汹涌而起 整个人从里到外 被瞬间强化了一遍 这就出货了 林霄忍不住感慨自己的运气 大成太极 显然不是一般东西 跟八极拳一样 不仅带给了自己 大量的国术战斗和修炼经验 还让自己的身体 进一步的强化 就连体内那股 因为大成八极拳诞生的神异静力 都在此刻被强化了一遍 狠狠地提升了一下 再这么下去 不会直接成超人了吧 林霄忍不住在心底 弥难了一声 不开玩笑地说 似乎还真有这个可能 要是之后再获得 这种强化身体的国术之类的 指不定哪一天 林霄真能肉身扛子弹呢 萧子 书很疑惑 你为什么要买那块荒地啊 书家里也有石母 你要是打算做什么发展的话 一并拿去用好了 就在林霄思索之时 后排座的高成龙 忽然开口了 呃 没有 表叔 强子 那块地买来 是等着升值的 要不要多久就可以 你们就等着好了 之后 你们可能要收获 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林霄不打算多说 毕竟这有点太过惊人了 那可是未来的消息 指不定现在政府 都还连会议企划之类的 都没有拟定吗 升值 这 怎么可能 高成龙表示不解 那块地有人卖过 十万多一点一亩 其实我老早就想卖了 可惜直接就没有人买 那是真正的荒地 连农作物都没办法成活 只有一些大老板 买来建仓库而已 叔 我现在也不好说 总之 耐心等等好了 林霄摇头说道 可高成龙却是叹道 哎 你有这么多钱 何必砸在这种地方呢 林霄无奈地耸耸肩 而此时 副驾上的御兵也开口道 林霄 我已经让家里反复确认了 那块地确实没有任何用处 你这次 太草率了 林霄赚钱能力非常恐怖 但是这一次性 就把一亿花出去 关键是看不到回报 就连御兵都为他担心了起来 御家 御梦国看着手中的消息 也是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什么情况 这小子 竟然真的买了一块荒地 怎么想的呀 御梦国本来不相信的 可是多方打探 就连政府那边的规划 都去深究了一下 可 关于那块荒地的任何信息都没有 这不由得 让他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罢了 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大不了就是亏一个亿吧 未来如何 谁也不知道 将手中的文件丢下 御梦国不再纠结 而此时 车内 放心吧 不会翻车 你等着瞧好了 林霄对着御兵说了一句 御兵摇摇头 没有再多说 这个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 反正 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谁也改变不了了 萧子 书心里 还有一件事 说 你说 林霄给出了回应 哎 高成龙叹了口气 你们还记得吧 陈亚有个哥哥叫陈伟 小混混 林霄点头 貌似这陈伟还混出了一些名堂 在东区这边 有一个大酒吧 叫做路易酒吧 路易酒吧的老板名叫周坤 听说很有手段和心思 跟一些大老板有不少往来 正因为陈伟这样 陈亚才一直嚣张跋扈 最关键的是 还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 书 你是担心陈伟报复 这的确是个问题 有些人 游离在法治的边缘 对普通人有着巨大的威胁 他必然会报复的 高成龙语气坚定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兵来降挡水 来土研好了 林霄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过嘛 林霄倒是丝毫不怕 大成八级和大成太级加深 林霄感觉 自己现在早就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 或许 根本不用担心什么 也只能这样了 高成龙叹气 很遗憾 这一次我不一定能够帮到你 有些事 并不在我家所能触及的范围 不过 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可以让爷爷出面 一些人应该会点面子 玉冰在副驾驶位上开口说道 谢谢 林霄轻轻点头 并未拒绝玉冰的好意 车内不再交谈 很快 车子来到了宝马4S店 林霄一行人下车 然而 让他们意外的是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林先生 高先生 不是别人 正是王新蕊 你怎么在这里 林霄疑惑地问道 王新蕊翘脸一红 那个 我之前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 来这里兼职 反正都是干销售嘛 王新蕊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他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神 都变得异样了起来 王新蕊 也就24、5岁的年纪 如此努力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 林霄等人 对他的好感 再一次提升了 不过此时 王新蕊却是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过现在 我不打算做这一份兼职了 还要谢谢林先生 我拿到了很多提成 而且也升职了 我妈妈的手术钱也足够了 我也不用那么累了 我现在都打算躺平了 哈哈 林霄等人了然 轻轻点了点头 人在有压力的时候 自然要选择努力 但当你获得了足够的财富时 你就可以选择休息了 一辈子奔波的人也有 但张弛弛有度 才是人生王报 你先不要离职 顺手 把我们这一单做了吧 林霄这时开口了 林先生要买车 王新蕊疑惑 算是吧 林霄看向高强 强子 身份证给他 高强也没有多想 直接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宝马X5 最顶配 王新蕊一证 不过很快回神 这跟豪质一亿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 宝马4S店 有了王新蕊 这位熟人的帮衬 新车购买到上牌 全款落地84万 保险等一应俱全 仅仅花费了两个小时而已 王新蕊在结束了这一单 顺手拿了提成之后 也成功辞掉了 这份兼职工作 强子 以后这车就是你的了 随便看 听到林霄的话 高强一愣 啊 小哥 我 你 你不是 让我给你当司机 林霄美好气地 白了一眼高强 当什么司机啊 你的梦想 不是成为美食大王吗 这就要丢掉了 呃 不是 小哥 这 八十多万呢 高强满脸忐忑 哼 林霄笑了笑 放心 这八十万对你来说 很快就不是事了 对了 我觉得你一直设计的 那什么美食城计划 差不多可以物色地方了 资金什么的 很快就会到位的 你要实在过意不去 到时候赚了钱 把这八十多万还我 这 高强挠了挠后脑勺 小哥 我那面馆租期 还有一个月才到呢 我先把这一个月干完再说 行 都可以 林霄直接点头 反正高强那笔钱 也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到位 这段时间总不可能闲着吧 对了 强子你准备一下 早上开店 之后中午或者晚上 就带表叔到市中心这边找我 我帮忙表叔治疗腿疾 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知道了 肖哥 高强回应 对于林霄 他无条件的信任 走吧 表叔 我们去逛逛 林霄此时掺起了高成龙 之后又对着高强道 强子你送送王新蕊吧 啊 这不 不用麻烦了吧 王新蕊走在一边 猛地听到这话 吓了一跳 接着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翘脸直接羞红了 没事 不用跟我们客气 交个朋友 以后还有事情要麻烦你呢 林霄说着 朝高强弩弩嘴 高强就算再迟钝 这么一会儿 也领悟了林霄的意思了 王新蕊小姐 肖哥说得不错 不用跟我们客气 走 我送你 王新蕊品格优良 长得也好看 说真的 比那王翠花 强了不是一心半点 高强也想着 能发展一下 肯定是最好的 啊 那 那个 谢 谢谢 王新蕊最终同意了下来 很快 高强开着宝马 带着王新蕊离开 林霄他们落后了一些 半小时后 林霄和玉冰 将高成龙送到了东街 刚到街口 三人便看到了 高强的车停在路边 有七八个人 正围在车旁 怎么了 三人眉头都是一皱 林霄猛踩油门 大计一个加速 直接来到了近前 车子停稳之后 林霄拉开车门跳了下来 他脸沉如水 几步走到宝马前方 随意一扫 现场的情况立刻呈现在眼前 全新的宝马X5前脸 已经被敲了变形 高强捂着手臂 靠在车子侧面 脸上还带着一丝痛苦之色 而那七八人 此时正细血地看着他 其中 距离高强最近的 是一名黄毛 带着一根大金链子 嘴里叼着一根薛夹 流里流气的 强子 会玩啊 可可 把我弟送进耗子不说 转头又提一辆X5 今天这事 怕过不去 黄毛不是别人 正是陈伟 陈亚的哥哥 高强没有说话 目光沉冷 他现在 只希望林霄他们 不要赶回来 要不然 肯定要出事 然而 他念头都还没落下 一道声音却响了起来 不错 陈伟 今天这事 过不去了 是林霄 看到现场的荧幕 林霄直接就怒了 高强穿着短袖 手臂处已经高高隆起 凭借大师及中医经验 林霄初步判断 至少是鼓劣 所有人转头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来 萧哥 快走 高强脸色一变 大喊出声 然而此时 陈伟却是咧嘴一笑 走 走得了 林霄 不错吗 有点胆子 我们这么多人 你难道不怕吗 还赶上了 林霄踏步 朝着高强走去 目光平淡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怕 你也太高估 你自己了 传说值 加130 系统提示在滚动 传说值 长幅 开始了新一轮的加速 货 够狂 你这真是出生牛 毒不怕虎啊 大学还没毕业呢 你就已经这么嚣张了 哼 作为邻居 今天哥哥 就教教你 什么叫社会险恶吧 陈伟冷笑起来 林霄的嚣张 着实让他不爽了 一边说 他一边对着一名 踢着木棍的人 使了个眼色 那人会议 一点也不啰嗦 手中的木棍 直接就朝着 林霄砸来 呼 空气中响起呼呼风声 这一幕 令人惊骇 林霄 霄子 远处 玉冰和高成龙惊呼 霄哥 高强目自欲裂 大吼一声 魁梧的身形 打算冲上来 但是 他哪里有木棍快啊 他脚步才动 目光已经距离林霄 肩膀不足十公分了 高强眼睛冲向 愤怒到了极致 但 没有任何办法 呵呵 陈伟细血一笑 眼中充满了不屑 其余人此刻也是 不屑地看着林霄 不过很快 他们便不可思议地 瞪大了眼睛 因为 那疯狂落下的木棍 此刻 却是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 一只修长的手掌 轻轻地将它撑着 手掌的主人 正是木棍的攻击对象 林霄 没吃饭吗 不够力啊 林霄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 轻轻地吐出一句话 你 那人被吓了一跳 打算抽回木棍 但是 无论他怎么发力 被林霄一只手握着的木棍 却都是纹丝不动 还是不够力啊 林霄的声音再次响起 听在周围人耳中 却是宛如炸雷 震耳发聩 下一秒 他轻轻一拉 啊 那人来不及多想 便被林霄拉到了身前 随后 一只脚猛然踩爆空气袭来 砰 一声闷响 他直接拱起身子 在空中倒飞出去 画面仿佛定格 所有人都呆愣在了当场 那可是 一百多斤的人啊 砰 五米开外 那名混混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随后又滑出去很远 之后才无力地停住 他抬着手 远远地朝着林霄这边比划着 但却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传说直加666 系统页面猛地滚动起一条消息 什么 这 这他妈怎么可能啊 陈伟头皮都炸开了 那他妈是一百多斤啊 一脚踹出去那么远 开什么国际玩笑 小哥 这 这么 啊 高强也愣在了原地 他 好厉害 玉冰捂住了嘴巴 脸上的冰霜消融了大半 实在是太过害人了 比起在体育馆 林霄这一次表现得更加恐怖 这一刻 玉冰不由地为宋高飞和杨宇成悲哀 他们竟然敢挑战林霄 说实话 就现在来看 那天林霄不知道放了多大的水 怕是 可以直接说放海了 要不然 两人怕是 直接被一脚踹死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说了 今天这事 过不去 林霄淡淡的声音 在这一刻传了开去 操 陈伟怒骂一声 眼中一抹凶光闪过 直接喝道 干他 他可是小混混啊 平日里 靠的可不就是一骨子 狠近在闯荡吗 林霄的确让他惊骇 但也仅限于此了 作为标准的混混 他是根本见不得 有人比他还狂的 同样的 他手底下那些小混混 也跟他是一个德性 在听到陈伟的话之后 一众小混混动网 包括陈伟在内 一共七人 一窝蜂地 就朝着林霄冲来 他们手里 或多或少都拿着武器 也不顾后果 直接就朝着林霄脑袋 胸口等要害招火来 萧哥 高强再度呼喊 心里担忧到极致 不过很快 高强就呆了 他看到了他 这辈子都忘记不了的一幕 只见 那些朝着林霄 招呼而来的棍棒 竟是仿佛被林霄控制了一般 悠悠地避开了他 而且 即便是打在他身上的 竟然也会朝着他身体的一侧 轻轻滑落 而那些混混更加惊骇 看着明明已经击中的 却是完全没有那种 打到实体的感觉 就很神奇 转瞬而已 所有人的攻击 竟然是全部落空了 这便是太极吗 还真不是一般的好用啊 林霄此时也是暗自心惊 对国术 也有了相当深厚的认识 他这可不是 马老师的太极能够比拟的 他这真的是真功夫 刚刚 他用的是柔镜 谢力 所有的攻击力度 都被他直接导入了脚下 若是有放大镜 绝对可以看到 那些攻击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脚下的地面 被震起了一层肉眼难见的灰尘 接下来 试试刚见 林霄嘴角一勾 太极 刚柔并记 才叫太极 他双手随意提起 在一众小混混疑惑的目光中 随意地朝着一边拍了出去 速度很慢 缓缓前行 碰 可是 在拍到一名小混混身上之时 林霄的手掌猛的一震 竟是变得势大力沉起来 啊 啊 那小混混惨叫一声 猛地倒飞了出去 一瞬之后 他狠狠地砸在了树米开外 全身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想要起身都做不到 不错 林霄很满意这个效果 操 没吃饭吗 干死他 干 一群小混混 眼睛都红了 随后 加大了招呼力度 可惜 依旧无用 林霄不踏莲花 闪转藤挪 所有攻击全部化解 随后太极刚进 和八极拳 不断交替使用 喷喷喷 在高强快瞪出眼眶的双眼之下 陈伟等一群小混混 在不到20秒的时间内 全部被轰飞了出去 这其中 包括陈伟这个混混头子 碰 林霄抬脚 踩在陈伟的脸上 将陈伟的脸死死地踩在柏油路上 皮肤表面直接擦伤 这是 过不去 我说的 林霄低着头 冷声开口 陈伟浑身一颤 但是眼中却依旧带着桀骜的光芒 林霄 你别得意 有本事你弄死我 要不然 我要你在这东街待不下去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伟就是这么一个人 林霄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 他还真拿陈伟没什么办法 你说杀了他吧 似乎不现实 你说报警吧 这些人都是耗子里的老油条了 进去几天继续出来 还是麻烦 林霄一时间有点头疼了 哼 怎么 不敢吧 陈伟冷笑 林霄 你有两把刷子 但我告诉你 我是跟坤哥的 今天你动了我 就是跟坤哥结下了梁子 坤哥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别说东街 整个东区 还没有坤哥照不住的 明白了吗 你识相的 现在把脚拿开 跪下给老子道歉 兴许老子高兴 就原谅你了 林霄目光微微一冷 本来拿你没办法 不过现在 你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 嗯 陈伟一正 接着冷笑起来 哼 林霄 你在跟老子开什么玩笑 咔嚓 然而此时 林霄脚下一用力 一声骨骼错位的声音响起 陈伟的下巴 直接处在了地上 呜 离岸石屋 红浪 他在怒骂 可惜下巴被卸了 说话根本听不清 你话太多了 林霄淡淡的声音响起 随后攻身 一把提起一名小混混 在陈伟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林霄淡淡开口了 去 让周坤来见我 不然 他们几个 今天回不去 嗨 那小混混眼睛都快凸出来了 不可思议的看着林霄 你 你让坤哥来见你 不行吗 林霄淡淡反问 你 你想干什么 小混混有些惊骇 这一刻 身上的剧痛 似乎都不那么剧烈了 当然是 把他踩在地上 就像 陈伟一样 顺便 让他约束陈伟 别他妈找我麻烦 林霄的话 让小混混和陈伟都猛逼了 这他妈疯了吧 在东区 敢说这种话 那可是周坤 路易酒吧的坤哥呀 多少人都要给面子的存在 你一个大学生 找死呢 你是 要找死吗 被林霄提着的小混混 无意识地呢喃了一声 嗯 林霄眉头一拧 毫不犹豫地随手一丢 将那小混混丢了出去 碰 那小混混砸在不远处 强大的冲击力 让他顺着地面 滑出去数米 停下之后 直接晕死了过去 会不会说话 林霄眉好气地催了一口 随后再度攻身 又提起一名小混混 我刚才的话听到了吗 听 听到了 小混混的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般 同伴的惨状他可是亲眼所见 他可不想步了后尘 那该怎么做 需要我教你吗 林霄再问 啊 不 不用 我这就回去 这就去通知坤哥 小混混快速回答 好 林霄终于满意点头 将他放在地上 拍了拍他的肩膀 动作快点 是 小混混转身 身躯略微勾楼 捂着 还在剧痛的肚子 一瘸一拐地走了 呜呜 地上 陈尾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 林霄懒得理会 直接走到了高强身边 肖哥 高强目光复杂无比 此时的林霄 似乎完全超出了他认知的范畴 他不知道 林霄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干什么 我还是你哥 林霄敏锐地 洞察到了高强的心思 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啊 高强有些担大的笑了笑 林霄也懒得多说 伸手轻轻触碰高强的手臂 按压感受了一番 高强疼得呲牙咧嘴 不过最终 还是忍着没有吭声 还好 只是鼓烈 问题不大 包扎一下 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林霄呢喃着 松了一口气 肖哥 我没事 只是车子 高强有些心疼地看着车子 这可是刚提的全新宝马X5 一应费用八十多万的呀 人没事就好 车子不用担心 修好就行 林霄拍了拍高强的肩膀 两久 高强终于是点点头 不再纠结 还好的是 王兴蕊在先前就被高强送回了中介所 要不然林霄没赶到之前 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呢 东街街口 一地的小混混 引人注目 然而 当周围街坊 看到躺在地上的人是陈伟之后 一个个立马转身就回了家 足可见 陈伟在这东街的名声有多臭了 他在的地方 准是没有好事的 街坊邻居都是普通人 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并不想牵扯到多余的事情之中 所以 便是连报警都没有 大家都是一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路易酒吧 24小时营业 从不关门 从东街赶回来的小混混 跌跌撞撞地进到了酒吧最深处 坤哥 我要见坤哥 一间办公室门口 小混混被一名精状青年拦了下来 发生了什么 精状青年看着小混混的样子 眉头深深地皱起 是 是伟哥 伟哥我们遇上硬茬子了 现在伟哥他们被扣在那里 那个人点名要见坤哥 小混混赶忙说道 精状青年眉头一挑 也没有多说 拉开门将小混混带了进去 办公室中人不多 小混混很快阐述了一切 哦 周坤坐在主位上 脸上有着一道刀疤 面容显得有些猙獰 此时 他微微眯着眼睛 其间有凶利的光芒闪过 在这东区 竟然还有人敢不给他周坤面子的吗 点名要见他 胆子真是不小 这么嚣张 呵呵 找死呢 一名长相阴柔的男子 忽然在一侧开口了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手中正摇晃着一杯红酒 另一只手 则是搂着一名俏丽少女 坤哥 我带人过去看看如何 阴柔男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周坤看了过来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 他身后又走出一名魁梧壮汉 师爷 不能大意 按照他的描述来看 对方可能是一名恋家子 师爷曹忙 也就是阴柔男子 他是周坤手下两大将之一 而说话的汉子 自然便是另一将 没有名字 代号 赤狼 师爷曹忙 在听到赤狼的话之后 眼睛微微一眯 赤狼 你确定吗 概率很高 赤狼面无表情地回答 随后看向周坤 坤哥 我觉得可以过去看看 如果可以 说不定可以吸纳到我们这边来 嗯 主位上 周坤轻轻点头 随后 他缓缓起身 带着你的那些崽子去看看吧 顺便也让我看看 你把他们训练得怎么样了 绝不会让坤哥 你失望的 赤狼无比自信 很快 几辆改装过的大G 便离开了陆一酒吧 车里一共坐着13人 除了周坤 赤狼 和师爷曹忙外 其余十人军士精壮青年 一个个目光桀骜 凶狠异常 东剑 距离小混混离开 已经过去了20分钟 林霄随便找了一点东西 给高强包扎了一下手臂 玉冰和高成龙早就来到了境前 高成龙满脸的担忧 玉冰也是深深地皱着眉头 你们到家里去 等我处理好了回来 你们在这 我施展不开 林霄看着三人 高强和高成龙对视一眼 满脸为难 玉冰眼底 带着一抹淡淡的担忧 文言 开口道 林霄 周坤不简单 我爷爷已经在联系老友 能够从中说何 现在我们可以先离开 玉冰 谢谢你 不过我觉得 没那个必要 林霄笑了笑 他当然不是狂妄 而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不说别的 大成的八级拳便很强了 先前又获得了大成的太极 林霄感觉 自己现在不说以一敌百那么夸张 但是一个人打几十个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如果放开来打 全力调动体内那股力量 林霄甚至觉得 自己能图百人 这很恐怖 已经远远超越了 正常人的范畴了 哎 玉冰叹了口气 周坤身边有一个人很危险 罢了 我陪着你 我爷爷说了 只要自爆家门 周坤不敢动我 至少 我还能护着你 林霄一正 忍不住盯住玉冰的毛子 却见 少女眼底深处 竟是泛起一抹不自然之色 强子 表叔 你们先回去 林霄催促着父子二人 可是 萧子 萧哥 父子俩想说什么 却是被林霄白手打断 你们安心吧 强子 听歌的 带表叔走 一会儿要真发生什么 表叔在的话 我还真不好施展 高强沉默了一下 最终一咬牙 点点头 随后才用完好的一只手 搀扶着高成龙离开 终于 东街街口 只剩下一地的小混混 和林霄 御兵了 御兵就这么静静地 站在林霄身侧 没有多余的言语 却很坚定 林霄扫了一眼系统面板 传说值已经十八万了 很快就二十万了 高级抽奖二十连 不知道能给我些什么好东西 嗡嗡嗡 就在这时 汽车的引擎咆哮声响起 视线中 数量改装过的大剧 朝着这边驶来 躺在地上的小混混们 看见这些车子之后 脸色终于好看了起来 他们艰难地 撑着自己坐起来 目光恭敬地看着车子 哈哈 林霄 李希丁了 陈伟依旧口齿不清 碰 林霄瞥了他一眼 直接一脚将他踹地 滑出去数米远 随后躺在地上直翻白眼 嘖嘖嘖 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数量大巨 停在了东街街口 此时天色渐黑 街口处已经没有行人 周边各家各户 更是早已锁好了门窗 哗啦啦 大巨的车门打开 一行总共十三人走下了车 周坤 赤狼 和侍爷曹芒三人 走在最前方 其余十名精壮青年紧紧地跟着 在街口站定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林霄和玉冰的身上 有意思 周坤率先开口 来时候 他就预想过林霄的年纪 却不想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年轻 接着 他又看向玉冰 玉家小公主 倒是长得很漂亮 玉冰没有说话 此时 周坤再度看向林霄 我来的时候 有人打电话来为你求情 不过 我拒绝了 这里是东区 你伤了我的人 扬言要见我 你要是不留下点什么 以后我周坤没法换 我知道你是恋家子 可在东区惹事 还是惹我周坤 那你便逃不了任何好处 周坤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腐蚀着林霄 林霄眉头一簇 你这么自信 周坤身边 师爷草莽脸上露出莫名笑意 小子 你是不是不知道坤哥的威名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已经捅破天了 不知道 林霄耸耸肩 他能够看出来 周坤三人身后那些人不简单 毕竟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体格 但说实话 那些人并没有给他那种危险的感觉 体内诞生那种神异的尽力之后 林霄便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五感都增强了数倍 他能够感应到 一般人感应不到的东西 也拥有了危机意识 他的直觉变得非常敏锐 似乎渐渐脱离了人类本能 有了趋利避害的本身 好胆色啊 曹芒眼睛一眯 推了推金丝边眼镜 随后目光变得阴冷下去 他侧头看向了周坤 周坤淡淡点头 曹芒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 他踏步向前 同时朝着身后挥了挥手 他们三人身后的十名精壮青年 立刻便走了出来 练家子对吗 看到他们了吗 都是好手 赤狼耗费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精英 你觉得是他们的对手吗 十个人气势汹汹地盯着林霄 师爷曹芒戏谑的声音 落在林霄耳朵里 土鸡娃狗也配称精英 林霄忽然开口 传说值加460 这一刻全场都是一镜 包括周坤在内 众人呼吸都是一致 很嚣张吗 师爷曹芒 心底已经涌起一股子怒气 他指点两人 你们俩去 把他的四肢打断 两名精壮男子走了出来 一点废话都没有 直接一个加速冲向了林霄 奔跑间 两人身周轻筋抱起 所有肌肉都进入了紧张状态 收束在一起 很显然 他们在调集着全身的力量 接下来的每一次攻击 都必然不简单 当然 那只不过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而已 林霄丝毫没有将这一切放在眼里 他伸手 第一次握住了御兵嫩滑的柔衣 御兵一正 心脏狂跳 而后 一股力量将他拉扯着后退 直接来到了林霄的身后 这一刻 林霄不算宽大的背影 竟是让他无比安心 吃吃 就在林霄做完这一切的瞬间 两道破风声同时响起 是那两名精壮青年 他们同时出手了 势大力尘的拳头直袭林霄 三人间的距离 在快速拉近 林霄抬手 两拳轰出 竟然选择硬碰 赤狼一直观察着这边 嘴角突然泛起一抹不屑 有问题 周坤问道 赤狼也不啰嗦 直接解释 我带的人 跟我一样 练的是硬弓 也就是横练 我们强的是身体 硬碰 就是找死 哦 周坤点点头 此时 林霄的拳头 已经和两人的拳头相撞 碰碰碰 沉闷的声音响起 然而 赤狼和周坤 预想中的画面 并未出现 反而有咔嚓 咔嚓的两道声音 传了开去 扑呲 扑呲 不然 周坤和赤狼 毛子都是一缩 只见 那两名跟林霄对拳的 精壮青年 手臂直接变形 森森白骨 猛地从双臂内部刺出 啊 一瞬之后 惨叫声响起 两人痛苦地倒退出去 什么 距离最近的师爷曹芒 被吓了一跳 张大嘴巴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两位 可是赤狼训练的精锐啊 二对一 还被人一拳打断了手骨 这是什么怪物啊 这么弱 林霄此时忍不住呢喃一声 点子硬 一起上 赤狼忽然爆合出声 说说说 剩下的八名精壮青年 立刻踏步冲向林霄 八人速度极快 目光凶狠 瞬间逼近 浪费时间 却不想此时 林霄满脸的索然无味 随后不踏太极 身形变得飘忽起来 这步伐 这小子 不简单 正所谓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林霄踏步的瞬间 赤狼的目光猛得一凝 哦 周坤眼睛一眯 他可很久没有见过赤狼 这副样子了 哼 有什么不简单的 难道你还怕他 师爷曹芒退了回来 冷哼一声 刚才那一下 鼠师把他吓了一跳 同时心里对赤狼也充满了怨念 平日里不是吹得挺凶 说自己训练的人如何 如何厉害吗 现在被人家一拳打断手骨 这叫厉害 要不是现在场合不合适 曹芒真恨不得好好嘲讽一下赤狼 我当然不怕 他还太嫩了 赤狼淡淡回应 此时 林霄和八人已经交锋 他没有动用八级拳 而是以太极迎战 闪转腾挪间 游刃有余 八人攻击刚猛 疯狂地落在他的身上 但是每一下的力道都被他卸去 导入了地下 一轮过后 林霄毫发无损 八人脸色大变 有些不可思议 太弱了 随后 他们就听到了林霄淡淡的嘲讽 下一秒 林霄动了起来 双手在空中划过 身体更是以一种极致的弧度在扭曲 哄 这一刻 林霄仿佛化身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 他的全身上下 每一寸地方都带着恐怖的冲击力 刚刚靠上一名精壮青年 那青年立马便是不受控制地 倒飞了出去 呃 身在空中 青年便痛苦地蜷缩了起来 他只感觉 浑身上下都被撕裂了一般 巨痛难忍 碰 数秒后 他重重地砸落在地 想要撑起身体 但是却已经做不到了 一击 直接让他失去了战斗力 轰轰轰 与此同时 连续不断地轰鸣声爆发出来 剩下的几名精壮青年 历时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 这 开什么玩笑 师爷曹芒瞪着眼睛 这一刻 他眼里的桀骜早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骇人 这就是你训练的人 周坤深深地皱着眉头 目光盯着赤狼 他不简单 赤狼面色凝重 应该已经入了明镜 明镜 那岂不是跟你一样 周坤一震 赤狼摇头 随后自信道 不如我 我已经明镜巅峰了 我能轻易镇压他 不过 这人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如此年纪便已是明镜 最多再过十年 便有机会入暗镜 坤哥 这是个人才 若是能为你所用 何愁霸业不成 周坤也某猛地亮起 不过随后 却又恢复平淡 那看来可以试着招揽一下 若是招揽不成 你出手废了他 不能为我所用 迟早成为我的阻碍 更何况 现在还相互开罪 没问题 赤狼轻轻应声 而此时 那八名精壮青年 也相继杂落 一个个痛苦地翻滚着 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不远处 陈伟早就惊呆了 林霄的战斗力 属实有些吓到他了 那些精壮青年 他可是清楚得很 那是坤哥无比看重的手下 这一刻 他有些后悔了 自己怎么就 非要来找林霄的麻烦呢 当然 更让他震步的是 林霄到哪里去学了 这么一身本事 这时 啪啪啪 周坤拍着手 满眼赞赏地看着林霄 小兄弟身手不错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我有个想法 小兄弟不知道想不想听一听 林霄的脚步微微一顿 不明所以地看着周坤 此时周坤一身手 指着赤狼 我这位兄弟 叫做赤狼 退役兵王 国际顶级雇佣兵 他曾一人 一柄匕首 歼灭了国际顶尖的雇佣兵小队 银蛇 银蛇 那是鹤枪实弹的队伍 队伍里每一个人都是超级兵王 雇佣一次都要数百万美金 可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却是被赤狼一人歼灭 可见其到底有多恐怖 当时 赤狼这两个字 甚至成为了雇佣兵界的噩梦 说这些干什么 林霄看傻子一样看着周坤 这是打算给他压力不成 那很不好意思 他一点也不了解 所谓 银蛇这个雇佣兵组织的分量 周坤一顿 抿了抿嘴唇 我的意思是 邀请小兄弟 来跟我 为我做事 当然 未来荣华富贵 想之不尽 为你做事 林霄抬眼看着周坤 周坤依旧满脸笑容 不过在刀疤的衬托下 他的笑容 却是显得有些争鸣 你也配 林霄的声音突然传出 周坤一震 目光陡然阴沉下去 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师爷曹芒开口了 目光变得阴致 废话 林霄丝毫不给面子 说白了 你们不过一群地痞流氓 登不得大雅之堂 要我给你们做事 傻了吧你 呵呵 很好 周坤气急而笑 你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是吧 赤狼 交给你了 不需要留守 赤狼默默地走上前 目光盯着林霄 如同一条毒蛇 年轻人 你太狂了 你虽然入了明镜 但是你知不知道 明镜之中 也是有极大差距的 以你的水准来说 最多不过明镜中期 而我 已是明镜巅峰了 我要碾压你 太简单了 我劝你 实相的还是跟着坤哥吧 要不然 白白浪费了一身好天赋 明镜 林霄微微震了一下 对于赤狼说的这个新名词 略微好奇 不过这时候 显然不是聊天的时候 要打就打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说实话 你给我的感觉 挺一般的 哼 大言不惭 赤狼冷哼出声 行 给你连你不要 那就跪着捡吧 话落 赤狼猛的一攻身 浑身肌肉在瞬间紧绷 哄 下一刻 他身周似乎传出了爆炸声 就好像 有强大的力量 在他体内炸裂开来一样 那恐怖的伪力 直接将他的身躯推动 如同炮弹一般 射向灵霄 两人间隔十米左右 可只是眨眼 赤狼的身形 便来到了灵霄境前 拳头紧握 赤狼一拳轰出 赤狼浑身青筋爆起 手臂上的肌肉 好似旋转了一圈 爆发出更加浑厚的伪力 拳风剧烈 已经提前刮在了灵霄的脸上 有意思 灵霄还是第一次遇见 赤狼这么强的人 虽然力量不如自己 但也绝对是佼佼者了 或许 这跟赤狼所说的明镜有关系 当即 灵霄心头 有了试探的想法 不踏太极 面对赤狼刚猛的拳头 灵霄直接迎了上去 抬手 以掌对拳 啪 最响声传开 太极柔静 直接泄力 带着赤狼的拳头 偏向另外一边 嗯 赤狼眉头一皱 他是修炼的外公 一身横练 讲求的是刚猛有力 可现在 一拳出去 却是如同打在了棉花上一样 这种感觉 让他几乎吐血 当然了 他好歹也是 叱咤国际的顶尖雇佣兵 战斗经验丰富无比 一击落空 他立刻变换招式 开始了新一轮的猛攻 赤狼经历大小战斗数百场 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战斗风格 现代格斗和真功夫结合起来 他每一招都直取要害 可以说是招招致命 灵霄则是以太极应对 柔静死死地克制着赤狼的肛猛 一时间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速度快捷无双 在外人眼里 两人的身形 甚至都拉出了一连串的残影了 好强 玉冰眸子里满是惊讶 这小子 周坤和师爷曹芒 同样惊讶 砰砰砰 此时 闷响声依旧 灵霄的系统面板上 不断地跳出传说直家的字样 终于 传说直突破了二十万的门槛 达到了灵霄目前的最巅峰 哄 也就在这时 赤狼久攻不下 呼得后退开去 灵霄没有追击 停在了原地 淡淡地看着赤狼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镇压他没问题吗 周坤不爽地开口 坤哥 没问题的 赤狼深吸一口气 身躯微微一沉 哼 周坤很是不悦地冷哼 而此时 灵霄敏锐地看到 赤狼身周的血管 似乎都在滚动 似乎血液在加速运转 他的力量有了巨大的提升 这又是什么 灵霄很是惊讶 同时他也知道了 似乎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有着一套独特的体系存在 一时间 他不免起了探索之心 小子 你的功夫很古怪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太极吧 不得不说 太极还真是我们 横连一脉的克星 不过也无所谓 只要有绝对的力量 你的手势 也不是不可破的 赤狼的话音响起 他所说的 一点没错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灵霄的上限 比他想象的高多了 根本不是他所能够触及的 哄 他再次踏步 身形猛冲而来 浑身力量凝聚 一拳猛然轰出 空气中传出气暴声 似乎因为拳头太快 空气都被压缩到了极致一般 算了 懒得跟你玩了 感受着这一拳 灵霄有些失望地摇头 他本以为这赤狼 能够让自己 估算出自己的战斗力呢 然而 赤狼有些过于地弱了 即便是现在拳力爆发 好像也连对他产生 一丝威胁都做不到 没有了继续玩下去的心思 灵霄轻轻踏前一步 猛的一技 直拳打了出去 哼 竟然放弃柔劲 已刚进跟我对拼 简直找死 看到这一幕 赤狼忍不住冷哼出声 同时感觉受到了侮辱 力量猛然在增一分 哄 两拳相撞 恐怖的力量在席卷 赤狼嘴角泛起冷笑 巴吉巴 而此时 灵霄心底淡淡一鹤 一股恐怖力量猛然爆发 不仅如此 灵霄还将体内那股神异力量 也调动了一丝 汇入了拳头之内 轰隆 赤狼耳边 传出了一声乍响 似乎有一座巨月 在眼前崩塌 拳头处 突然爆出了 惊天动地的恐怖力量 让他心脏都忍不住 骤然紧缩 你这 不是刚进 赤狼猛地惊呼出声 随后嘴巴一张 竟是喷出一大口鲜血 怎么 赤狼瞪圆了眼睛 瞳孔收缩成真状 话音结巴 声音还未完全传递 那恐怖剧力 已然爆发 赤狼的身躯 不受控制地飞起 然后猛然倒飞了出去 扑 身在空中 一大口鲜血喷出 化作一盆血雾 周坤和师爷曹芒 目瞪口呆 他们跟赤狼 几十年的交情 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赤狼这么狼狈 以往 赤狼在他们眼里 那可是无敌般的形象 现在 竟然这么凄惨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甚至会以为自己 在做梦 碰 终于 赤狼砸落在地 身躯滑出去了十几米远 才堪堪停下 嗨嗨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艰难地撑起身子 半跪在远处 微微抬目 看着凌霄的目光 满是震撼 这 这还是人吗 玉冰亲眼着红唇 满脸的惊诧 凌霄给他的震撼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呀 此时的凌霄 在他心里 变得愈发地神秘起来 他甚至忍不住想要去探索 这个人 到底还隐藏着何等秘密 啪啪 所有人惊骇欲绝的当口 凌霄双手相互拍了拍 拍走了那不存在的灰尘 接着他抬步朝着周坤走去 目光直视着 这位东区这边 所谓的江湖大佬 你干什么 退回去 师爷曹莽猛猛地开口 显然 他早已习惯了高高在上 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 啪 凌霄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抬手 一巴掌甩出 啊 曹莽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被扇飞出去 金丝边眼镜碎裂 摔出去很远 凌霄踏步来到周坤进前站定 淡淡地看着他 周坤很硬气 不愧为一方大佬 心里虽然很慌 但依旧跟凌霄对视着 丝毫不出 凌霄眼睛微微一眯 叫你来 只是想跟你谈谈 让你的人 不要骚扰到我的亲人 不可能 周坤直接摇头 你我已经结仇 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该说不说 不愧是大佬 大佬该有的牌面 他这里一点也没有落下 明明已经处于劣势 但是却依旧硬气得很 凌霄眼睛微微一眯 这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想要自己给抬接下 这完全不可能 抬手 刷 残影划过空气 凌霄一巴掌 直接落在周坤的脸上 啪 清脆的声音响起 周坤整个身躯 被扇得斜着朝地面撞去 砰 与地面亲密接触 周坤大脑一阵嗡鸣 眼前一片漆黑 凌霄抬脚 一脚落下 踩在周坤的大脸上 就像是先前踩着陈伟一样 你倒是硬气 不死不休是吗 行 那就不死不休 周坤做大佬做惯了 真以为谁都要惯着他 凌霄有系统做后盾 迟早有一天军灵天下 还需要惯着他 对凌霄来说 周坤这样的 迟早都是被踩着的小角色而已 他真的 这么做了 陈伟都猛逼了 凌霄一开始就说 让周坤来见他 然后就像踩他陈伟一样 踩周坤 当时陈伟觉得 凌霄死定了 可是现在 凌霄竟然真的做到了 陈伟差点背过气去 这特么的 完全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好吗 传说值加999 传说值加777 此时 凌霄的系统面板上 传说值也在疯狂地上涨 眨眼就到了21万 周坤 东区名副其实的大佬 从未有人想过 有一天 他会被这样踩在脚下 而踩他的 不过是一个大学生而已 侍郎和师爷曹芒都呆了 眼神复杂到了极致 御兵美眸中 一踩连连 他心头 也充满了震撼 那可是周坤 虽然他不是很了解 但也知道 周坤在东区这边有多硬 那可是连他爷爷 郁梦国的面子都不卖的人 可现在 竟然就被林霄 这么踩在了脚下 或许 他真的就是那个特意出现 为我愈加破局的人 御兵在心底呢喃 不知想到了什么 翘脸 飞起两道红霞 你 你找死 周坤从血运状态回过神来 感受到自己脸上传来的刺痛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这辈子 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是你说的 不死不休 我照做而已 林霄的声音 落在周坤耳中 这一刻 便是周坤也不得不佩服林霄了 面对自己 竟然也如此果决 可周坤心底 更多的 却是无边怒火在汹涌 小子 这里是东区 是我周坤土生土长的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我周坤在这里的能量 不死不休 好得很 你有本事 今天弄死我周坤 要不然 别说在这东区 在整个安城 你和你的家人 都不得安省 横得怕愣得 愣得怕不要命的 周坤混的是江湖 就是那不要命的 从不考虑什么后果 碰 林霄猛力甩出一脚 黄豹的力量 直接将周坤踢得翻滚了出去 撞在了师爷曹芒身上 啊 曹芒被撞得倒飞了出去 嗨嗨 周坤身形止住 强撑着没有趴在地上 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伸周 传来撕裂般的痛楚 但他依旧硬气 哼 不敢杀吗 你满心牵挂 对不对 杀了我 你也跑不掉 但我要是什么时候让人杀了你 杀了你的家人 你拿我没办法 周坤冷笑 疯狂地挑衅林霄 呼 林霄深吸一口气 随后缓缓吐出 他几步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满目极傲的周坤 那一道猙獰的刀疤 显得无比的刺眼 砰 抬脚 林霄再一次将周坤踩在了脚下 你倒是提醒我了 既然都是不死不休 既然你要对我家人出手 那我为什么不能对你家人出手呢 就今天吧 你家所有人都跟你去死 林霄声音淡然 说出的话 却是使得周坤瞳孔骤然收缩 此时 林霄看向玉冰 玉冰 玉家应该能够找到他家人的所在吧 周坤浑身一抖 他刚才 忘了玉家的存在 这一刻 心里猛得有了不好的预感 这边 玉冰轻轻点头 林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碰 他又猛踩一脚 周坤的脑袋撞在地上 撞得七昏八素的 不死不休吗 我图了你满门 立马深入大山 没人能找到我 林霄淡淡的声音如同重锤 狠狠地落在周坤的心头 坤哥 此时 赤狼猛然开口 他是暗尽高手 普通的手枪 在他提前预判之下 都难伤他分毫 嗨嗨 扑 赤狼话音惊恐 话没说完 牵扯到伤势 立马剧烈地咳嗽起来 并且喷出一大口鲜血 什么 周坤脑袋发晕 听到这话 历时震步 这一刻 作为大佬的所谓尊严 在家人和林霄的恐怖实力面前 轰然崩塌 等等 我认输 周坤忽然开口 话锋完全转变 哦 再说一遍 林霄嘴角一勾 他不由地看了一眼赤狼 他现在算是了解了 自己体内那股神医的力量 或许就是赤狼所谓的暗镜 他并不知道 这暗镜 到底给了赤狼多大的震撼 我 周坤 认栽了 此时 周坤再一次开口 一字一顿地道 林霄又踩了他几秒 然后缓缓地移开了脚 麻烦你说到做到 要不然 就跟你说的一样 除非你杀了我 否则 你和你的家人 别想安生 林霄说完 转身就朝着玉冰走去 这本就是一场 跟江湖大佬的心理博弈 若说 让林霄真去杀人 那除非是十恶不赦 要不然 他也真下不去手啊 可若真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林霄自然也不会手软就是了 我们走 林霄伸手 拉着玉冰离开 他 真有这么恐怖 林霄走远 周坤踩咬着牙 看向赤狼 赤狼没有说话 拉开衣服 周坤抬眼看去 瞳孔收缩成症状 赤狼的胸前 竟是完全塌陷 肋骨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伤势极其严重 若非他乃横练高手 现在怕是已经离死不远了 我估计 这最多 是他四成左右的力量 就在这时 赤狼的声音 又将周坤的震撼 拉高了 到了另一个层面 四成力量 这 这么强 周坤喉咙滚动 咽下一大口唾沫 赤狼的话 着实震惊了他 赤狼的战斗力 他比谁都清楚 赤狼强 是强在身体上 普通的刀具 即便从他皮肤上划过 也只能留下一道白痕 但就是这么强的身体 却是在 林霄四成的力量之下 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周坤不震撼都不行了 暗尽的恐怖 不是凡人能够理解的 赤狼苦笑 咳嗽两声 嘴角一血 刚才 他可是动用了横练秘法呀 气血疯狂运转 加持自身 可惜却是在瞬间败北重伤 他心里对暗尽充满了无限向往 可那需要无上天赋 他都不知道 自己这辈子能不能达到 唉 此时 赤狼甚至忍不住叹气苦笑一声 林霄如此人物 之前他们竟然还想着招揽人家 这般存在 要什么不是唾手可得 他们在人家眼里 又算得了什么呢 周坤此时也是抿了名嘴 显然 他也看出了赤狼的想法 可惜 他也无话可说 许久过去 周坤一行人 才离开了东街的街口 这时候 才有街坊打开门走了出来 他们一个个脸上 均是残留着不可思议的震撼 要变天了 周 周坤竟然 被 被教育了 不仅如此 看周坤的意思 连报复的想法都没有 街坊们震惊得不行 可是先前天色昏暗 他们又因为出于对周坤的恐惧 根本不敢关注这边 他们甚至不知道 那个教育周坤的人 到底是谁 传说值 加165 传说值 加199 此时 林霄已经带着御兵 走进了自家的老旧小区 系统面板上的消息在滚动 传说值达到了22万 当然 最引人注目的 是其中一条消息 第一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脚踩东区大佬 获得罕见级抽奖机会 加一 哦 还有这种好东西 林霄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罕见级啊 之前的罕见级抽奖 可是直接获得了未来消息的 那是价值十亿的消息 不知道这一次 又能够抽到什么 林霄按捺不住想要抽奖 不过此时已经到了高强家门口 高强一直在家门口 焦急地来回踱步 直到看到林霄和御兵的身影 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大口气 萧哥 高强大踏步冲了上来 快速来到近前 萧哥 你们没事吧 那些人呢 没事 已经解决了 林霄暂时关闭了系统面板 拍了拍高强的肩膀 呼 高强缓缓吐出一口气 心里大石落下 萧哥 你见到 周坤了 周坤的恐怖 东区很多人都知道 高强很好奇 林霄是如何应对周坤的 见到了 林霄轻轻点头 不过却没有解释 强子 以后再慢慢跟你说 现在也不早了 我们得回去了 你的手 在附近包扎一下 明天来找我 我给你处理 还有 别忘记明天代表输过来 对了 车子的话 你打电话给王新蕊吧 林霄一一交代 好的 萧哥 萧哥 你慢点 萧子 慢点 高强父子送行 林霄朝着他们白白手 带着御兵离开了东区 二十分钟后 林霄回到了桃花园一号 你住这 看着豪华的一号别墅 御兵忍不住眉头轻轻皱起 根据御家查到的消息 林霄好像是一直住在学校宿舍的呀 进门时候的身份识别 就震惊到他了 没想到 现在林霄直接来到了一号别墅 桃花园他知道 这里可是越靠前的别墅越贵的 这一号别墅 价值怕是不低于一亿 尊贵的林先生 欢迎回家 林霄还没回答 别墅的智能管家 却是已经给出了答案 呵呵 我也是当当住进来 林霄笑着回应一声 进来坐坐 御兵摇摇头 改天吧 我妈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我得回去了 不知道要干什么 好 林霄也不挽留 路上注意安全 嗯 御兵爬上大G 很快便离开 林霄目送 随后也进入了别墅之中 天色已晚 林霄没有去医院 只是跟齐岩开了个视频 明天就要 给表叔治疗伤势了 一些该治办的东西 先罗列一下 林霄现在 好歹也是个中医大师 可惜却是什么医疗物件都没有 他直接拿了一张A4纸 开始罗列一些 必须要准备的中医工具 打算明天直接去买了 足足一个小时 林霄才罗列完毕 检查了一遍 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林霄才收起了纸笔 差不多了 系统 打开面板 林霄呢喃着 眼前系统面板凭空浮现 先使用罕见级抽奖 之后再进行高级抽奖 林霄做出决定 意念很快下达了指令 罕见级抽奖的次数 直接归零 在林霄满怀期待之中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 获得价值1.3亿元顶级超跑 布加迪 黑夜之声 我靠 林霄眼中金光闪烁 脑海中出现大量信息 有关于黑夜之声 在车库里的位置信息 也有一英文件的存放地 林霄心面一动 直接从系统空间 取出了车钥匙 科技感十足的车钥匙 就像一台无限压缩过的超跑 量子触屏质感超凡 轻轻点动 运行流畅 车子 绝对是能够激起 男人原始野望的最强力气 这一刻 林霄连20连抽的想法 都暂时压下了 直接打开门 朝着地下车库而去 很快 明亮的地下车库里 一台漆黑如墨 却是散发着耀眼黑芒的 炫酷超跑 映入眼帘 流线型的车身 如同低伏在地的洪荒野兽 林霄轻触解锁 嗡 嗡 黑夜之声直接咆哮了起来 全身灯光闪烁 仿佛在欢迎着主人的到来 林霄来到近前 他立马如同恭敬的奴仆 自动地打开了车门 牛逼 林霄都不知道 用什么言语来形容这台车了 实在是炫酷到了极点 赶忙坐了上去 细细地感受着他的一切 太晚了 要是车 还是明天吧 林霄开着不加敌 黑夜之声 在车库里随意溜达了两圈 随后按捺住出去飙一把的冲动 锁好车门 地下车库里突然出现的超跑 还是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能在桃花园住的人 身份自然都不低 很多人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黑夜之声 很快 大量的照片便上传到了网上 一条条帖子也开始热议起来 卧槽 不加敌 黑夜之声 价值1.3亿的超跑 现身安城 尼玛 是哪个隐藏大佬 黑夜之声啊 桃花园 这里是桃花园的地下车库 大佬在桃花园啊 靠 马德 只能看看以后有没有运气 在大马路上见到了 网络上 一片沸腾 灵霄的传说 直在小幅度的攀升 不过他 却是没有太在意 回到1号别墅 灵霄再一次打开系统面板 传说值已经增长到了23万 系统 高级抽奖 23连 恭喜 金钱加10W 恭喜 金钱加10W 恭喜 金钱加10W 接连的飞球 灵霄嘴角一撇 表示完全习惯了 恭喜 金钱加300W 终于 一道 有别于先前的提示音 让灵霄眼前一亮 不过随后 又是一连串的 加10W的提示音 灵霄忍不住张开嘴 打了一个呵欠 可突然 他张开的嘴 闭不上了 系统 在这一瞬间 仿佛是打了鸡血 连续地开舍出货 恭喜 价值3000万的蓝钻项链 天使之类 恭喜 获得价值2000万的蓝钻腕表 天使之星 恭喜 获得价值5000万 蓝钻王冠 天使之冠 三件东西 价值一亿 两久 灵霄的嘴巴才闭上 还是套装不成 他一年微动 立刻沉入了系统空间 很快便看到了系统空间中 每轮每换的三件蓝钻首饰 可还没等他细细欣赏 系统又出货了 恭喜 获得黑玉生机高配方 这一次 没有物品出现在系统空间 但是 却有大量的信息 涌入了灵霄的脑海 黑玉生机高 由药王耗费 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 蜜传药膏 聚服生机有着奇效 嘶 这已经超越了 普通药物的范畴了吧 介绍的信息很多 反正大体上看 这黑玉生机高的功效 已经超过了市面上 任何一种外商用药 如果能够投入市场 那岂不是要逆天 灵霄呢喃一声 细细研究材料 发现都是一些名贵中药材 不过不碍事 都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 便是只凭借此物 也能一辈子一事无忧了 不 负责时代都不在话下 灵霄感慨一声 同时将黑玉生机高的 药材购买 也列入了明天的日程 正好 这黑玉生机高 对于表叔高成龙的腿伤 有着奇效 正可谓是瞌睡 来了送枕头 恭喜 获得锦绣天下房地产 70%股份 系统提示音 继续在脑海中响起 系统 你今天是抽了吧 灵霄吞咽下一大口唾沫 他都不知道 是自己幸运 还是系统今天出bug了 反正这些货 是真的有点多了 锦绣天下 他知道这个房地产公司 刚刚开起来而已 只是开发了一个小楼盘 公司市值 甚至都还没有超过一亿 所以 他的70%股份 也就价值几千万而已 要问灵霄 为什么这么清楚 这还得追溯到之前 奇岩还没病之前 奇岩刚好在这个公司 开业时候进去上班 算是第一批老员工了 本来吧 升职加薪 都在跟奇岩招手了 可惜却检查出了癌症 无奈只好离职了 哼 正好 等妈出院 就把这股份送给她 让她去当董事长 一步 从基层成为老大 灵霄笑了起来 她甚至能够想象到 奇岩成为董事长之后 震惊的表情了 时间在快速过去 23连抽 终于结束 不知道是不是 灵霄吐槽的原因 在锦绣天下的股份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了 全是保底十万 当然 灵霄也很满足了 这一次23连抽 获得的东西价值不菲 尤其是那黑玉生 极高配方 若是投入市场 绝对能够短时间 收拢大量钱财 灵霄看了一眼 银行入账短信 现在这些钱 几乎不能让她 有太多波动了 毕竟 她可是随手 就消费了一亿的男人 而那一亿 只要等着再过十多天 立马就能变成十亿 钱 对于现在的灵霄来说 真的只是个数字了 而这一切 从获得系统至今 不过短短三天而已 别说别人了 就连灵霄自己 此刻都有一种 在做梦的感觉 坐在客厅沙发上 灵霄回想着这三天的一切 渐渐地竟然睡着了 而与此同时 在玉家大宅 正发生着一件不愉快的事 玉冰刚刚回家 立刻便被叫到了一室大厅 玉梦国老爷子不在 只有玉冰的父母 和玉冰的二叔在 三人脸上无比沉重 静静地看着玉冰 玉冰的父亲叫玉松文 二叔叫玉松武 两人是玉家现在的一二把手 当然 玉家的大权 或者说四海的大权 现在还掌握在玉梦国的手中 玉冰的母亲叫做秦芳 秦家在安城 也算是个大家族 虽然不如玉家和四海集团 但也有着很强的手段 爸 妈 二叔 玉冰看三人的脸色 就知道 必然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而这事 肯定和自己有关 玉冰心底 不好的预感在蔓延 三人朝着玉冰点头 不过他的爸妈 却是没有说话 反而是玉冰的二叔 踏前一步 开口了 冰冰 关于嫁给李胜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 玉松武很直接 没有半点委婉地问道 玉冰眉头一挑 二叔 我说过 我不会嫁给李胜的 让他死了这条心马 更何况 我爸妈都没有同意 玉冰看向玉松文和秦芳 然而此时 两人却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玉冰心头一突 爸妈 你们 玉松武嘴角一勾 但笑起来 冰冰 我跟你妈 改变主意了 玉松文有些心疼地看着玉冰 轻声开口 秦芳也是缓缓点头 冰冰 或许李胜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哄 玉冰脑海中 猛地传出一声乍响 他大脑在这一瞬间 仿佛变成了空白一片 他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的爸妈 爸 妈 你们不知道李胜的德性吗 你们不是说 不会让我成为集团的工具吗 玉松文和秦芳看着玉冰的样子 一阵心痛 可却是无力地摇摇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此时 玉冰的二叔玉松武 却是开口道 冰冰 不要再任性了 你生在玉家 是四海集团的掌上明珠 你一出生 便肩负了让集团和玉家辉煌的使命 不 我不需要 这是你们强加给我的 玉冰转身 怒声开口 玉松武摇摇头 就算是我们强加给你的 你也得接着 毕竟 你姓玉 哼 玉松武突然冷横出声 这几天你接触的那个小子 最好跟他断了联系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算什么东西 玉松武所说 自然是灵霄 二叔 不许你这么说灵霄 他是我的朋友 玉冰声音提高 也罢 无所谓 现在说 这些也没用 李胜在你们学校 现在 你立刻过去见他 玉松武好似 不想在灵霄的话题上纠结 直接转移到了另外一个话题 不去 玉冰冷着脸 吐出两个字 玉松武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了玉松文和秦芳 两人对视一眼 秦芳走上前 拉住玉冰的手 冰冰 去吧 就当帮我们一次 四海药业股价在疯狂下跌 已经连续跌停了 如果没有特殊机遇 不出一个月 必然停牌 四海药业是我们玉家的根本 若是停牌 其他产业的运转 也会出现问题 四海将出现巨大危机 妈 玉冰浑身一颤 我真的就要作为家族的牺牲品吗 他不甘心 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有些事 没办法 秦芳低下了头 他也不愿意自己女儿 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可那是四海集团的根啊 玉冰身躯轻颤 美眸流转 看向玉松文 轻唤一句 爸 哎 玉松文叹了一口气 看向玉冰 缓缓开口 冰冰 去吧 你可以试着跟他接触一下 若实在不行 可以再商量 总之 先度过眼下的危机 才是最重要的 玉冰正在了原地 眼神空洞了下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才回过神来 他缓缓放开 拉着秦芳的手 头颅低垂了下去 我知道了 他转身 踏步离开 玉松五笑 看着他的背影 玉松文和秦芳 则是一脸的心疼 走到门口处 玉冰身形微微一顿 我不会嫁给他 不会跟他有任何瓜葛 玉冰抬头 眼神很坚定 嗯 玉松五眉头一拧 冰冰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玉冰赫然转身 指示着玉松五 二叔 我很清楚 自己在说什么 我绝对不会 成为你们利益的工具 放肆 玉松五声音提高 你这是 要置家族于死地不成 玉家 四海集团 难道没有崇山 就不能活了吗 玉冰咬着牙 你懂什么 玉松五声音低沉 崇山如果在现在落井下石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四海和玉家将会加速崩盘 冰冰 你二叔说得不错 你千万不能任性 没错冰冰 崇山不是善查 我们四海以前跟他们争锋相对 现在他已经有了要落井下石的苗头 秦方和玉松文也急忙劝说 我不要 玉冰很倔强 转身就走 我要去告诉李盛 我玉冰便是死 也不会嫁给他 胡闹 冰冰 X2 玉松五 玉松文和秦方同时开口 可是此时 玉冰根本不理会他们 自顾自地朝着外面走去 眼看着 他就要离开三人的视线 玉冰 你今晚不去见李盛 你就再也不是玉家的人 突然 玉松五的吼声传来 玉冰身形一顿 转过身 不可思议地看着意识厅内的三人 这一刻 他多想听到父母的反驳 可 却是没有 父母在沉默 玉冰的心脏 不争气地停跳了一拍 一股钻心的痛 直袭灵魂 爷爷 也是这个意思 玉冰抿着嘴问道 玉松五淡淡点头 这件事 全权由我们自己决定 这一次 你爷爷不会干预 要不然 为什么他不来 玉冰一颤 对啊 以前在一世听谈事情 都是玉孟国来主导 可这次 玉孟国却根本没有来 他心如死灰 爸 妈 他再次看向玉松文和秦芳 然而 两人 却依旧没有说话 继续沉默 看了许久 玉冰失魂落魄的低下头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转身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离开 唉 看他离开的样子 玉松文和秦芳心疼不已 老二 爸要是知道了 你知道后果吗 玉松文此时突然开口 哼 玉松无冷哼一声 大哥 你跟爸都是优柔寡断之辈 冰冰他一出生 便没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 四海需要他 他必须做出牺牲 四海药业多重要 你我都知道 难道大哥 你真的想要看着四海崩盘 唉 玉松文摇摇头 这当然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同样的 他也不想看着自己的女儿步入深渊 可 这世界上的事情 又怎能两全 玉冰失魂落魄地走出一室厅 此时 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大小姐 我会送您到安大的礼堂 麻烦你了 玉冰随口说了一声 跟着离开 他紧握着手机 临上车时 他顿了顿 打开微信 找到林霄 发出一条信息 等了几秒 没有收到回应 他无奈一叹 应该睡了吧 算了 就不打扰他了 呢喃着 玉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安大 一袭红毯 直接从大门口 便扑到了大礼堂 一路上 各色玫瑰满布 扑就出一条玫瑰大道 仿佛直通幸福的天国 周遭 灯光耀眼 照耀的世界一片雪白 一辆辆豪车 停在大礼堂外 大礼堂被布置得 如同西方童话世界的天堂一般 美轮美奂 嗡嗡 令人沉醉的咆哮声响起 一辆赤红的兰博金尼大牛 开到了大礼堂之中 直接开到了礼堂最中央 哇 大牛啊 崇山集团太子爷驾到 这一刻 礼堂里喧哗了起来 无数人尖叫 他们都是安大的学生 虽然今天放假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去了 今天 安大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甚至有人提前赶回了学校 经过交谈 同学们几乎都知道了 今天是崇山集团太子李盛 向他们安大低笑话 冰霜女神御冰表白的日子 哎 有钱人的事件 我是真的不懂啊 区区一个表白 这花费 怕是得上百万了吧 人群议论纷纷 那可不是 就那从学校大门口 铺到大礼堂的玫瑰花 都要几十万 则则 玉校花真是太幸福了 要是谁这样 跟我表白 我一定立马答应下来 现场无比嘈杂 而此时 大牛的车门缓缓开启 一席高端定制西服的李盛 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一头灰发 身材高挑 面容英俊 刚刚下车 立刻便引得安大花痴们 一阵尖叫 啊 李少 我爱你 这就是崇山太子爷吗 好帅 我 我恋爱了 李盛少爷 看看我吧 我愿意无条件暖床 李盛听着周围的尖叫声 心里无比满意 李少 玉冰小姐到了 就在这时 李盛的耳脉中 传来一段声音 嗯 李盛淡淡点头 随后轻轻调整了一下领结 便将目光投向了红毯镜头 那里 一辆劳斯莱斯停下 车门打开 玉冰窈窕的身段 立刻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玉校花来了 好羡慕啊 玉校花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可惜 可惜啊 马上就要名花有主了 也只有崇山太子李盛这样的人 才配得上玉校花呀 玉冰目光无比复杂 心情格外低落 但此刻 他却也只能硬着头皮 踏过那玫瑰大道 走入了大礼堂之中 尖叫声在传响 大礼堂的每一个人 都在疯狂地呐喊着 李盛更是直接开口 一大段无比深情的告白 开始侃侃出 玉冰就这么站在李盛对面 说实话 他对此直接无感 脑海中 反而不断地闪过玲霄的身影 可惜 玲霄直到他下车 都没有回消息 也许 他也并不能帮我破局吧 一切都是 我跟爷爷的异想天开 玉冰在心头 呢喃了一声 而此时 桃花源一号 玲霄醒了过来 他不是自然醒 而是被手机震的屁股都骂了 又忘了屏蔽群了 玲霄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本打算直接关机的 可人脸识别之后 却是自动进入了主页面 呃 玉冰的消息 玲霄没有去关注群聊 而是打开了玉冰的微信 上面只有一句话 大理堂 带我走 六个字 魔灵两可 什么情况 玲霄皱眉 有些不明所以 打算打个电话问问的 可是此时 群聊里刚好跳出玉霄花三个字 玲霄毫不犹豫地点进了群聊 哇 太幸福了 玉霄花的真爱 这才是真爱啊 李少太深情了 竟然写了这么深情的表白词啊 李盛表白 玲霄一正 赶忙点开了一个直播链接 顿时 安大大礼堂中的 画面出现在了眼前 李盛依旧在背诵着他的表白词 而玉冰则是定定地站着 面无表情 刷 玲霄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下一秒 他转身飞奔向地下车库 一分钟不到 布加迪 黑夜之声咆哮着冲离开车库 在黑夜里 化作一道黑色闪光 冲出了桃花园 而此时 大礼堂中 李盛的长篇大论 终于结束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冰冰 我喜欢你 我愿意为你 做任何事 请给我一个机会 做我女朋友吧 李盛露出绅士的笑容 踏步走到了玉冰的身前 微笑着看着玉冰 四海遇到了巨大危机 现在 只有崇山 才能解救四海 他特意挑了这么一个时间表白 便是算死了玉冰不得不答应 如果是平时 无论他搞多大的场面 玉冰必然都不会看一眼的 可现在 玉冰来了 既然来了 必然是已经准备答应了的 不答应不行 不答应 四海必然崩盘 李盛自信地笑着 我拒绝 然而 让李盛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的话音落下的瞬间 玉冰便毫不犹豫地开口了 嗯 什么 玉孝花 拒绝了 这 沉寂的人群都哗然了 李生内心一沉 目光中闪过一道冷光 当然 他脸上表情并未有丝毫变化 他依旧保持着绅士的笑容 冰冰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对吗 我没有开玩笑 玉冰再次开口 疯了 他这是 要将我四海和郁家置于死地 郁家之中 郁松武直接暴怒 他们可是在观看全程直播呀 冰冰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哎 郁松文和秦芳也是叹气不已 此时 郁冰又是一字一顿地道 李盛 我不喜欢你 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全场再一次迎来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是猛逼的 他们本以为 这一切不过是顺理成章 却不想 结局有这么大的反转 李盛脸色冷了下来 郁冰 你真要置你郁家和四海于不顾吗 我们不可能 哼 我想不出 除了我 谁还跟你有可能 难道 是那个穷小子林霄 你看上他了 李盛身上佩戴着耳脉 他的声音 自然传遍了全场 什么 林 林霄 嗯 什么情况 李少怎么忽然说起林霄了 人群疑惑万千 卧槽 大新闻啊 林霄难道已经跟郁孝花有关系了 还真不好说啊 可是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跟郁孝花之间的差距吗 哈哈 还真是不自量力呢 以为捡漏了两次 就能平视郁孝花了吗 礼堂内 人群开始议论纷纷 李盛的一句话 可谓是将现场气氛直接引爆了 听着那嘈杂的声音 李盛嘴角直接勾起 而郁冰 脸色则是略微难看 李盛 把林霄单独提出来 明显没安好心 这种情况下 即便他跟林霄没关系 也要被人挠不出许多东西 而这些言论对于现在的林霄来说 明显是不利的 李盛 你不要胡说八道 郁冰快速开口 现场的议论声暂时压低了一些 我真的是胡说吗 然而 李盛却是随意地回了一句 意犹所指 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诡异起来 郁冰目光更沉了 这时 李盛却是摇摇头 看着郁冰 冰冰 说到底 他不过是个穷小子罢了 他给不了你高质量的生活的 他的事我也听说了 古玩节减落百万 翠云节又减落了一亿 倒是真的有些运气 可这些 都不过无根扶贫而已 依旧改变不了他穷小子的身份 李少说的没错 郁孝花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就是 就是 一个穷小子而已 配不上郁孝花你 只有李少 才是你的归宿 有人带头大喊起来 不是别人 正是宋高飞 在他的话落下的当口 立刻便有人附和了起来 随后 李唐再次嘈杂 李盛在这一瞬间 变成了郁冰的天命之子 简直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李盛无比满意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郁冰拒绝了也无所谓 他可以徐徐徒之 反正就是要营造出 郁冰只能是他的这种场面 顺便也能打压一下 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何乐而不为呢 郁冰没有说话 眸子中却是有寒冰在闪烁 而此时 李盛继续开口 冰冰 其实我知道 林霄拿着他的遗意 买了东区的荒地 他现在手里 已经没钱了吧 郁冰赫然抬头 你调查他 这种事 还需要调查吗 自然而然的 有人告诉我 李盛怂怂肩 他确实没有调查林霄 他甚至都没有 将林霄视作对手 又何必浪费时间 只不过他在关注郁家 郁家在调查 东区荒地的事情 很快就有人反馈到了他家这边 他当然就知道了 冰冰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林霄那块荒地 是真的荒地了 他的遗意 打了水漂 他这辈子 也难以翻身了 有些人 一时的运气而已 便总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 好高骛远了 刚拥有了走的资格 就要学人家跑 真以为自己跑得起来吗 遗意 对普通人来说 已经很多了 可惜啊可惜 就这么砸在了手里了 冰冰 你别对他抱有太大期望 只有我 才能给你幸福 李盛自信地微笑着 哗 此时 现场也再次哗然 卧槽 今天大瓜呀 林霄竟然拿意去买了荒地 那他现在也没啥钱了呀 马德 抱舔天窝 这么多钱 就这么砸在荒地上了 唉 垃圾 要是给我一个亿 就是躺着吃利息 也比砸在一块荒地上要强啊 那荒地我知道 平日里也就是给人建仓库用的 很多地方还凹凸不平 连建仓库人家都嫌弃 完了 本以为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却不想 已经中途陨落了呀 大礼堂 人生鼎沸 宋高飞这位李盛的超级狗腿 无比满意现场的气氛 当即 他大声吼道 玉孝花 答应李少吧 唯有李少 才是众望所归 才是玉孝花最好的归宿 答应李少 答应李少 无数人附和起来 吼声震天 玉冰俏脸微白 但却是目光坚定地摇摇头 李盛眉头微皱 现场气氛都已经被推到巅峰 玉冰还不答应 这多少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意思了呀 他眼睛微微一眯 既然如此 那就再展露一些东西吧 啪啪 他抬起手摆了摆 清脆地掌声透过音响 传遍整个大礼堂 现场气氛立刻沉静下去 而此时 黑暗中 一名身材高挑 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 缓缓走到了灯光下 他的手里 捧着一个银色盒子 在灯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刺眼的银灰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李胜少爷 西方美女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朝着李胜微微鞠躬 冰冰 介绍一下 这位 国际时尚潮流奢侈品顶尖设计师 罗维尼 罗维尼朝着玉冰轻轻鞠躬 玉冰小姐您好 久仰您的大名 玉冰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李胜想要干什么 罗维尼 我去 竟然是罗维尼 奢侈品之神 埃尔 诺德华最杰出的学生 卧槽 大手笔 这特么才是大手笔啊 罗维尼 如此恐怖的国际人物 也只有李少这样的人 才能邀请到了吧 什么罗维尼 什么艾尔 诺德华 什么人 然而 更多的人对此却是很陌生 发出了无比疑惑的询问 不懂温度娘啊 你们修斗了吗 有人呵斥 不过没人生气 全都拿出手机开始搜索 一瞬间 大量的关于罗维尼和奢侈品之神 埃尔 诺德华的消息 便被众人得知 埃尔 诺德华 奢侈品设计师 拥有最为顶尖的设计和制作工艺 欧洲皇室所有奢侈品 都是由他的团队设计并且制作的 埃尔 诺德华最巅峰的作品 叫做天使之恋 那是他穷尽一生的神作 欧洲皇室 曾出价两亿元要购买天使之恋 却是遭到了埃尔 诺德华的拒绝 他曾说 艺术无价 那是他的巅峰 而直至他死去 那天使之恋 也没有出现在世人眼前 这几乎成为了奢侈品界的最大遗憾 罗威尼 奢侈品之神 埃尔 诺德华 最杰出的一名学生 如今 国际奢侈品界对罗威尼的评价是 他将在未来 达到他老师 埃尔 诺德华的高度 这是真正的名人了 拥有无穷潜力的名人 卧槽 原来是顶级名人 长见识了呀 妈妈 我出息了 我竟然有一天 能够见到这种精彩绝艳的人物 感谢李少 感谢李少啊 天啊 罗威尼 要是能够为我设计一件奢侈品 那我的人生 可就没有任何遗憾了呀 尖叫声 遍布大礼堂 名人笑应在蔓延 无数人眼中 闪烁起了光 啪啪 这时 李少又拍了拍手 再一次 将现场的气氛压了下去 随后 他眼神示意罗威尼 罗威尼会议 轻轻点头 随后走向御兵 在御兵身前一米处站定 这一刻 刺眼的灯光聚焦 所有人凭住呼吸 他们几乎能够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而来 只见 罗威尼轻轻将手中的银色盒子打开 顿时 在刺眼的灯光下 一抹触目惊心的红 呈现在所有人的眼中 那是一枚钻石 如同鸽子蛋一般大的血色钻石 御兵小姐 这一枚 是李少特地为您挑选的南非血钻 价值一千万 滑 全场哗然 羡慕的眼神 根本隐藏不住 之后 我们团队会全力为您设计 做出一条项链 这条项链李少已经为其命名 就叫做 清城 好名字 清城 玉孝花的容貌 绝对配得上清城二字 哈哈 我看是清国清城还差不多吧 众生都要为之着迷 羡慕啊 南非血钻 国际顶尖设计师团队亲力打造 玉孝花 你就赶紧答应了李少的追求吧 玉孝花 这样的男子 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呀 大礼堂 喧闹无比 玉孝花 你还在犹豫什么 李少已经做到了极致 换作灵霄 他能够做到这些吗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玉冰目光一寒 看了过去 正是李盛的超级狗腿 宋高飞 见玉冰看来 宋高飞也丝毫不处 继续大声道 玉孝花 酒瓶灵霄 他能为你做这些吗 他能够做到吗 说到底 他只是个运气好的穷小子而已 宋高飞的话 立刻引来更多人的负荷 就是 玉孝花 灵霄他配不上你 就算他没有投资失败 也跟你有巨大的差距 李少才是玉孝花 你的归宿 不仅仅是门当户对 更是为玉孝花 你做了这么多 哪怕只是一件事 都比林霄强百倍了 丁 此时 玉冰的手机响了起来 玉冰咬牙 滑动接听 答应他 立刻 玉松武冰冷的声音响起 玉冰紧抿着嘴 一言不发 他绝对不会同意 他不想被安排了人生 哼 李盛嘴角勾了起来 俨然已是一副 胜券在握的姿态了 他眼中 甚至已经划过一抹斜光 心底的征服欲在这一刻 被放大到了极致 乾坤已定 李盛暗自嘀喃一声 可是突然 一道刺眼的灯光 出现在玫瑰大道的尽头 哪个不长眼的 李盛眼眸一眯 看向了远方 可 入目的却是一片雪白 嗡 就在这时 一声如同洪荒巨兽咆哮的声响 在远方响起 嗡嗡 吼声在接近 终于 李盛看清楚了 那是车灯 一辆几乎完全融入了 黑暗中的超跑 急速接近 一路狂飙 冲过玫瑰大道 卷起漫天花瓣 吼 这一刻 所有人耳边 似乎都传来了野兽的嘶吼声 什么玩意儿 无数人的目光聚焦 历时 一道黑色闪电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卧槽 谁 马德 这么快的速度 找死吗 什么车 卧槽 好帅啊 布加迪 尼玛 布加迪 黑夜之声 刚刚才在网上刷到 卧槽 他 他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尖叫声四起 而此时 黑夜之声 也终于冲过了玫瑰大道 带着野兽般的嘶吼 进入了大礼堂 吱吱吱 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之下 黑夜之声车身一侧 直接飘移了一个大回旋 绕着玉冰和李盛 罗维尼三人转了一圈 随后 在无数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下 车门打开 一个人 一步从车上跨了下来 站定在玉冰的身前 吱吱吱 黑夜之声依旧在动 继续飘移 直到来到了玉冰的身后 副驾车门已经打开 就这么正对着玉冰 卧槽 这 这 这特么 也太帅了啊 大礼堂 所有人激动起来 如此华丽到极致的出场 在特么电影里面都看不到好吗 我来了 无比雌性的声音传出 音量不大 却是在此刻 深入人心 是玉冰 我的天啊 怎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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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敌 黑夜之声 他 他 他 林 玉霄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一刻 玉霄的面容终于被人看清 许多人死死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一刻 他们的世界观 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玉霄在他们眼中的形象 彻底被颠覆 传说值 加1111 传说值 加1234 林霄的系统面板 消息在疯狂滚动 传说值涨幅 首次突破到四位数 抱歉 不小心睡着了 然而 林霄没有管其他 而是对着玉冰轻声开口 没事 谢谢你 玉冰开口了 这一刻 一直以来的寒霜完全融化 所有人均是瞪大了眼睛 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玉霄花这副模样 他们绝对是这辈子第一次见 李胜皱起了眉头 内心一股火焰 也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燃烧到了极致 林霄一出现 别的不说 就单单那不加敌 黑夜之声 就直接碾压了他 他想不明白 那坐驾从何而来 林霄明明 只是个穷小子啊 甚至 他先前的那笔投资 还失败了的 那种超级跑车 是他能拥有的吗 我们走吧 而此时 林霄则是选择了无视李胜 直接邀请起玉冰来 嗯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玉冰转身 就要朝着黑夜之声的副驾驶走去 李胜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终于 他心头的火焰爆发 沉声呵斥 慢着 玉冰和林霄的身形同时一顿 但也只是一顿而已 两人都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就准备继续向前 可李胜却是不依不饶 立声道 林霄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冰冰 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你只是个穷小子 一文不值 林霄彻底顿住 玉冰却是看向他 轻轻摇头 意思很明显 玉冰让林霄不要在乎 这些不过 都是虚的罢了 然而 林霄却是回给玉冰一个放心的眼神 他赫然转身 淡淡地看向李胜 很明显 他不想留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带他走呢 李绍 强扭得瓜不甜 什么事都讲究你情我愿 哦 你有钱 有钱了不起吗 还不是连自己想要的 都得不到 哼哼 有钱了不起吗 还不是连想要的 都得不到 这句话 在这一刻 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 卧槽 林霄也太勇了吧 敢这么嘲讽李绍 哈哈 牛逼 怪不得玉校花会这样 连我都有点 对他刮目相看了呀 哼 傻逼 这么触怒李绍 李绍能给他好果子吃 礼堂里 一片哗然 许多人震撼地看着林霄 而此时 林霄的传说值也在暴涨着 李绍目光愈发阴沉了 要不是这里人多 他甚至都有宰了林霄的想法了 见他不说话 林霄也兴趣缺缺 没有再逗留的意思 眼神示意玉兵离开 这一次 李绍没有再开口阻拦了 实在是 不知道说什么了 林霄 李绍说的没错 你只是个穷小子 你哪里配得上玉校花 哼 你知不知道 单单是这一场表白晚会 李绍就花费了百万 你做得到吗 林霄 你连给李绍提鞋都不配 只有李绍和玉校花 才是门当户队 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该滚了 一道刺耳的声音突然响起 不是别人 正是李绍的超级狗腿 宋高飞 不错 林霄 你该滚了 哼 也不知道你出现在这干什么 这里 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与宋高飞交好 也想要巴结李绍的人 此刻也跟着附和起来 李绍嘴角挂起了一抹冷笑 无比赞赏地看了一眼宋高飞 转身的林霄 眼睛微微一眯 随后看傻子一样 看着宋高飞 和那群想要巴结李绍的人 你们都是傻逼吧 突然 林霄开口 全场一静 无数人在这一刻 憋起了笑 忍俊不惊 林霄 你混蛋 宋高飞脸色涨得通红 林霄 却是依旧以看傻逼的眼神 看着他 难道不是吗 你好好看看我的车 林霄指着不加迪 黑夜之声 我的车 价值一亿三千万 我卸个轮子都几百万 你说我搞不出这种 价值百万的表白会 他一个开魄大牛的都能弄 我开不加迪的不能弄 你什么逻辑 说你傻逼你还不服气 呃 宋高飞张大了嘴巴 彻底傻眼了 这特么 没法反驳啊 附和他的几人 此刻也是脸色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刚才光想的去巴结李盛去了 完全没有考虑太多东西啊 现在 简直是丢死人了 李盛目光变冷 恶狠狠地瞪了宋高飞一眼 哇 笑死我了 开一三千万跑车的人 拿不出百万 宋高飞咋想的 可 林霄的话没说错 他们都是傻逼 现场气氛热烈 所有人都在嘲笑 宋高飞尴尬的脚趾母 都要在地上 扣出三十一厅了 他大脑疯狂运转 猛地抬头 大声道 别拿车说是 林霄 这车是不是你的谁知道 全场都是一镜 一个个目光变得诡异起来 是哦 先前他们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林霄一个穷小子 这两天 虽然简陋了一些东西 但是 突然开一辆 一亿三千万的跑车 这有些不合理啊 林霄没有说话 目光依旧平淡 然而这一幕 在李胜和宋高飞看来 就是在死撑 林霄 无话可说了吗 李胜觉得 自己或许终于迎来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眼神逐渐变得戏谑起来 唉 林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有些人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他踏步 走到布加迪副驾驶 低头拉开储物箱 一瞬之后转身 直接走到了李胜跟前 一个透明的文件袋 直接递向李胜 李绍 麻烦你睁大眼睛看看 购车合同 过境票据 各种文件 以及纯金的保养手册 麻烦李绍帮忙找出点问题 林霄的声音 无比刺耳 李胜没有接 目光却是阴沉到了极致 林霄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拿出来 那肯定这些东西是没问题的 李胜要真去接了 那就是在自取其辱 现在 他只想把宋高飞拉上来 狠狠地揍他一顿 哼 看来是真的了 妈蛋 到底是什么你天人物啊 林霄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牛逼了 靠 羡慕了 豪车 美女 财富啊 人生圆满了 可惜了李绍 今晚被碾压得太惨了 一轮声四起 无数人有些怜悯地看着李胜 崇山太子爷 全方位地被碾压 换作是谁 怕是都要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了 玉冰此时美眸中一彩连连 说实话 林霄给他的震撼都是极大的 他完全想不到 林霄竟然拥有如此手段 这是全方位的碾压呀 根本一丝活路都没有留给李胜 当然了 宋高飞这个助攻也是给他相当漂亮的 不过估计今天之后 宋高飞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毕竟都是因为他 李胜才又接连丢脸了两次 林霄 你得意什么 就算车是你的 又怎么了 你还是连连给李绍提鞋都不配 你以为李绍买不起你那车吗 李绍想要几辆就有几辆好吗 突然 宋高飞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所有人目光都变得怪异起来 宋高飞说话的瞬间 李胜甚至有一种过去将他掐死的冲动 不过在听到宋高飞的话之后 李胜却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同时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脸上也出现了一抹傲然之色 这时候 气势绝对很重要 而此时 宋高飞的声音继续响起 李绍一个告白 立马送玉校花 价值千万血钻 甚至还邀请世界顶级奢侈品设计团队 为玉校花精心设计 你能做到吗 这次 就算你把车卖了 也没用 这叫人卖 人卖你懂吗 你充其量就是个爆发户 有些东西 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拥有 终于 宋高飞说完了 随后 他一脸冷笑地看着林霄 这一波 他都能给自己打满分 的确如他所言 这个世界 有钱的人很多 但是有钱 不一定就拥有人脉 反之 若是有了人脉 那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朝你涌来 林霄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罗维尼 以及罗维尼捧着的那一枚血钻 在林霄看来时 罗维尼骄傲地仰起了下巴 缓缓开口 艺术无价 血钻虽然只是价值千万 但经过我们细心雕琢 打磨 他便拥有了超越本身的价值 能将艺术 献给心爱的人 这才是这世间最诚挚的爱 这位林先生 你对御兵小姐的诚挚 尤为不足 罗维尼的话语中 饱含着淡淡的嘲讽意味 他始终是 站在李胜这边的 此刻当然也要帮着李胜说话 大礼堂里沉默了 一个个都在看着林霄 打算看他如何应对 艺术无价 抱歉 我看不上 在我眼里 他一文不值 林霄还会说话 御兵的声音突然响起 哗 这一刻 全场哗然 任谁都听得出 这是御兵在帮林霄解围了 顿时 一个个看向李胜的目光 开始变得怜悯起来 而看林霄的目光 则是充满了羡慕 李胜目光阴沉到了极点 心头甚至多了一种 叫做杀意的东西 林霄 我们走 御兵看向林霄 开口道 诺夫 到最后 竟然要靠女人来解围 刚才的嚣张呢 刚才的意气风发呢 宋高飞的声音响起 随后 引发附和 也就那样了呗 现在只能当缩头乌龟 这样少丢点脸 哼 什么玩意儿 这种场合 也是他能出现的 嘲讽声 尤为刺耳 这一刻 林霄便是焦点 无数人对着他冷笑 先等等 林霄没有在意外人 而是看向御兵 林霄 御兵心头微惊 放心 不会翻车 熟悉的话语 涌入御兵的耳中 这已经不是御兵 第一次听到这话了 莫名的 他心里安定了下来 刚好 有点东西要送你 这玩意儿 在我手里 也没有什么大用 林霄声音提高了一些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此刻 再一次走到了 黑夜之声的附加位置 装模作样地 拉开了储物箱 不过此时 他的身体 却是完全挡住了 外界的视线 他心念一动 直接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了之前 二十三连抽获得的 三件蓝钻手势 他没有研究过 一直躺在系统空间呢 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 系统介绍说 价值一亿 实际上系统反馈过信息 这三件东西 是一个名为 天使之恋的套装 曾经 欧洲皇室出价两亿 那位制造者也没有卖 因为在他看来 艺术无价 根本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林霄是不懂什么艺术的 但他觉得 现在拿出来 碾压那所谓的血钻 是毫无问题的 最关键的是 林霄还想告诉所有人 什么人脉不人脉的 对他来说完全没用 他自己便是 自己最大的背景 哼 看你能玩出什么花呀 李胜和宋高飞等人 都在此刻盯着林霄 满脸不屑 就见 林霄此时从副架上 抱着一高两瓶 三个普通至极的盒子出来了 说实话 盒子真没啥特色 就好像是 从地摊上逃来的一般 林霄 你要干什么 你拿的什么东西 你不会在什么地摊上 又简陋了吧 宋高飞适时开口 一句话 引到哄堂大笑 哈哈 所有人都盯着林霄 就连灯光都在此刻聚焦了过来 林霄懒得理他 也没有理会那些哄笑 他直接走到了玉冰的身边 将盒子递给玉冰 玉冰默默接过 目入疑惑 虽然 林霄说不会翻车 但是此刻 就连他都有些没有信心了 这东西到手很久了 我也没啥用 今天就送给你了 林霄的声音响起 谢谢 玉冰礼貌地说了一声 这一刻 又与李胜送血钻 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胜牙齿都快咬碎了 什么破东西 玉笑花 打开让大家看看呗 就是 我们还真的很好奇呢 一个爆发户 能够拿出什么样的玩意儿 不会是 死人堆里的古玩吧 宋高飞等人 立刻催促起来 玉冰嗅眉一蹴 深吸一口气 直接便打算拒绝 但此时 林霄却是率先开口道 这什么急 睁大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随后 林霄在玉冰惊讶的目光中 直接将第一个盒子打开 刺目的灯光照耀下 一抹触目惊心的蓝 呈现在所有人的眼中 周围似乎在这一刻陷入了黑暗 那一抹蓝 成类低的形状 被周遭华丽的薄金链包围着 那是 什么啊 好 好美 天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啊 我 好想带一下 这是现代的东西 不是古玩吧 人群议论纷纷 天啊 忽然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罗维尼惊呼了起来 他碧色的毛子 正死死地盯着那枚蓝色的泪滴 天使之泪 这是天使之泪 林霄亚然地 看向罗维尼 看来不愧是顶尖的奢侈品设计团队 竟然能够认识天使之泪 系统介绍 这可是最顶尖的奢侈品设计大师 艾尔 诺德华的必生神作呀 天使之泪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你们忘了 之前搜罗维尼的时候 就看到了他老师 艾尔 诺德华 天使之泪 是他老师的必生神作呀 可度娘上不是说 天使套装 消失了吗 礼堂一瞬间热闹起来 能够让罗维尼如此失态的 也只有他老师的神作了吧 一个个目光猛地变得狂热起来 说实话 他们是真的没想到 竟然会见到这么神奇的事情 灵霄 竟然拿出了 让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物品 这么多人都知道 然而 没有人知道 灵霄此时比他们更加惊异 不过只是一瞬 他就懒得多想了 我帮你带上 他征询着御兵的意见 嗯 御兵轻轻点头 灵霄展颜一笑 拿起天使之泪 直接靠近御兵 这一刻 两人距离极近 甚至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一股特殊的情绪 在两人心头蔓延 御兵翘脸飞红 目光中划过一抹娇羞 这一幕 羡煞旁人 无数人感觉心都碎了 尤其是李胜 拳头死死地捏着 直接都泛白了 终于 几秒后 灵霄退回来了一步 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啪 而此时 灵霄随手将盒子丢在地上 又打开了第二个 刺目的光辉继续照耀 依旧是触目惊心的蓝 不过这一次 却是一只星形的腕表 美轮美奂 天使之星 这是天使之星 罗维尼再一次激动起来 随后 他看向剩下的一个比较高的盒子 那里面 不会是天使之冠吧 他目光极为期待地看着灵霄 是 灵霄毫不犹豫地点头 拿起腕表 随手给御兵戴上 接着打开了高盒子 一瞬间 美轮美奂的王冠 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然而 灵霄依旧显得很随意 拿出来 戴在御兵的头顶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这一刻 那一抹蓝 彻底地展现 配合上御兵 如同折仙般的旷世仙严 简直美到了极致 礼堂里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不管男女 他们眼中 均是充满了无尽的羡慕 好美 这么美好的事物 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 这不比那血钻强百倍 突兀的声音响起 随后引发哗然 没错 哈哈 比血钻强太多了 则则 原来有钱 可以碾压人脉啊 各位 你们的思想很危险 不过我很赞同 哈哈 大礼堂内 一片嘈杂 宋高飞面如死灰 他已经感受到 李胜那杀人的目光了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通 灵霄为什么 就能够拥有这些东西啊 那真是他能够拥有的 天使之恋套装啊 他一介穷小子 凭什么啊 此时 就连罗维尼 都收起了手中的血钻 随后踏前两步 竟是主动将手伸向了灵霄 在灵霄疑惑无比的目光中 罗维尼开口了 林先生 谢谢你 让我在老师离世十年后 还能见到他的巅峰杰作 罗维尼 李胜脸色难看 要不是场合不合适 他都要呵斥出声了 可是此刻 罗维尼却是没有理会李胜 哼 林霄笑了 伸手跟罗维尼轻轻一握 这算是话题为友 不过 让林霄没有想到的是 罗维尼接下来的一句话 简直秀得林霄头皮发麻 林先生 这真的是最像老师作品的一件防品了 我这辈子也没见过 公益这么精湛的防品 哒 现场一静 落真可闻 一个个瞪圆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罗维尼 防品 假货 两个名词涌上心头 林霄则是目光微微一沉 话题为友 这特么 是居心不良好吗 李胜则是嘴角一勾 差点笑出声 对罗维尼的怨念消失无踪 反而无比赞赏地看了过去 笑死人了 原来是防品啊 罗维尼小姐 你没有开玩笑吧 宋高飞此时大笑起来 当然没有 罗维尼轻轻摇头 老师的天使之恋三件套 早就消失无踪了 现在存世的天使之恋 百分之百是防品 哈哈 听到罗维尼肯定的答复 宋高飞笑得更开心了 他一脸嘲弄地看着林霄 林霄 你这是不是太掉价了 一亿三千万的跑车开着 送点东西 还送高仿 哦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了 罗维尼小姐 她的老师是艾尔 诺德华 你不会不知道吧 艾尔 诺德华 就是你这天使之恋 三件套的设计和制造者哦 哈哈 你这真的叫关公门前耍大刀 整个大礼堂 都是宋高飞刺耳的笑声 嗯 这 有点干大啊 林霄 赶紧走吧 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马德 亏我还羡慕了半天呢 到最后 竟然是高仿的 林霄 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呢 就是 今天要不是罗维尼小姐在 我们真被她耍了 靠 什么玩意儿 嘈杂的声音在大礼堂中传响 所有人都在讨伐着林霄 玉冰美眸轻颤 看向林霄 林霄目光平淡 扫了一眼罗维尼 手早就收了回来 不笑弟子 忽然她开口了 嗯 罗维尼目光一冷 你说什么 哼 林霄不屑一笑 你说 要是艾尔 诺德华大师知道 她最得意的门声 连她的作品都认不出 会是什么样的感想 呵呵 你没发烧吧 你这要是我老师的作品 我今天 跪在这里跟你道歉 罗维尼冷然一笑 好 记住你说的话 林霄转身走到车旁 随后又转身走了回来 一叠文件 直接甩在罗维尼的身上 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罗维尼脸色难看 接住了文件 定眼看去 闭色的毛子里 瞳孔骤然收缩成症状 欧洲皇室认证证书 蒙众国认证证书 世界联盟会议认证证书 这 怎么可能 罗维尼震撼撼地看着林霄 不过转瞬 他又摇头 不可能 我老师的作品 都有他独特的标识 是老师亲手刻印上去的 无法复刻 罗维尼走到御兵身边 想要查看 御兵立刻警惕地后退了一步 让他看 林霄的声音响起 御兵这才站定了下来 罗维尼急忙仔细查看起来 大礼堂 一片沉寂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目光在罗维尼身上停留 而此时 罗维尼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只放大镜 借着赤白的灯光 查看着御兵预警上戴着的项链 忽然 罗维尼闭色的毛子里 瞳孔骤然收缩 在他放大镜下方 一串阿拉伯字符呈现 哄 这一瞬间 罗维尼的脑海中 仿佛有雷霆炸开 这 怎么可能 他忍不住惊呼出声 声音传遍全场 所有人疑惑地盯着 不明所以 而此时 罗维尼却是猛地转头看向林霄 林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继续 罗维尼浑身一颤 抬手 轻轻摘下御兵的王冠 无比珍重地捧在了怀中 目光震战 无比慎重 难道 是真的 不是房品 不 不会吧 那岂不是 逆天了 价值不菲 看罗维尼的反应 还看不出来吗 罗维尼可能要翻车了呀 我靠 这林霄也太牛逼了吧 无数人 均在这一刻 意识到了什么 宋高飞脸色一片煞白 李盛也好不到哪里去 目光阴沉到了极致 竟然是真的 老师的作品 老师的作品 此时 罗维尼也研究完了 天使之冠 再一次看到了 那个特殊的阿拉伯文 别人不知道 但他作为艾尔 诺德华的门生 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是他老师的专属标识啊 那用中文翻译过来 就是三个字 我爱你 而那一串字符 则是他老师艾尔 诺德华 在制作时候 亲自刻印上去的 别人 根本无法复刻那一串字符 因为没有在手工制作这方面 达到极致的存在 是根本无法做到 这么精细的雕琢的 罗维尼颤抖着 将王冠再一次 带在了御兵的头顶 眼底深处 充满了羡慕 最终 他似乎是有些不死心 轻轻捧起御兵的手腕 很快 他又在御兵的腕表上 找到了那个特殊字符 碰 这一刻 罗维尼直接软倒了下去 竟然 是真的 老师清静一声的神作 竟然真的 还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罗维尼呢喃着 突然 他整个人变得激动起来 他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直接翻身而起 随后 朝着灵霄深深地跪了下去 我靠 真的跪下了 牛逼 灵霄牛逼啊 这一刻 全场哗然 一阵阵倒吸凉气地传出 传说值 加1256 传说值 加1321 灵霄的传说值 开始疯狂地暴涨 一眨眼 便是一个新的突破 林先生 谢谢您 让我再一次看到了老师的杰作 先前是我的不对 我在这里 诚挚地给您道歉 跪着的罗维尼 朝着灵霄深深地低下了头 罗维尼 你疯了 那是高仿 绝对是高仿 李胜此时忍不住呵斥出声 这种时候 即便是真的 也不能承认的吧 这可是 明摆着要丢面子的事情啊 而且此刻 林霄傲然的模样 在李胜眼里 简直刺眼到了极致 不错 罗维尼小姐 你肯定搞错了 林霄区区一个穷小子 就最近突然 成了爆发户 他怎么可能 拥有如此贵重的东西 那可是埃尔 诺德华大师毕生的神作啊 一般人也配拥有吗 罗维尼小姐 你可不要被骗了 宋高飞此时也附和起来 这一刻 无数人都是鄙夷地 看着他和李胜 事实 都已经摆在了眼前 竟然还在狡辩 这是要预盖弥彰 无数人不屑 林霄摇摇头 淡淡一笑 李胜少爷 此时 罗维尼深吸一口气 看向李胜 实在抱歉 若我真的是老师的神作于不顾 那我便是死了 也无言面对老师 老师 是我这辈子最崇敬的人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罗维尼对埃尔 诺德华崇拜到了极致 几乎是当做了 信仰一般的存在了 而她的话 却是让李胜和宋高飞的脸色 都一阵泛白 碾压了 完完全全地碾压了呀 崇山太子爷 多么响亮的名头 却是在此刻 不如林霄二子 呵呵 何必挣扎呢 承认自己猜 很难吗 林霄的调笑声 在此刻响起 李胜和宋高飞低着头 脸色阴沉的 仿佛要滴出水来了 他们没有说话 先前的意气风发 早已被林霄一次次 无情打脸 撕扯得支离破碎 大礼堂 所有人都是满心震撼 一个个目光狂热地 看着林霄 这一刻 林霄就是绝对的主角 传说直在飞涨 已然踏破了二十万大关 还在疯狂提升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脚踩仲山太子爷 获得罕见级抽奖机会 加一 系统提示音 在林霄脑海中响起 林霄嘴角勾起一抹浓烈的笑意 咱们走吧 现场没有多留的必要 林霄对着玉冰轻声开口 嗯 玉冰轻轻点头 这一刻 他翘脸飞红 灯光照耀下 他便是这一片空间里 最令人心动的那一位 天使之恋三剑套在他身上 挥发出了自己最大的价值 他真如同来自神话中的天使 令人神往 迷醉 嗡 黑夜之声咆哮 巨大的摩擦力 使得他在原地便飘逸了起来 绕着李圣和罗维尼转了一圈 随后才如同黑色闪电一般 扬长而去 卧槽 牛逼 这是挑衅 赤裸裸的挑衅啊 林霄胆子太大了 那可是崇山太子爷啊 他难道就一点都不怕吗 崇山太子爷 彻彻底底地被碾压 怕是今天之后 这崇山太子爷的名头 就会成为千斤重担 死死地压在李圣的身上吗 别说了 这一次崇山太子爷 丢脸丢大发了 所有手段 被完完全全地碾压 简直了 大礼堂 一片嘈杂 李圣脸色阴沉地 仿佛要滴出水来 哼 他冷哼一声 直接跨上了大牛 启动车辆扬长而去 宋高飞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狗腿们 对视一眼 均是满脸的苦笑 很快 他们也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李堂的嘈杂依旧 林霄的名声更加响亮了 混蛋 混蛋 赤红的大牛 随意地停放在路边 李圣坐在车内咆哮 他的手机 已经拨通了宋高飞的电话 此时 宋高飞正在电话的另外一头 满脸忐忑地听着李圣的咆哮声 宋高飞 你是吃屎的吗 混账 老子他骂得让你办的事 你还没办好吗 我要他消失 消失在老子的视线中 电话里 很快传来宋高飞断断续续的声音 李 李少 我已经在联系了 东区那边 很快就会有人过来 李少 要直接弄死吗 你聋了吗 我不想见到他 不想见到 如果出问题 你给老子顶着 要不然 你宋家将万劫不复 嘟嘟嘟 李圣咆哮结束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另一头 宋高飞满脸的苦涩 可却是毫无办法 林笑 都怪你 他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反了天了 该死穷小子 他凭什么带走冰冰 郁家 郁松武也在咆哮 郁松文和秦芳 脸色也不好看 刚才 他们可是全程观看着直播呀 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 说实话 林笑的表现 着实让他们震撼了一瞬 可是也就那一瞬而已 他们现在最在乎的 可不是林笑的神秘 而是他们郁家的未来 林笑这么一搞 可以说是彻底地 将他们郁家的未来给断送了 四海药业没有崇山的支持 必然要在短时间内崩盘 那对他们四海集团的根基 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呀 没办法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冰冰也不接电话 这一次我们的态度 也伤害到他了 秦芳突然叹了一口气 还不是平时你们给惯的 哼 恋爱自由 生在我们这种家庭 他必须实现自己的价值 一切都要以家族利益之上 郁松武看着自己的大哥和大嫂 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去崇山道歉 只有这样 四海和郁家才有一线生机 郁松文和秦芳陷入了沉默 他们也想 可是作为父母 他们无比清楚自己女儿的性格 若是逼急了 郁冰可能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来的 作为当事人的郁冰 此时并不知道家里的情况 黑夜之声在马路上快速前行 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 车内 林霄和郁冰均是沉默着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谢谢你 林霄 终于 郁冰主动开口了 他看向林霄 目光惩治 不用客气 林霄洒然一笑 随后以欣赏的目光看了一眼郁冰 转头问道 现在去哪 送你回家吗 我不回去 郁冰直接摇头 带我去你家吧 不 嘖嘖嘖 林霄一正 甚至本能地踩下了刹车 车子就这么停在了马路边上 他转过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郁冰 老脸上泛起不知是害羞 还是期待的神采 那啥 咱们发展的是不是 快了点 那个 虽然 我 我不是很介意的 你是不是该跟家里说一声 嗨嗨 林霄话语言语 傻子也听得出 这话的深层寒意 郁冰俏脸飞红 满脸寒霜 融化消散 他风情万种地白了一眼林霄 郁怒道 我是要在你家借助一晚 你想什么呢 我 我怎么可能是那么随便的人 啊 哈哈 那傻 不好意思哈 我以为 嘿嘿 林霄愣了一下 接着大笑起来 郁冰没有回应 只是低着头 看着车地板 许久 林霄才从尴尬中回过神来 驾车朝着 桃花园而去 十多分钟后 一号别墅的客厅中 房间很多 你随便选好了 一英用品都很齐全 你看着用就好 嗯 对了 明天我要购买一些药材 和一些中医的东西 你有时间吗 带我转转 你家有药型 路子也广 林霄对面 郁冰翘生生地站着 文言 他轻轻点头 谢谢 明天我也不想回家 药材的事 我可以帮忙 林霄轻轻点头 嗯 那就先这样吧 你早点休息 今天去东区跑了一天 晚上又出了这档子时 你也挺累的 郁冰无声点头 见到这一幕 林霄这才转身准备上楼 不过这时 郁冰却是叫住了他 林霄 怎么了 林霄疑惑转头 却见 郁冰将王冠拿下 顺手也摘下了项链和腕表 干什么 林霄皱眉 谢谢你 郁冰却是道谢 接着又道 不过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一瞬间 林霄的心 猛地有了那么一丝悸动 那可是价值不可估量的 天使之恋套装啊 郁冰竟然能够拒绝 与之相比 周娜娜拜金女 因为一部手机威胁分手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当然 郁冰能够做到如此 跟家世也有关系 可那毕竟是价值不菲之物啊 可是除了你 我不觉得 有人能配得上他 林霄忽然开口 一句话 让郁冰心脏狂跳不已 翘脸飞下 可他价值高昂 郁冰摇头 毛子里充满坚定 林霄汗手 行吧 那你住哪间房 你就把他带上去摆着 等什么时候你想通了 来拿走好了 或者 林霄顿了顿 猛地直视着郁冰的双眸 嘴角一勾 细血道 或者随时过来住 然后带起来 让我欣赏欣赏 哈哈 郁冰猛翻白眼 漠然露出小女儿姿态 清脆一口 你想得美 哈哈 林霄也懒得多说 转身就要上楼 可突然 郁冰再次叫住了他 林霄 哟 林霄转身 还没带问出口 却是呼得感觉 一张翘脸接近 随后面颊处 一阵温润 我靠 林霄整个人 如同触电一般 僵在原地 而此时 郁冰则是飞速闪开 越过林霄 朝着楼上冲去 你等等 礼尚往来你不懂吗 林霄迅速反应过来 大喊一声 啊 臭流氓 郁冰逃得更快了 林霄站在原地 满是无奈地摇摇头 明明是你开的车呀 咋我成流氓了呀 林霄躺在床上 伸手摸着自己的脸颊 时不时傻笑一声 大学三年 跟周娜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可是 三年啊 别说轻 就连守林霄都没牵过呀 他哪里敢想象 自己有一天会被安大低笑花 素有冰霜女神之称的郁冰 给偷袭了一下 这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献煞多少人啊 可惜了 你们怕是无福消受了 林霄满脸傲然 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而此时 在安大大礼堂 人群才开始缓缓散去 松松 这一切 本该是属于我的呀 一亿三千万的不加敌 黑夜之声 几乎无价的天使之恋套装 可现在 都被玉冰那小贱人夺去了 周娜无比伤心地 靠在钱松这个死娘炮的肩膀上 钱松伸手拍着她的后背 娜娜你别灰心 你一定能够争取到林霄的原谅的 一定能的 我支持你 属于你的一切 最终都会尽数地归还回来的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才配得上林霄 因为你的鞭策 她才有今天的 嗯嗯 周娜无比坚定地点了点头 两人身后 杨宇成目录不爽 卧槽 你们他妈的 也不撒泡尿 好好照照自己 就凭你 配得上现在的林霄 那特么是连崇山太子爷 都踩在脚下的人物 你他妈的一个拜金女 算什么玩意儿 周娜和钱松身体都是一僵 随后 两人同时转身 对着杨宇成怒目而逝 混蛋 你说什么 钱松抬起兰花指 杨宇成 你知不知道 你在羞辱谁的女朋友 你找死是吗 哼 周娜也冷哼一声 杨宇成 你信不信我告诉林霄 只要她一句话 你家那小商场 就得关门停业 不 杨宇成直接笑喷了 你特么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人家林霄会鸟 你个拜金女 还有钱松 你这个死娘炮你在 指着老子试试 老子捶死你 你敢 X2 钱松和周娜 几乎是同时咆哮起来 然而 回答他们的是 杨宇成的一声尘鹤 回旋梯 杨宇成空中转体两周半 破风声无比刺耳 啊 钱松直接被踹得翻倒在地 松松 周娜惊憾欲绝 杨宇成 我给你拼了 阿基 杨宇成不屑一笑 很快 周娜和钱松 便被杨宇成 狠狠地教育了一顿 呜 两人抱头痛哭 杨宇成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林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傻逼 杨宇成催了一口 只感觉神清气爽 踏着小碎步离开了 他现在 算是体会到 林霄掌乖周娜 和钱松的快乐了 他发现 以前的自己就是傻逼 竟然看上了周娜这么个玩意儿 简直就是瞎了 林霄要是知道他的想法 说不得多少要跟他握握手的 毕竟以前 林霄也瞎了 下化现 时间转瞬来到了第二天 林霄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哈喇子留了半个枕头 回想起昨晚上的梦 林霄忍不住暗骂了一声 禽兽 随后美滋滋地打开了系统面板 传说值 50W加 卧槽 发达了 看着系统面板上的传说值 林霄瞬间便从睡眼迷蒙的状态清醒了过来 系统 升级 马溜达 一通指令下达 系统立刻扣除10万传说值 自主提升等级 系统 传说抽奖系统 西友 面板字样快速改变 叮 升级成功 解锁西友级抽奖 一段信息在脑海中呈现 系统 解锁了西友级抽奖 不过这个抽奖略贵 需要10万传说值一发 系统 四连抽 看着还剩下40多万的传说值 林霄是丝毫犹豫都没有 恭喜 获得一道技能 鬼王13帧 我擦 第一发就出货了 林霄脸色一洗 下一秒 大量的信息便在脑海中涌现 鬼王13帧 传承于一个被封号为 医鬼的存在 林霄在接受了那些信息之后 整个人都被震撼了 鬼王13帧 可谓是在针灸一道另辟蹊径 大胆到了极致 怪不得被称为医鬼啊 也只有一道鬼才 才敢做出如此大胆的尝试啊 林霄忍不住感慨 随后继续关注系统 可惜 随后的三发西友级抽奖 都是保底 但也不要小看这个保底 每一发 都是五十万的金钱 财富再度增长了一百五十万 可惜现在 林霄对金钱 已经没有那么执着了 毕竟东区荒地那边 可也还价值十亿呢 只要再等十多天 卡里又会多出十亿了 这时候 金钱对于林霄来说 真的只是一个数字了 虽然他不是最有钱的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这些钱也足够摆烂 富足地花销几辈子了 还有一次罕见级抽奖 立刻抽奖 之前解锁了脚踩仲山太子爷的成就 系统奖励了一次罕见级抽奖 林霄不由地期待起来 罕见级 目前为止抽了两次 一次获得未来消息 一次则是不加敌 黑夜之声 不知道这一次 会让我获得什么好东西 恭喜 金钱加一百万 林霄 他无语了 这么强的成就 竟然就获得了一个保底 不是很科学 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是抽奖啊 随机性太大了 扣扣扣 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敲响 林霄 你起床了吗 我 做了早饭 玉冰清脆的声音 在外面响起 啥 你还会做早饭 林霄从床上弹起 急步冲到房门口 拉开了房门 小看我 玉冰美眸微眯 露出危险的光芒 嗯 林霄一正 尴尬一笑 也遇到 在我的认知中 你千金之躯 应该一睁眼 便是被人服侍着穿衣 吃饭的 那跟废物有什么区别 哼 玉冰轻哼一声 赶紧洗漱 一会儿 你不是要去要行吗 哦 对 林霄答应一声 快速回到屋内 很快 林霄来到了餐厅 看着搭配合理 营养丰盛的早餐 林霄忍不住 朝着玉冰竖起了大拇指 很快 日上中天 林霄和玉冰 回到了桃花园一号别墅 而此时 在桃花园门口 一辆大拒缓缓停下 竟是路易酒吧的师爷 载着高强和高成龙到来 在爆出林霄的名字 联系了林霄之后 大拒缓缓来到一号别墅门口 卧槽 小哥 我特么不是做梦吧 这大别墅 这 真是你的 还有那车 我靠 这叫什么车来着 简直太帅了 桃花园一号别墅门口 高强兴奋地向着孩子 一会儿看看别墅 一会儿又趴在林霄 停在门口的布加笛上 传说直加九九 传说直加九九 林霄的系统面板上 提示信息不断地滚动 林霄的二叔高成龙 同样是满脸的震撼 目光不断地打亮着林霄 他发誓 自己活了这么一把年纪 就是连做梦 也不敢这么做 可是林霄 几天前还在为母亲 齐烟的癌症借钱 现在为什么 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这般恐怖的存在 高成龙是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强哥 这是布加笛 黑夜之声 价值一亿三千万 此时 林霄正满脸恭敬地笑着介绍 嘶 高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赶忙从车上爬了起来 还仔细地看了看 就生怕自己弄出一条划痕一样 哼 林霄看到这一幕 不由觉得好笑 直接掏出车钥匙 丢给高强 去玩玩 啪 高强把车钥匙接住 随后 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萧 萧哥 我 可以吗 随便开 林霄无奈地摆摆手 好嘞 得到肯定 高强这才拉开车门 钻进了车内 嗡 随着如同野兽咆哮一般的声浪席卷出去 黑夜之声也缓缓地动了起来 哭咚 曹芒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实在是 有些羡慕了 一亿三千万的世界顶级超跑啊 别说开上一开 就是摸上一摸 那也值得回味半生啊 这便是男人对超跑的执着 你慢点 小心撞到 高成龙忍不住提醒了一声 表说 没事的 走吧 咱们进屋 林霄说着 扶起高成龙 曹芒急忙陪笑着站在一侧 林霄这才似乎看到 他一般 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进来坐吧 是 谢谢萧哥 曹芒受宠若惊 林霄则是翻了个白眼 懒得多说 你特么也不照照镜子 你都三十几了 我特么二十几 你喊我喊个 不过林霄也不是很在意 这曹芒 毕竟是混江湖的 江湖气重一些 也理所当然 萧子啊 你真的是 出息了呀 进入别墅 看着那满是科技感的装修 高成龙忍不住感叹 林霄只是陪笑着 不过此时 高成龙却是话锋一转 萧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表叔也不多问 不过表叔 要提醒你 咱们不管做什么 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知道吗 知道 表叔你就放心吧 林霄脸色一正 郑重地回答 查好了 就在这时 玉冰的声音响起 在客厅茶几处 他已经泡好了上好的香名 林霄有那么一瞬间 再一次有了得妻如此 服服何求的感觉 当然 只是恍惚了一下 随后林霄便扶着高成龙落座 曹芒陪笑着站在一边 毕竟没有林霄的话 他也不好意思做 不过这时 高成龙却是开口道 萧子 我们这次过来 倒是麻烦小曹了 还有啊 昨天的事 小曹也跟我们赔罪了 那陈伟他们也教训了 以后你就别跟他们接气了 林霄一听 算是明白了过来 这曹芒来此 原来是这么一个原因 很显然 自己强大的战力 已经彻底的让这些东区的大佬 都害怕了呀 这当然也是好事 至少以后高强在东区 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会不开眼了 我知道了二叔 曹芒是吧 林霄目光落在曹芒身上 是 小哥 在下曹芒 曹芒快速回答 与其恭敬到了极点 昨天回去之后 曹芒才在赤狼的讲述下 知道了暗静舞者的恐怖 据说 强大的暗静舞者 能够做到 如同电影里一般的踏水而行 这特么的 完全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啊 他们虽然是混江湖的 但也招惹不起 这如同神仙一般的人物 所以 道歉是必须的 今天还不止他一个人来了 连周坤和重伤 未遇的赤狼也来了 只不过 那两位并没有过来这边而已 坐吧 林霄轻轻点头 是 多谢萧哥 曹芒强压着激动 坐了下来 以后强子这边 还要麻烦你们了 林霄很随意地说道 萧哥严重啊 都是我们该做的 还有成为的事 我们一定好好处理 保证给萧哥一个满意的交代 曹芒全程低着头 态度极其恭敬 这个样子 若是让东区那些大佬看到 不知道要震惊成什么样子 师爷曹芒 那可是东区呼风唤雨的存在 平日里张扬跋扈 任何人的面子 他都不给 可现在在一个大学生面前 却是卑微如沉 这不让人震惊 是不可能的 你们随意就好 只要不影响我就行 林霄摆摆手 是 曹芒立刻会议 接着又开口道 萧哥 其实这次过来 是坤哥嘱咐的 坤哥和赤狼都来了市中心 晚上坤哥 想要给萧哥你赔罪 希望萧哥能够赏脸 林霄想都没想 就准备拒绝 不过紧接着 他又想到高强今后的发展 拒绝的话没有说出口 可以 晚上你联系我 林霄斟酌着答应了下来 好 多谢萧哥赏脸 曹芒满脸的激动 兴奋无比 似乎扮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一般 这个反应 让玉冰都微微侧目 看林霄的目光一彩都更浓了两分 他愈发地觉得 林霄神秘了 让他无法想象的是 林霄这变化数是太快 这才短短几天而已 林霄已经成为了别人一辈子 都无法成为的恐怖存在 要是再过些时日 真不知道林霄会达到如何惊人的地步 终于 高强也是车回来了 脸上还残留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林霄有些好笑 招呼他过来 随后看向表叔高成龙 表叔 我们开始吧 待会儿过程可能有些恐怖 但是我保证 您今天就能动 半个月后恢复如初 什么 高成龙瞪圆了眼睛 当然不只是他 就连其余人也是如此 小子 你 你说真的 高成龙有些激动 他那条腿 可是有整整二十年没有知觉了呀 若非因为那条腿 他现在恐怕还在边境 为龙国抛头颅 洒热血呢 二十年了 我也去过大医院 人家说 即便花费高额费用医治好 也不可能说和从前一样 最多 就是能动而已 而且 这都需要无比漫长的治疗过程 可能吗 玉冰秀梅轻轻一挑 说实话 林霄的话 确实也让他很是惊讶 曹芒也醋梅 不过 却是在沉思着什么 高强 则是一脸激动 不论如何 他是绝对信任林霄的 当然 对于高成龙的疑问 林霄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自信地点点头 当然了 在今天早上之前 他或许也不敢这么说 但自从获得鬼王十三针之后 林霄却是胆打包票了 鬼王十三针 配合上之前高级抽奖获得的黑玉生机高 再加上林霄那终极的中医大师经验 林霄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今天 就让高成龙能动 半个月后就痊愈 高成龙也在这一刻激动了起来 林霄也不啰嗦 直接开口 表述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我也去准备一下 好 高成龙答应着 林霄离开 几分钟后 林霄又走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紧箔袋子 袋子里是一套全新的银针 银针很齐全 长短都有 这还是御兵帮忙采购的 其中一根足有二十多厘米的银针 还是特意让人现场制作的 二说 我们开始了 林霄铺开紧箔 随后伸手在高成龙腿上一扯 顿时 高成龙的裤腿便直接被撕裂 瘦骨凌寻的一条腿 呈现在众人眼前 已经不似正常人的腿了 常年不运动 肌肉等 都已经开始了萎缩 高成龙的腿上 还有一条极为恐怖的疤痕 这是当年紧急救治 开刀留下的 这一刻 众人都紧张了起来 林霄却是很沉着 伸手抽出银针 也不按捏 就这么随手刺下 扑呲 很细微的声音响起 现场所有人 均是瞪大了眼睛 卧槽 高强惊呼一声 萧 萧哥 穿过去了 这 这 你确定是这么知道 这不 那一根银针 直接就穿透了 高成龙的整条腿 看着着实有些恐怖 高成龙倒吸一口凉气 可是奈何腿没有知觉 他也没办法 做出什么反应 穿透疗法 这在中医针灸一脉 虽数罕见 但也不是没有 林霄还没解释 曹芒突然开口 哦 林霄忍不住看向他 目光惊讶 嘿嘿 曹芒略显尴尬 萧哥 不瞒你说 我曹家乃中医世家 我更是我家第39代单传 不过 后来荒废了 去混江湖了 曹芒老脸一红 一名医者 却是去混江湖 与自己家族里面背道而驰 说出去 也是惹人笑话 是金子 在哪里 都会发光发热 林霄也有些无语 高强和御兵听到这话 都是忍俊不惊 只有当事人 曹芒满脸善笑 接着 林霄也不再多说 继续开始了治疗 不过这一次 他却是目光一鸣 伸手 拔针 刺下 一气呵成 下一秒 他全神贯注 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般飞舞起来 竟是在空中留下了一连串的残影 高成龙的腿 很快便插满了银针 拳头穿刺了出去 如此手法 林霄不知道 他所做的这一切 简直震惊了所有人 那行云流水的针刺 深浅不一 却是妙的豪颠 撕 高成龙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接着 脸色激动起来 我 我有感觉了 痛 很痛 他激动万分 二十年了呀 终于在今天 感受到了疼痛 这说明什么 说明真的有治疗的希望了 表叔 忍着点 林霄此时提醒了一声 高成龙重重点头 下一刻 林霄一巴掌拍下 所有银针 瞬间齐根没入 啊 这一刻 即便是高成龙 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还是止不住地痛叫出声 那直吸灵魂的痛楚 简直让人无法压抑 这才开始 林霄又提醒了一句 随后拍下的手猛地一收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 林霄的手 仿佛安装了磁铁一般 竟然是将那些 没入了高成龙大腿内的银针 拉了出来 疼痛在家具 高成龙脸都白了 不过他 毕竟是军旅出生 此刻竟是死死地咬着牙 一言不发 这一瞬间 就连曹芒都忍不住佩服起来 不过曹芒更多的不是佩服 而是震惊 震惊于林霄 那恐怖的针灸手法 简直如同传说一般 家里医书杂技似乎有记载 这一套手法 他此时 脑海里满是曾经被父亲持棍鞭策 背诵医书的场景 他不断地朝着记忆深处探索 企图找到些什么 而林霄 针灸还在继续 一直都是穿透型针刺 不断地拔出 又不断地落下 循环往复 高成龙脸色越来越白 即便他军旅出身 此时的忍耐也即将到达极限 还好 就在他快要忍不住的当口 林霄一抬手 所有的银针被他拔了出去 呼 林霄长出一口气 伸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 好了表说 你可以试试 能不能动了 林霄刚才 已经是彻底地 将鬼王十三针都施展了一遍 要不是高成龙腿积时间太久 他都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高成龙也长出了一口气 试着动了一下 这一瞬间 久违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他麻木了二十年的腿 轻轻地挪动了一下 好了 真的好了 我 高成龙激动地语无伦次 玉冰震撼地瞪着美眸 不可思议地看着林霄 竟然 真的治好了 二十年的腿疾啊 便是爷爷 也不敢说这么笑吕吧 不 便是那安诚一王 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步 一旁曹芒也在暗自呢喃 穿透治疗 如鬼似幻 每一针 都是反其道而行 做到针灸之极限 这是 鬼王十三针 砰 突然 曹芒朝着林霄跪了下去 深深地鞠了一躬 所有人 都疑惑地看向曹芒 不知道他发什么疯 却在此时 曹芒只起身 目光火热地看着林霄 不知一鬼一脉大师当面 曹家第三十九代传人曹芒 给大师行礼了 曹芒一边说 一边再次拜了下去 这一次 直接就是五体投地 一鬼一脉 大师 高强父子和御兵 心底疑惑更浓了 起来吧 我不是什么一鬼一脉 不过 你竟然知道鬼王十三针 林霄淡淡的声音传出 大师说笑了 不是一鬼一脉 怎么可能将鬼王十三针 施展到如此地步 曹芒满脸不幸 我小时饱读一书 对一鬼一脉 更是深挖了无数 鬼王十三针 能够施展到这种程度的 唯有天资过人的敌传 大师 是小人有眼无珠了 此前冲撞大师 还望大师见谅啊 林霄忍不住翻了一下白眼 不过凭此 他却是能够推断 这一鬼一脉 还有这鬼王十三针 在这一道界 占据着何等的地位了 系统还真是给了个大惊喜啊 行了 你赶紧起来 我还要去治药 林霄朝着曹芒摆摆手 随后便转身离开 所有需要的药材 林霄都已经购买齐全 接下来就是制作黑玉生鸡膏就行了 高成龙瘫痪多年 必须要黑玉生鸡膏辅助才能痊愈 现在只算是治好了腿脊 但他的肌肉之类的 却是早已萎缩了 要百分百恢复 黑玉生鸡膏是必须的 而且要使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 林霄离开了 高强则是拉着曹芒 听曹芒解释 那所谓的一鬼一脉 玉冰也暗暗听着 对他来说 这也是一个新的世界 他对一道不感兴趣 但是他爷爷却是一道大拿 但是现在曹芒所讲的很多东西 却都是他从未听见过的 一时间也来了兴趣 而此时 林霄正在一间空房之内 里面堆满了药材 有一个巨大的导药石旧 这些都是早上一并采购的 林霄将无数名贵的中药材 放入石旧 然后调动体内那股暗镜加持 开始快速制药 黑玉生鸡膏 制作方法不算复杂 但是其所需要的药材极多 比例 甚至是融合顺序 都不能有半分差池 足足一个多小时过去 林霄才制作出了一份 大概半斤左右的黑玉生鸡膏 呼 擦掉额头的汗珠 林霄走出了空房 黑玉生鸡膏 呈漆黑之色 真就如一块黑玉一般 其间点缀着一点点白色颗粒 林霄刚刚来到 一股特殊的香味 便被众人闻见 曹芒猛的侧头 一脸骇然地看着林霄 你又怎么了 林霄眉头一簇 大 大 大师 曹芒的称呼 已经从萧哥变成大师了 目光狂热 整个人 俨然是一副林霄小谜的样子 这这这 这是 非玉生鸡膏吗 我 我 我先前还在想 这种顽疾 要用什么药物治疗 原 原来是此神药 大师 你 我 碰 曹芒又一次跪下了 眼神狂热到了极致 是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林霄眉头一挑 这曹芒 终于世家三十九代单传 还真不是盖的呀 从他这见识能够看出来 他这曹家 怕是不简单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怎么不好好继承医道 非要去混什么江湖啊 大师 您简直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曹芒死死地盯着林霄手中的黑玉生鸡膏 传说中的神药啊 足可以到一具肉白骨 我又是有幸使用过一次 那是我曹家 仅有的最后一点存货了 本以为 此生再也无望 再见此神药 却不想 今日在大师 您这里得见 无憾 无憾了 肉白骨 高强 高成龙和玉冰 都是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们军事觉得这有些夸张 肉白骨啊 那怕只存在于传说中 可看曹芒的样子 可并不像作假呀 最关键的是 林霄也没有反驳 足可以说明 这黑玉生鸡膏 可能真有那等神效 有此物在 高成龙先生的腿 何须半月啊 如今已经有了知觉 最多一周 必然能够恢复如初 此时 曹芒的声音再次传来 哦 林霄之前是保守估计 却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看低了 黑玉生鸡膏吗 大师 可否让我看看此物 此时 曹芒又是一脸期待的争许 林霄将自己随意 用磁盘装着的 黑玉生鸡膏 递给了曹芒 曹芒接过 先是闻了闻 随后又捏了捏 闭上眼 细细地感受 很快 他睁开了眼睛 这品质 比我当初使用的 还要高树筹 和虚翼周 高先生的腿 最多五天便能痊愈 曹芒说完 目光复杂地盯着林霄 大师 这是您刚刚才制作的 嗯 林霄轻轻点头 表示肯定 请大师受我一拜 曹芒已经不知道 如何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再一次的 直接来了个五体投地 林霄没有躲闪 只是接过了曹芒手中的 黑玉生鸡膏 曹芒的表现 给他提了个醒 自己从系统获得的东西 或许有一些会有些离谱 以后一些东西 怕是不能轻易试人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肉白骨 如此神药 若是能够在四海药液量产 那四海的危机 玉冰此时心思无比复杂 随后的时间 林霄给高成龙上了药 之后吩咐他们 每天过来 针酒 换药 做完这一切 林霄坐在了沙发上 跟高强等人喝着茶 就在这时 玉冰的手机突然响起 他拿出来看了一下 本想挂断 想了想 还是滑动接听 可是下一秒 玉冰突然刷一下站了起来 翘脸上猛地划过一抹慌乱之色 怎么了 林霄眉头一蹴 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爷爷 病危了 已经昏迷 玉冰一咬牙 美眸里已经有泪珠 在打转 走 林霄一把拉住他 两人直接朝着别墅外而去 很快 不加迪黑夜之声 冲出了桃花园 还有八天 八天后 就是我爷爷八十大寿了 车上 玉冰紧拧着嘴唇 泪珠依旧在眼眶里打转 放心 会好起来的 林霄安慰了一声 车速继续提高 职业级驾驶技能加持下 城市道路的车流 并未对林霄造成丝毫影响 听到林霄的话 玉冰却是轻轻摇头 或许 好不了了 并非玉冰悲观 而是他比林霄清楚 郁梦国的病情 爷爷年轻时曾入伍 受过重伤 肺部有益 当时战况吃紧 并未第一时间救治 更何况 爷爷本身学医 对自身的情况掌控得很好 一直坚持到自己本身 可惜想要治疗时已经晚了 肺部的暗伤 就这么留存了下来 这些年 一直反复发作 可这还是第一次昏迷 我爷爷说过 如果他昏迷过去 那么说明这辈子 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 医者不自医 郁梦国很好地呈现了 这句话的精髓 其实并非是不自医 而是对自己身体 有着清晰的认知 有时候往往就是 不去强行治疗 才会更加轻松 玉冰说着 已经哭泣起来 林霄顺手抽出纸巾递给他 安慰道 一切情况都还不明了 等你见到了你爷爷 说不定他已经醒过来了 嗯 谢谢你 林霄 玉冰道谢一声之后 沉默了下去 林霄也不再多说 全神贯注地开着车 十多分钟后 不加迪 黑夜之声 来到了玉家大宅之外 说实话 这还是林霄第一次 来到玉冰家外面 不说别的 就连那大门 都如同桃花园的大门 一般气派 大门内 是一个庄园的形式 门口有保安 不过在玉冰放下车窗之后 立刻便打开了闸门 林霄和玉冰 一路驾车 来到了玉家深处 车子缓缓停在了主宅之前 整个玉家 林霄也估算 不出占地多大 其间有现代化的别墅 也有古色古香的老宅 纵横交错 别有一番风味 这边 下了车 林霄紧跟在玉冰的身后 穿过主宅 后方全是独门独院 玉冰直接带着林霄 进入一间院子 院子是四合院的形式 让林霄震惊的是 这院子的每一个房间 竟然都是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有一些 甚至是连林霄都叫不出名字的存在 起初林霄还疑惑 玉冰国病危 为何不在医院 现在算是了然了 人家这玉家呀 比起医院先进多了 有钱人的世界 还真是有些令人想象不到 一间房屋内 此刻聚满了人 玉冰带着林霄 直直地向着那里走去 而此时 一名中年刚好走到门口 看到玉冰和林霄的瞬间 脸色瞬间便沉了下去 你还知道回来 中年人猛地呵斥出声 脸色阴沉 不是别人 正是玉松武 玉冰的二叔 玉冰脚步一顿 没有回答 他不喜欢这位二叔 不为别的 这人太功利 根本不在乎什么勤奋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家族 为了四海集团 甚至 就连要将玉冰推出去 嫁给李胜 也是这位二叔所出的主意 玉松武见他不说话 也懒得再多言 不过 却是将目光投向林霄 他眉头一皱 接着便不约到 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都往家里带 这里是他能来的地方吗 林霄眉头一挑 心里划过一抹不爽 自己叫不三不四的人 这一瞬间 他对玉松武的印象 直接成了副分 二叔 玉松武是我的朋友 不过此时 玉冰率先开口了 他定定地看着玉松武 哼 朋友 作为朋友 他就不该在安大大礼堂 带走你 不识实物 这种朋友 不交也罢 玉松武直接冷哼出声 林霄都有些怒了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刚要开口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老二 你少说两句 玉松文从病房走了出来 他身旁 秦方紧跟着 两人均是看了一眼林霄 随后又看向玉冰 走吧 进去看看你爷爷 说完 玉松文又对着林霄 点头示意了一下 当然了 也仅此而已了 秦方却是全程 用审视的目光 看着林霄 让林霄很识不爽 但是现在 碍于玉冰 林霄也没有多说半句 林霄 我们进去 当然 玉冰可没有忘记林霄 没有自己进去 而是招呼了起来 林霄轻轻点头 跟了上去 玉松武本想要阻止 却是被玉松文一个眼神给制止了 最终 一行人心态各异 进入了屋子内部 屋子内 各种先进医疗仪器都有 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 也正在研究讨论着 林霄扫了一眼周遭 各种片子和病例分析 都有 玉冰此时 忽然快速地朝前跑了两步 来到一名白大褂身边 罗爷爷 我爷爷他 怎么样了 白大褂看到玉冰 伸手摘下了口罩 一张苍老的脸颊 便呈现在了林霄眼前 唉 老者叹了口气 摇头 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做手术也来不及了 而且 你爷爷的身体 也不一定能够挺得住 中医的手段也没用啊 我是无能为力的 老者说着 不由得看向了玉孟国 眼里泛起一抹悲哀 玉冰浑身一颤 泪花瞬间就模糊了双眼 爷爷 玉冰失落地走到病床前 轻轻伸手 抓住了玉孟国的手掌 可惜 玉孟国却是纹丝未动 似乎毫无所觉 罗一王 真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玉松武和玉松文兄弟俩走上前 脸上充满了担忧 神仙难救 老者 也就是罗一王轻轻摇头 玉松武和玉松文 都沉默了下去 眼前这位 那可是安城一道界太陡 一王罗取文啊 他都这样说了 那几乎可以断定 玉孟国是没救了 一王名号 那可不是瞎给的 那是得到了整个安城一道界 所有人认同的存在 罗取文 不管是中医医术 还是西医医术 都已经真挚化尽 整个安城 无人能出其右啊 冰冰放心 你爷爷的并没什么大碍 然而就在众人伤心之时 灵霄的声音忽然响起 灵霄 你说什么 玉冰猛地看向灵霄 美眸瞪的老大 而这一刻 玉松武和玉松文 以及罗取文 这位安城一王 也都看向了他 不过跟玉冰不同 三人都是眉头皱了起来 我说 你爷爷的病没什么大碍 轻轻松松就能治好 你不用担心 灵霄强调了一遍 他已经看了玉孟国的病例 就这点疑难杂症 便是他大世纪的中医经验都足够了 甚至都用不上鬼王十三针的 真的 玉冰激动了起来 灵霄 求求你 快救救我爷爷 放心 你爷爷这点病 算不得什么 我不仅能治好他 还能让他能够生龙活虎地举办他的寿宴 灵霄自信一笑 太好了 灵霄 那你快点 玉冰已经催促了起来 现在 可没有什么是比玉孟国康复更重要的了 胡说八道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鹤声响起 不是别人 正是灵霄最讨厌的玉松武 玉松武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一双威严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灵霄 再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就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灵霄目光一寒 想要开口 不过玉冰比他更快 二说 你说什么呢 灵霄能治疗爷爷的病 糊涂 玉松武眼睛一瞪 他算什么东西 你罗爷爷这位医王都治不了 他怎么治 玉冰 我看你是昏了头 玉冰浑身一僵 目光猛地变得复杂起来 是啊 他刚刚也是关心则乱 罗曲纹可是医王啊 灵霄的医术在逆天 怕也是难超过罗曲纹的吧 念及此 玉冰也犹不得一阵苦笑 医王 灵霄此时却是忍不住 瞥了一眼罗曲纹 接着有些不懈地开口 这种病都治不好 也敢称医王 屋子内 气氛猛地安静了下来 唯有灵霄的系统 在他脑海里提示了一句 传说值加999 此时系统面板上的传说值 已经来到了5万 增速在此刻也加快了一些 当然 跟昨晚在大礼堂时候 是绝对无法相比的 放肆 X2 一瞬过后 玉松武和玉松文都是陈鹤出声 他们死死地盯着灵霄 玉松文开口道 灵霄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哼 你连最基本的对长辈的尊重都没有吗 玉松武却是看向玉冰 冰冰 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 哼 灵霄对玉松文认识自己 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是百亿大家族的人 人家要了解一点信息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更何况 自己这几天 可都是跟人家的宝贝女儿在一起啊 我并没有不尊重人的意思 只不过 这真的只是小病而已 我出手 很快就能治好 灵霄淡淡地开口 不知悔改 玉松文一挥手 脸色沉了下去 此时 罗曲文一双老眼 闪着淡淡的光辉 小伙子 你这么自信 能不能说说 你的救治之法 是西医手段 还是中医手段 还想说什么的玉松文 在罗曲文开口之后 闭了嘴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向了灵霄 当然是中医手段 灵霄淡淡回应 我只需失真 便能痊愈 罗曲文一汉摇头 是我想太多了 我还以为真有什么神医手段呢 小伙子 别捣乱了 便是手术也不一定管用 你区区失真 怎么可能治好 玉松武和玉松文 看向灵霄的目光 已经变得不善起来 你治不好 不代表我治不好 而此时 灵霄却依旧是淡淡地反驳了一声 把他轰出去 然而 他的话才落下 玉松武已经呵斥出声 二说 玉冰一惊 赶忙挡在了灵霄身前 冰冰过来 然而此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情方 却是开口 并且一把将玉冰拉到了身边 同时 一道高大的身影 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身黑衣 黑衣之下 爆炸般的肌肉盘球着 整个人魁梧的不像话 他的面孔并非龙国面孔 皮肤略黑 脸颊瘦靴 他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灵霄 仿佛一条毒蛇 妈 你拉我干什么 玉冰试图挣脱秦芳 却是毫无作用 冰冰 以后不要再交这样的朋友 我们玉家 也不欢迎这样的人 秦芳淡淡的声音 在玉冰耳边响起 玉冰浑身一颤 一时无言 而此时 灵霄也看向玉冰 有些无奈的怂怂肩 玉冰 不是我不出手 是你家的人不给我机会 以后 你不要怪我 玉冰眉瞒瞬间红润了 伤心至极 可这时 玉冰武却是继续爆合出声 少废话 龙八 把他轰出去 黑衣男子 也就是龙八轻轻点头 随后毫不犹豫地伸手 朝着灵霄抓去 唉 灵霄叹了一口气 缓缓抬手 啪 他抓住了龙八的手腕 轻轻一拍 龙八的手瞬间落空 朝着一侧甩去 嗯 龙八毛子猛地眯了起来 这一刻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就在此时 灵霄的目光 猛地变得凌厉了起来 他死死地盯着龙八的双眸 你要再敢对我出手 我保证 你这个月都站不起来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这龙八很强 应该不是一般人 但却是若赤狼一筹的 赤狼那样的 都接不住自己一招 更何况是他了 少威严耸听 龙八 动作快点 玉松武此时再度催错了一声 住手 玉冰大喝 可惜 没有人管他 龙八动了 脚步一踏 凌空而起 这一刻 一股独特的气势 在他身上爆开 林霄眼睛微微一眯 此时的龙八在他眼中 似乎浑身上下都化作了武器 而且他的攻击 似乎每一击 都是奔着致命而去的 太全骂 林霄呢喃了一声 呼 此时 龙八的攻击也来临了 剧烈的破风声在耳边响起 林霄脚踏太急 柔劲遍布全身 随手轻轻一扬 龙八凌厉至极 是大力臣的攻击 立刻被他随手接住 接着 他一双眸子 平淡地盯着龙八 龙八在这一刻 浑身俱颤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 龙八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这一刻 林霄给他一种 蔑视众生的感觉 似乎 自己在他面前 就如同那蝼蚁一般 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 退 没有丝毫犹豫 龙八开始暴退 然而此时 林霄已经出手 他轻轻一掌拍了出来 四万十块 看着软绵绵的一掌 此时却仿佛穿越了空间 转瞬便来到了龙八的胸前 龙八瞳孔骤然收缩成症状 想要抵挡 却是发现 身体根本跟不上反应速度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林霄的手掌 落在了胸前 轰隆隆 一股恐怖到了极致的静力 在胸口处爆发 龙八眼睛都差点凸出来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他感觉 自己仿佛被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 随后 浑身上下传来阵阵剧痛 仿佛整个身体 都要被撕裂了一般 或许 要不是因为自己修炼的是古泰拳 而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怕是那瞬间 就要被拍爆吧 呼 龙八庞大的身体 就这么自空中倒飞了回去 直接飞出了屋子 砸在了门外的空地上 不 落地瞬间 龙八已然承受不住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什么 这一刻 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灵霄 尤其是玉松武 嘴巴张大 几乎能够塞下一枚鸡蛋了 那可是龙八呀 国际顶尖安保集团聘请的九星保镖 年薪敬意地恐怖存在 就这么一击败北 他甚至都忍不住眨了眨眼睛 生怕自己是在做梦 好好在床上躺一个月吧 此时 灵霄淡淡的声音响起 传说值加888 传说值加1326 灵霄系统面板上 信息疯狂滚动 所有人回过神来 眼底深处 竟是都带上了一抹畏惧 来人 快来人 把这暴徒制住 玉松武慌乱起来 大吼出声 哗啦啦 这一瞬间 十名黑衣保镖出现 他们一个个身上 都散发着灵力的气息 不如龙巴 但是人多啊 唉 我真不想 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灵霄叹息一声 随后又有些无奈地看向玉冰 玉冰 这你不能怪我 住手 你们都给我停下 灵霄 我 我送你出去 玉冰一脸慌乱地呼喊 可惜 没有人管他 十名黑衣保镖警惕地 靠近灵霄 全都在寻找着机会 终于 双方距离不足两米了 灵霄也准备动手 都给 老夫住手 突然 一道声音猛地传来 紧张的气氛被打破 所有人的目光 聚焦在病床上 爸 X3 玉松武 玉松文和秦芳同时呼喊 爷爷 玉冰也惊呼一声 老玉 罗举文也开口了 一众保镖强行停住 毕竟那位可是玉孟国 玉家和四海集团实际的掌控人 你们放肆 而此时 玉孟国却是没有理会任何人 他还是躺着的 但是却是怒气汹涌 一切都听 灵霄的 我一把老骨头 嗨 不怕死 玉孟国说出的话 震惊了所有人 哦 灵霄都是一阵 忍不住看向玉孟国 却在此时 正好对上玉孟国的目光 他眼里 充满了真诚 有意思 灵霄朝着他轻轻点头 老玉 你疯了 这时 罗曲文却是喝道 不用 玉孟国轻轻摆手 然后再一次晕了过去 嘟嘟嘟 这一刻 仪器疯狂报警 所有人的心揪了起来 灵霄 玉冰忽然呼喊起来 顺手挣脱了秦芳 交给我吧 灵霄本不打算救治了 不过现在 他又改变主意了 他对玉孟国 莫名的有了一点好感 嗯 玉冰重重点头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向灵霄 目光复杂到了极致 而灵霄 却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全场 房间里 空调开到最大 我要最短的时间 升温到四十摄氏度以上 所有人僵住 不明所以 都聋吗 灵霄眉头一挑 随后一指玉孟国 还是说 他的话不管用 你 玉松武和玉松文 脸色难看 按他说的做 顺便报警 若是他让老玉出了事 便是谋杀 罗曲文缓缓开口 呼 玉松武吐出一口气 抬手示意那几个保镖 灵霄满不在乎 对他来说 玉孟国这真的只是小毛病而已 中央空调功率调到最大 这一刻 房间开始急剧升温 十多分钟而已 所有人便感觉呼吸异常艰难 甚至有种脱水后 口干舌燥的感觉 扶起他 温度差不多了 灵霄自己都有些受不了 他一指玉孟国 立刻便有两名保镖 上前将玉孟国扶起 我要两桶冰水 温度低于十摄氏度 灵霄一边朝病床走去 一边扫了一眼玉松武 吩咐了一声 玉松武牙齿紧咬 看向两名保镖 去 几分钟而已 两名保镖提着两个大桶走了进来 桶里装满冰水 散发着淡淡寒气 吃了 灵霄直接出手了 一把将玉孟国的病号符扯开 让他整个上半身暴露在空气中 混蛋 你干什么 玉松武终于忍不住立刻出声 闭嘴 灵霄淡淡瞥了他一眼 是一梯桶的两个保镖 泼塌 同时 他手里已经捏起了一根银针 就是那一枚特殊打造的 足足二十厘米的银针 此刻 灵霄调动了体内的静力 加持在指尖 银针轻轻颤动 竟是变得坚硬鼻挺 什么 然而此时 两个保镖却是没有动 那可是他们的老东家啊 他们 怎么敢啊 灵霄 你放肆 不要再得寸进尺了 玉松文也忍不住开口了 你也住嘴 灵霄淡淡瞥了他一眼 随后看向两名保镖 动作快点 保镖依旧没有动 毕竟自家人可没开口 你们按照灵霄说的做吧 这时 玉冰开口了 然而他的话 却是直接引来了 玉松武的呵斥 玉冰 你疯了吗 你要害死你爷爷 玉冰 你疯了吗 你要害死你爷爷 玉松武对玉冰怒目而视 灵霄还没有开始治疗 但却又是让房间升温 又是冰水的 这一番操作 简直跟治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玉松武可不认为 灵霄真的有什么真才实学 这么搞下去 怕是玉孟国就真的熬不过去了 二叔 爷爷说了 一切都听灵霄的 玉冰看向玉松武 爷爷见过灵霄的手段 爷爷相信灵霄 胡说八道 玉松武大手一挥 他这是要害死你爷爷 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着 玉松文和秦芳 此时也是目光沉宁 他们看向玉冰 眼底神色极为复杂 玉冰见到这一幕 内心轻轻一颤 很显然 就连自己的父母 也都不信任灵霄 泼水 林霄懒得听他们一家胡扯 这时候温度已经达到 冰水在这种环境下 可坚持不了多久 两名保镖愣着 不敢动作 泼水 玉冰此时深吸一口气 喝道 任何事 由我玉冰一人承担 冰冰 不要再胡闹了 玉松文终于忍不住 开口亲和起来 泼水 你们聋了吗 玉冰这一次 直接选择了 无视自己的父亲 朝着两名保镖娇翅出声 玉冰 玉松文眉头倒数 脸色极为难看 玉冰依旧没有理睬 只是死死地盯着保镖 两名保镖压力巨大 最终 一咬牙 狠狠地将水泼了出去 目标 正是吃着上半身的玉孟国 你们敢 玉松武和玉松文大怒 可是 一切都来不及了 哗啦 吃 两桶寒冷刺骨冰水 直接浇灌在玉孟国的身上 在这种极高温度的环境下 众人甚至听到了 玉孟国身上 传出一声清响 接着 他略歇消瘦的身体 猛地一颤 打了一个机灵 也就在这瞬间 玉霄猛地动了 他的速度极快 两根手指 捏着银针猛地刺下 扑呲 银针透体 直接从玉孟国前胸 穿刺到后背 银针刺目的锋芒 令人胆寒 你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一网罗举文 更是瞪着一双昏暗的老眼 内心惊涛骇浪 然而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玉霄丝毫没有理会 众人反应的意思 他速度极快地抽出银针 随后再一次落下 扑呲 另一个位置 银针再度透体而出 众人麻木了 一次也就算了 你还来第二次 然而 还没等他们有反应 灵霄再次拔针 刺下 动作行云流水 三针 用时不到两秒 而这时 玉孟国的身体都完成了颤抖 浑身的肌肉都紧缩着 包括他的肺炎 吃吃吃 这一瞬间 三道血剑从他体内射出 前胸 后背 连成一条线 雪白的病床 历时烟红一片 混蛋 极度血腥的一幕 终于是让玉松武反应了过来 灵霄 你完了 警察马上就到 你这辈子完了 好玩 玉松武转向玉冰 继续怒吼 玉冰 这就是你要承担的后果 你现在 给我好好地承担着 玉冰撬脸一白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灵霄 混账 混账 此时 玉松文和秦芳都在喝骂 看向灵霄的目光 愿读到了极点 一众保镖则是正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灵霄 不紧不慢地伸手 取了一点酒精 将银针消毒 随后拿出紧箔袋子 将银针插了回去 而后 他才看向玉冰 放心 不会翻车 玉冰看灵霄淡定的眼神 浑身一正 熟悉的话语 忽然让他一阵心安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抓住他 别让他逃了 玉松武在此刻爆和出声 保镖们放下手中的是 猛地反应过来 目光凌厉地看向灵霄 都给我住手 不过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所有人疑惑地看去 这次说话的人是罗曲文 这让他们意外 一气警报声停了 老玉的生命状态再回升 我的天 罗曲文惊呼了起来 成为一王多年 他心境早已古井不波 可现在 平静的心弧 却是掀起了万丈狂乱 嗯 玉松武 玉松文和秦芳 都在此刻一正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各大一切 随后 他们的目光震住 眼神猛然变得震撼起来 嗨嗨 与此同时 一声咳嗽声响起 玉孟国竟是猛地睁开了眼睛 冷 玉孟国浑身都在颤抖 即便此时房间中的温度齐高 他却也是浑身汗毛倒数 可这一刻 没有人理会他 所有人都木讷地看着他 刚刚 明明这么恐怖 鲜血溅了一床 可怎么 现在还能说话了 那样子 甚至都不像是一个大病的人 传说值加1999 传说值加1068 灵霄系统面板上 传说值在快速增加 足可见 众人有多么震撼了 怎么这么多水 玉孟国再次开口 眉头皱着 随后也顾不了太多 一把拉开了被子 准备下床 爷爷 玉冰终于反应过来 满脸惊喜地呼喊 随后两步冲到了病床前 嗯 玉孟国轻轻点头 不过他的目光 却是落在了灵霄的身上 灵霄 谢谢 你们聊 灵霄随意摆手 转身就走出了病房 哗 就在这瞬间 病房里哗然了 爸 你 玉松文和玉松武瞪着眼睛 不知道此刻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 先闭嘴 玉孟国朝着两人摆手 看向罗曲文 老罗 我现在怎么样 先看看 罗曲文暂时压下心头的震撼 之后 开始给玉孟国做详细的检查 随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玉孟国肺部的鸡眼 竟然全都消失了 只不过 身体暂时 还有一点虚弱而已 就像得了感冒 处于恢复期 你治不好 不代表我治不好 这都治不好 还敢称 医王 罗曲文猛地朝后退去 一屁股跌坐在半宫椅上 这一刻 灵霄先前的几句话 不断地在他脑海中回荡 冲击得他的骄傲支离破碎 有眼不识泰山 不识真龙啊 罗曲文满脸的苦涩 内心复杂到了极致 说实话 灵霄的治疗之法 他这辈子都想不到 可这会儿 他算是反应过来了 灵霄那是利用了 人体的应激反应 在那一瞬间 让玉孟国本能的应激 然后在极短时间内 施针放出肺部肌液 很简单的治疗过程 但是 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灵霄才进来时 只是观察了一下各种片子 能够做到这一步 属实那天 与之相比 自己这所谓一王的名头 简直就如同垃圾一般 怎么会这样 状态竟然如此的好 肺部肌液 几乎完全清除了 就那三针 如此医疗手段 玉松文 玉松武和秦芳 此刻均是满脸的震撼 他们正在看着 手中的几张报告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知道 自己究竟是多么的无知 要是一开始 便让灵霄出手 哪有后面这么多事情 爷爷 太好了 玉冰发自内心的喜悦 自小到现在 玉孟国可谓是 对他最好的人了 甚至比他父母 对他还要溺爱 我就说 我看人的眼光 不会出错的 不 不对 我还是错了 玉孟国一边说 一边摇头 没错啊 爷爷 玉冰醋眉 呵 玉孟国笑了笑 接着开口道 我还是看清了 他比我认知的 还要更恐怖得多 玉冰一正 随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一刻 他脑海中 竟是猛地灌满了 灵霄的身影 随后 又想起自己 偷袭灵霄时的一幕 翘脸猛地通红一片 玉松文 玉松武 许久过后 玉孟国的陈鹤生 将玉冰惊醒 爸 爸 两人赶忙上前 低头垂目 紧张不已 是谁让你们越过 逼迫冰冰 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 玉孟国心事问罪了 两人一颤 玉松文咬牙 抬起了头 爸 四海药业危急 那关乎到我们四海的命脉 住口 玉孟国直接打断了他 冰冰的幸福 由他自己选择 可是爸 玉松武也开口了 崇山绝对会落井下石 我们四海 很危险啊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大不了就是破产 哼 两个废物 玉孟国是真的生气了 此时根本不顾两人 是自己亲生儿子 直接骂了起来 玉冰目光略显复杂 不过心里却是极为感动的 罗曲文见此一幕 直接退出了病房 林霄站在院子中 罗曲文稍微犹豫 随后便走上前去 来到林霄身后 罗曲文深深地鞠了一躬 小兄弟 先前是老夫误会你了 老夫给你赔罪 林霄转身 淡淡撇着罗曲文 我并未放在心上 罗曲文赫然抬头 立时便看到了 林霄眼底的淡然 这一刻 他内心再一次 忍不住苦笑起来 似乎自己在林霄的眼里 什么都不是啊 这还是第一次 让他有了一种挫败感 但没办法 他不服不行 林霄再看不起他 那也是理所应当 他这一辈子 也倒上线了 想要再进一步 比登天还难 不说别的 林霄那失真手法 他也是这辈子 都学不来的 我知道了 多谢 罗曲文再度锯了一躬 随后走向了一侧 林霄皱眉 不知道为何 现在看罗曲文的背影 竟是感觉到了 他似乎很是落寞一般 当然 林霄也懒得多想 这世界 很多人名号响亮得很 可惜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 一王 这两个字的含金量 在林霄看来 可不止于此啊 只能说 人心太浮躁啊 就在林霄感慨时 系统提示音 忽然响起 叮 恭喜宿主解锁成就 一王拜扶 获得罕见级抽奖机会 加一 哦 还有这种好事 林霄嘴角猛地勾起 顺便扫了一眼系统面板 传说值 竟然也再一次达到了十万 抽一下 林霄心里念头泛起 不过还没付出行动呢 玉冰忽然走了出来 林霄 谢谢你 玉冰的声音 在林霄耳边响起 他站在林霄身侧 距离很近 四目相对 林霄内心一阵悸动 玉冰则是翘脸微红 要不然 来点实际的 昨天之后 那种感觉 属实是难以忘怀 你快闭嘴 玉冰翘脸更红了 忍不住脆了一口 随后快速转身 开口道 我爷爷要亲自谢你 话落 陶也似的冲进了屋内 哼 林霄笑了起来 冰霜女神玉笑花 怕也只有自己 才有资格看到他这番模样了吧 林霄是极为骄傲的 自恋了一会儿 林霄才走进了房间 此时 房间已经收拾了一遍 干净整洁 玉冰国被玉冰扶着 站在最前方 玉松文 玉松武和秦芳 都站在他的身后 林霄 谢谢你 林霄近来 玉冰国立刻上前 满脸真诚 林霄点点头 坦然接受玉冰国的谢意 而此时 玉冰国却又转头 沉声道 还愣着做什么 哼 林霄疑惑不已 不过这时 玉松武 玉松文和秦芳三人 都是走上前来 他们暗自咬牙 随后看向林霄 开口道 林霄 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 哦 林霄嘴角一勾 不由地看向玉冰国 这玉冰国 倒还真是不错 竟然有此觉悟 要知道 自己可只是一个学生啊 而眼前的三人 那可是掌管百亿企业的 社会精英 让他们低头道歉 怕也只有玉冰国 才有此等兴起了 念及此 林霄淡淡回了一句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三人闻言 忍不住看向玉冰国 收起你们那 高高在上的心气吧 你们连让别人 生气的资格都没有 懂吗 玉冰国忍不住 教育了一句 三人则是一愣 随后看向林霄 目光运怒 哼 这一幕 又引得玉冰国不满 林霄则是懒得管这么多 随他们好了 不过这时 玉冰国则是拿出 一张银行卡 以及一张烫金的请柬 递了过来 这是 这是 林霄眉头轻轻颤动 看着玉冰国 林霄 卡里有一亿 算是给你的诊金 你收下就好 老头子的命啊 可不止这点钱 玉冰国开口解释 林霄表情不变 心里却是极为震撼的 这特么的 就给一亿了 毫无人性 真的是毫无人性啊 说实话 要不是林霄获得了系统 他都不知道 自己这一辈子 能不能赚到一亿呢 还有这请柬 是我八十大寿的请柬 希望你能够赏脸 玉冰国脸上堆满了笑容 措辞非常谨慎 就仿佛生怕林霄不同意一般 林霄依旧没有说话 不是装逼 而是实在有些震撼 玉冰国有些着急 忍不住拉了一下玉冰的衣袖 玉冰翘脸微红 强忍着内心的羞怯 开口道 林霄 我爷爷一番好意 希望你不要拒绝 啊 不 当然不会 林霄反应过来 自然地伸出手 接过了卡合请柬 我会准时到的 那可是一亿 林霄可不会放过啊 这也算是自己 平能力赚来的了 那就太好了 玉冰国略显激动 林霄 没什么事的话 待会儿留下来吃饭 我让冰冰亲自下厨 我跟你说 冰冰的手艺很好 你还没尝过吧 啊 林霄一正 看了一眼玉冰 却见玉冰脸色微红 他心里好笑 可能玉冰国还不知道 林霄有幸还是品尝过了的 当然了 他没有答应 反而是摇头 我还要去医院看我妈 下次吧 玉冰略微失落 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玉冰国则是遗憾道 那可惜了 随后 他又开口 你母亲那边问题不大 治疗得走 你又及时升级了药物 伤害也减小了许多 啪 说着 玉冰国忍不住拍了拍额头 看我 都忘记了 你医术通天 开一些调理的药 给你母亲就好了 未来 不说恢复如初 但恢复到正常状态的80% 还是可以的 说着 玉冰国内心 也觉得有些可惜 目前为止 中医的治疗之法 对癌症还没有很好的针对 不过他觉得 以后必定会有的 说不定 玉冰就能在未来 让他母亲彻底康复呢 毕竟 玉冰现在的医术 便已经极为逆天了 就连翼王罗曲纹 也不得不佩服 嗯 玉冰轻轻点头 恢复到正常状态80% 这一点 他还是有信心做到的 可惜了 化疗的一些伤害是不可逆的 只希望以后系统 能够出一些好东西 能够针对性地起到作用了 想着这些 玉冰对传说值 愈发地渴望了起来 可惜 又不能天天都有 大礼堂那样的事情发生 实在遗憾 罢了 我还年轻 时间还多呢 最终 林霄再心头一叹 终于 林霄开着车 离开了玉家的庄园 玉冰远远地目送着 直到看不见一点影子之后 他才回到了家中 爸 崇山那边的压力 我们该如何应对 爸 事情你也了解了 冰冰的事情 让李生很生气 崇山甚至已经开始 对我们四海进行狙击了 玉冰回到家里 立刻便听到了这些话题 他脑海里 猛地闪过黑玉生激高的信息 当下 他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进入了众人谈话之地 林霄并不知道 玉家正在发生的一切 此时 他正行驶在环线上 念头一动 直接在脑海中 下达抽奖指令 恭喜 金钱加武零万 传说直销号 一发入了个寂寞 罕见即抽奖 一并用了吧 林霄又吩咐了一声 恭喜 获得圆满八级拳 系统提示音 响起 林霄目光猛的一亮 这抽奖 还真的那玩游戏强化装备一样 都需要垫一下 积累一点运气 之前可都没抽到什么好东西 这圆满八级拳 绝对不一般 就在这时 他浑身都是一颤 一股佩然力量 在体内生成 这一瞬间 他的肌肉骨骼 甚至就连筋膜血液 似乎都获得了一番恐怖的强化 林霄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 得到了非常夸张的增强 就连体内那股所谓的暗镜 也猛然壮大了很多 就仿佛 体内突然多出了一头蛟龙 只要自己愿意 随时都能做出逆天之举 不过也就在这时 林霄感觉到了一丝不同 似乎自己的身体和力量 到达了一个极限 有一层隔膜 将自己死死地挡住 竟是 无法再前进一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瓶颈了吧 林霄忍不住嘀喃一声 任何事 都有极限 一旦突破这个极限 那便是另外一番天地 他不知道 他现在 的确是达到了一个瓶颈了 江湖上 称他这个状态为 暗镜巅峰 再进一步 那便是传说中的画镜 真的是另外一番天地 丁 没来得及想太多 林霄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 林霄皱了皱眉 随后便滑动接听 顺便开了免提 林霄 陌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 是我 林霄心头 突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医院地下车库 给你十分钟 必须出现 要不然 我们搁几个 就去二楼201病房转一转 电话里陌生的声音再次传来 哄 这一刻 林霄只感觉自己心头一股火焰 猛地爆发了出来 你是谁 他声音微微沉了下去 你不配知道 对面嚣张地应了一声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嗡 黑夜之声猛地咆哮起来 随后化作黑芒 在马路上奔袭而过 林霄心头 冲天火起 医院二楼201 那是母亲齐岩的病房 他不知道自己招惹了谁 竟然有人以母亲作为筹码 威胁自己 但是 他今天必然要这人付出代价 血的代价 威胁之人给出了十分钟 可林霄只不过五分钟 便来到了医院地下车库 嗡嗡嗡 黑夜之声 如同一头黑豹 缓缓停在了一个车位上 马德 这车真够装逼的 一亿三千万 一群十多人 手持棍棒出现 看着黑夜之声 眼里满是贪婪 十多人围拢过来 林霄丝毫没有慌乱 沉着脸 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随意地扫了一眼他们 林霄淡淡问道 刚才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十几个手持棍棒的小混混 都是一愣 说实话 他们干这些打架斗殴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林霄 绝对是他们见过的最淡定的一个了 或 挺有种的 不愧是有点手段 在身的人 人群中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走了出来 他手里提着一根金属棒球棍 你打的电话 林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是我 青年将棒球棍扛在了肩膀上 表情张狂 让你们的人离开二百灵异病房 林霄依旧冷静 他没有贸然出手 当然是怕这些小混混 有人在母亲身边 那就不好办了 哼 青年嘴角一勾 小子 你不会真的以为教训你一顿 我们搁几个 还需要找个人质吧 你看不起我们 周围小混混 都是细血地笑了起来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林霄此时却是心下一松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你们很自信 林霄淡淡开口 可你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面对的人 是怎样的存在 传说直加999 林霄的话 直接让系统面板上 传说纸滚动起来 兄弟们 这小子果然够装逼的 青年有些好笑地看着林霄 哈哈 刀哥 这种装逼的人 一般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刀哥 让我揍他一顿吧 我这人 最看不得谁在我面前装逼了 小混混们扯着嗓子吼了起来 好好好 青年 也就是所谓的刀哥 抬手一压 随后便道 行吧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打吧 好嘞 一众小混混 踢着棍棒 就朝着林霄呼来 果断得很 一点也没有拖泥带水 显然 他们也算是战斗经验丰富了 当然 胆子也大 那刀哥倒是没有动 只是缓缓地开口道 小子 记住了 以后有些人可不能招惹 要不然 下场可是很凄惨的 哦 不好意思 或许今天之后 你也没有机会 再去招惹谁了 刀哥说完 潇洒地转身 就要准备离开 毕竟 一切都已经能够遇见了的 林霄有两把刷子 这个他知道 但是正所谓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啊 他今天带来的人 可都是自己手下的精英人物 经历过大小几十场斗殴的 教训一个手无寸铁之辈 那还不是手到擎来 碰 这时 一声闷响已经传开 刀哥嘴角微微勾起 什么 然而 一声惊呼传开 让刀哥诧异的是 这似乎是自己兄弟的声音啊 疑惑地转身 刀哥立刻看到了 自己这一辈子 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只见 自己的十多个兄弟 僵在了原地 而其中一人 则是手持一根 完全的棒球棍站着 那棒球棍的弯曲处 一枚拳头 在缓缓收回 哭咚 刀哥有些不可思议地 咽了一口唾沫 难道那棒球棍 是被一拳打弯的 他脑海里刚刚闪过这个念头 便见那拳头的主人 也就是灵霄 随意甩出一个巴掌 四慢十块 那巴掌瞬间 落在他兄弟的脸上 啪 翠响声响起 他那兄弟 直接朝着侧面飞去 连惨叫都没有 直接晕死了过去 砰 重重地摔在地上 刀哥的兄弟 如同破麻袋一般地 滚动出去很远 地下车库 一片死寂 这特么是人 十几个小混混 眼睛都直了 他们经历大小 都熬几十场 也没有见过这么猛的人啊 操 愣着干什么 练夹子 一起上啊 不要留手 唯有刀哥看出了端倪 大吼出声 同时 他自己也再次转了回来 提着棒球棍 就朝着灵霄冲去 干他 兄弟们 快打 小混混们反应过来 同时出手了 他们一脸凶狠 咆哮声很大 似乎这足以壮胆 可随后他们便知道了 声音大 可并没有什么卵用 灵霄目光淡然地瞥着他们 猛地脚步一踏 铁山靠 八级用出 极为普通的攻击 哄 三名小混混直接被撞飞出去 身在空中 小混混们瞪圆了眼睛 看着灵霄 那他们还是人吗 怎么撞在他们身上 就像是被列车撞到一样 浑身都是撕裂般的疼痛 眼前光明消失 渐渐陷入黑暗 落地时 小混混们已经陷入昏迷之中了 砰砰砰 随后一秒 密集的撞击声响起 所有小混混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全都飞了出去 叮叮当当 棒球棍掉在地上 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刀哥保持着攻击的姿势 站在灵霄一米处 灵霄淡淡地看了过来 刀哥浑身一颤 碰 灵霄毫不犹豫 一脚甩出 啊 刀哥倒飞出去 手中棒球棍脱落 随后整个人砸在了五米开外 嗨嗨 不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随后喷出一大口溺血 眼眸瞬间收缩到了极致 而此时 灵霄已经踏不来到他的身前 抬脚 狠狠地踩在了他的头上 谁让你干的 刀哥瞪圆了眼睛 满脸的亥然 心里却是一阵屈辱 他自从被周坤 从东区指派到市中心这边之后 就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委屈 他没有回答灵霄 反而是强忍着剧痛 狠声道 小子 老子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能打 可你知不知道 这个社会比你能打得多了去了 老子叫陈小刀 来自东区 东区坤哥的手下 你今天敢把我怎么样 明天这安城便没有你容身之处 嗯 灵霄眉头一挑 你是周坤的手下 他目光已经沉了下去 陈小刀听到灵霄的话 嘴角一勾 他不得不感叹 周坤的名头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啊 不错 坤哥就是我的老大 今天是哥几个灾了 不过你也别得意 坤哥身边有的是人才 迟早要你付出代价 丁 此时 灵霄的电话响起 拿出一看 是曹芒打来的 灵霄直接滑动接听 对面还没说话 灵霄便淡淡道 让周坤十分钟之内 来安城第一人民医院地下车库见我 要不然 我保证他再也见不到升起的太阳 哈 被灵霄踩着的陈小刀 呼得瞪大了眼睛 你肯定在说什么 陈小刀发出不可思议的声音 那可是周坤 坤哥 东区响当当的人物 在安城 那也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巨头 你让他来见你就算了 他不来 你还要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开什么国际玩笑 灵霄淡淡地瞥了一眼脚下的陈小刀 懒得多说 哼 小子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别特么以为一个电话能骗了老子 老子可不是傻逼 此时 陈小刀继续开口了 我告诉你 坤哥迟早将整个安城的江湖掌握在手中 咔嚓 灵霄实在听不下去 脚下一用力 陈小刀的脸颊 立刻发出了鼓裂声 啊 他惨叫了起来 可惜灵霄却是没有放开的意思 淡淡地声音传出 你废话这么多 做什么 我问你的事 谁让你这么干的 哼 陈小刀声音沉闷 眼神愿读到了极致 你想知道 下辈子吧 坤哥不会放过你的 天王老子 都救不了你 碰 灵霄直接一脚落下 陈小刀眼睛翻白 华丽地晕了过去 他也懒得问了 正所谓 恶人还需恶人魔 自己问不出 不代表别人问不出啊 听着陈小刀的意思 他似乎很是崇拜周坤 周坤本就在市中心 过来也要不了多久 果不其然 此时周坤 赤狼和师爷曹芒 都在火速地朝着这边赶来 一辆迈巴赫 在环线上高速飞驰 周围的车都远远地避开他 开车的人是赤狼 周坤和曹芒 则是坐在后排座上 此时 车内的三人都是 一脸的忐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 他怎么这么生气 早上你见到他的时候 他生气吗 周坤战战兢兢地问着曹芒 没 没有啊 曹芒努力回忆了一下 早上我邀请他 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现在这样 我也想不通啊 唉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先到医院车库再说 周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对暗静舞者的恐惧 已经够深的了 早上曹芒找到他之后 更是将林霄的恐怖医术 也描述了一遍 这让他对林霄的恐惧程度 简直又翻了一倍 五道 一道都极度逆天的 那能是一般人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啊 这种人 只能交好 绝对不能招惹啊 周坤还在庆幸自己明智 没有招惹得太深呢 可现在 却也是忍不住忐忑了起来 十分钟不到 麦巴赫进入了地下车库 刺目的灯光 很快就照到了林霄的身边 是我们的人 是陈小刀 王八蛋 怪不得他这么生气 又是我们的人招惹到他了 周坤脸色铁青 这一刻 他杀人的心都有了 起初是陈伟 现在又是陈小刀 这特么的 以后他周坤手下 绝对不要姓陈的人了 周坤快速拉开车门 与赤狼和曹芒 一起走下了车 随后 三人快步朝着林霄而去 而此时 陈小刀和一众小混混 也在刺目的车灯下悠悠醒来 当他们看到三个熟悉的面孔时 眼底都是出现了无比惊喜的神色 坤哥真的来了 唯有陈小刀 一脸猛逼 不过随后 让他更加震撼的事情出现了 周坤三人快速来到了林霄的身边 接着 三人竟然就这么直挺挺地 朝着林霄跪了下去 林 先生 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又有不开眼地冲撞了您 这一次 我绝对不再轻柔 周坤的声音 在死寂的车库内转开 传入每一个小混混的耳中 这一刻 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如雷贯耳 那可是周坤啊 他们眼中神一样的存在 他们的梦想 那就是某一天 成为如同周坤这样 呼风唤雨的恐怖人物 可是 怎么现在 他们的信仰 竟是给人跪下了呀 这不科学 尤其是陈小刀 此时瞪着眼睛 眼珠子都仿佛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 林霄说 让周坤来见他时 陈小刀是绝对不幸的 可现在 事实竟然就这么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 对他的内心冲击 那是相当巨大的呀 传说值 加3333 系统面板上 传说值再次开始了飞涨 林霄淡淡地撇着周坤 你的人 总是这么嚣张跋扈是吗 周坤浑身泛起一层细密的冷汗 赤狼和师爷也是大气 都不敢喘一口 低着头 战战兢兢 林先生 是我的错 我没有约束好他们 但请林先生放心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如果再有下次 我周坤必当以死谢罪 还望林先生原谅我 周坤说着 朝着林霄深深地低下了他头 那些小混混在这一刻 几乎被吓晕过去了 这特么的 他们的信仰 竟然做到了这一步 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们 他们可都不会相信啊 林霄静静地看着周坤 令得周坤心里发毛 但他不敢多说半句 怕林霄不高兴 许久之后 林霄终于是开口了 问出谁在背后指使 其他的 你看着办 林霄说完 直接朝着电梯走了过去 林先生请放心 周坤松了一大口气 目送着林霄进入电梯 直到电梯门关上 电梯开始上行 周坤三人 这才缓缓地站了起来 赤狼 把他们全都丢到海里喂鱼 终于 周坤咆哮了起来 坤哥 不要 坤哥 放过我们啊 坤哥 不关我们的事 是刀哥 是刀哥让我们这么做的啊 哀求声遍野 所有话音指向陈小刀 赤狼已经走了过去 将陈小刀提着 来到了周坤的身边 周坤目光阴质 仿佛要责人而逝 陈小刀浑身都在颤抖 身周汗如雨下 衣服都已经被打湿了 你有什么意言 周坤直接询问 坤哥 我 陈小刀吓尿了 谁能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靠山 自己的信仰 会成为屠杀自己的刀 他可丝毫不怀疑 周坤的心狠手辣 他同样也看得出来 自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陈小刀没有隐瞒 很快交代了一切 侍郎跟我走 今天的事没完 必须给林先生一个交代 师爷你去找林先生 告诉林先生一切 很快 随着周坤的吩咐 所有人都离开了车库 儿子 咱这就出院了 医院的电梯里 林霄大包小包的 提着一些医院里 购置的用品 齐岩站在林霄的身侧 齐岩气色已经好了许多 换了病号服 恢复了变妆 此时的他 看上去年轻了许多 只不过因为病痛折磨 以及化疗 让他脸色有些苍白 但却是能够看出 齐岩的容貌底子 一点都不差 差不多了吗 您还没住够吗 现在化疗已经结束了 以后定期复查就好 我已经给你准备了 调理身体的中药 正在我们的新房子 除了系统 其余的东西 林霄都没打算 隐瞒自己的母亲 啊 祝我倒是真住不下去了 要不是没办法 谁愿意住院啊 齐岩摇摇头 接着看向他们身旁 曹芒正一脸 陪笑地跟着 儿子 你朋友吗 林霄看向曹芒 曹芒却是主动介绍了起来 夫人 我叫曹芒 您叫我小曹就好 我何德何能当大师的朋友啊 要是不嫌弃 您就把我当做 大师的手下就好了 看向林霄 妈 待会儿车上跟你解释 林霄回应一声 又看向曹芒 到我家找我 是 曹芒无比恭敬地应声 此时 三人也来到了地下车库 林霄走到车前 将车门打开 布加迪 黑夜之声 儿子 你到底 是怎么 齐岩被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妈你竟然知道 这次轮到林霄惊讶了 目光惊异地看向齐岩 这你别管 你还是好好跟他说说吧 齐岩坐上车 伸手拉来安全带记上 林霄从车头绕到驾驶位 启动车子离开 一路朝着桃花园一号而去 林霄一边将除开系统之外的 所有东西都告知了齐岩 一切解释不通的 林霄便直接搬出郁梦国 说是他送的 齐岩将信将疑 不过最终却也没有多问 很快 进入了桃花园一号别墅 齐岩再一次震撼 林霄的传说值都上涨了数次 可让林霄有些惊讶的是 自己的母亲 竟然能够很快地恢复淡定 妈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还记得锦绣天下吗 林霄招呼着齐岩坐下 随后询问道 当然 齐岩眉头微醋 那是我上班的地方 可惜 要不是因为这胃癌 我现在至少也能升任个 副总助理了吧 副总助理算什么 林霄此时却是笑了笑 妈 明天开始 你就是锦绣天下的董事长了 林霄拿出一达文件 直接递给了齐岩 齐岩皱眉接过 随后目光一凝 锦绣天下 百分之七十股份持有人 儿子 你 齐岩目光复杂到了极致 他突然发现 自己有些看不懂这个儿子了 一亿三千万的跑车 一亿的别墅 东区一亿的荒地 还有这价值也净亿的股份 这是普通人能够短时间内拥有的 怕是多少人奋斗几十辈子 都不可能收获的东西吧 妈 总之 以后还会有更多 让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林霄不会过多地去解释 这一切都是系统给的 太过害人了 齐岩陷入了沉思 许久 悠悠摇头 儿子 我也不多问 不过妈得谢谢你 你帮了妈大忙 林霄不明所以 看着齐岩 有些事 现在你也可以知道了 齐岩忽然开口 目光沉明 林霄立刻肃默起来 随后 齐岩开始讲述 让林霄震惊的事情 被齐岩盗出 他一直不知道 自己这位母亲 竟然是来自帝都 一个古老庞然的大家族 因为不满家族安排 跟家族决裂 来到安城下架 林霄都不得不 佩服自己的父亲了 竟然获得如此家人 可惜 早年病逝 实在遗憾 帝都有人一直在针对我 封死了我所有的路 要将我们一家 彻底按死在这安城小地方 齐岩苦笑一声 妈 现在的我们 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谁都阻挡不了我们的步伐 林霄目光正重 齐岩并未说 是谁在给他施压 在阻挠他 但林霄能够感受到 那人绝对不会简单 当然 他丝毫不慌 有系统在手 林霄迟早军临天下 站在所有人的头顶 确实 也算是有了很好的基础 儿子你放心 妈不会让你失望的 齐岩轻轻点头 目光中燃起淡淡火光 就以锦绣天下为基点吧 以后 我一定会回到帝都的 儿子 我有一些想法 需要规划一下 没事的话 别打扰我 好 林霄点头 起身走向了客厅外 曹芒已经等候了许久 见到林霄出来 赶忙鞠躬行礼 大师 陈小刀是您的同学 宋高飞指使的 我们调查到他的幕后 是百艺集团重山的太子爷李盛 曹芒的声音传出 预料之中啊 林霄轻轻点头 自己招惹到的人 翻来翻去 也就这些了 大师 坤哥和赤狼 已经带人过去了 重山我们动不了 但是宋高飞和宋家 却必须付出代价 我们一定会给大师 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曹芒继续开口 林霄看着他 随口道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是 大师 在下告辞 曹芒不敢多留 直接离开了 随后的时间 林霄开始给齐炎熬药 齐炎则是在研究着什么 拿出了一些纸 在写写画画 时间悄无声息地流淌 市中心九八街 警报声四起 期间一片混乱 第二天 也就是周一 安城电视台 播报了九八街的 大型斗殴事件 虽然没有人死亡 但却有人在斗殴中 受了重伤 林霄周一有课 前往了学校 立刻听到了 周围同学的一人声 听说了吗 九八街出大事了 现在谁不知道啊 咱学校的 跆拳道社社长 被打成了植物人 他爸更惨 四肢粉碎性骨折 下半辈子 都生活不能自理了 据说 他们招惹到了一个 极度恐怖的存在 是谁 传说直加2345 传说直加1789 林霄看着系统面板 目光无比莫名 整整一天 林霄周围 都是议论九八街事件的人 九八街的事情 跟你有关系 玉冰跟林霄 一前一后走出教室 玉冰忽然开口询问 九八街的事情 他比别人知道的多 包括事件的主导者是谁 他都了解 嗯 林霄也没有隐瞒 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 将医院地下车库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李盛是幕后 林霄 我很抱歉 玉冰已经意识到 这一切都跟自己有关 内心一阵愧疚 没事 你不要有太大负担 林霄对着玉冰笑了笑 我做不到 玉冰却是摇摇头 林霄 我会让爷爷想办法的 我这就回家 玉冰不等林霄多说 快速离开了 林霄无奈 想要叫住玉冰 不过他走得飞快 已经远离 林霄忍不住苦笑一声 最终也只能朝着停车的方向而去 竟然 真的是他 我的天 他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啊 林霄不知道 在他离开后 杨宇成却是站在了他先前所在的位置 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一脸的震撼 他刚刚恰好走到这里 听到了林霄和玉冰的交谈 杨宇成惊为天人 目光也复杂无比 我何德何能 竟然敢招惹这样的存在 他这一刻 懊恼到了极致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卖 他只希望 林霄就当自己是个屁 把自己给放了吧 那边有人表白 女追男 快走 过去看看 有这种事 等等我 杨宇成准备离开 不过这时 周围有惊呼声传来 杨宇成好奇地停下脚步 看了一眼 那边 好像是林霄离开的方向 愁出了一瞬之后跟了上去 而此时 林霄一边走 一边打开系统面板 系统 传说抽奖系统 稀有 宿主 林霄 抽奖次数剩余 赞无 传说值 386303 面板一如既往的简洁 唯有传说值一蓝 可谓惊人 那可是足足38万 今天一天涨上来的 虽然没有大礼堂内玩 涨得疯狂 但这也非常恐怖了 要知道 酒吧街的事情 可是大事件 在别人不知道 跟自己有关系的情况下 都获得了这么多传说值 要是别人知道 这一切跟自己有关系 那还得了 怕是分分钟传说值 达到几百万吧 当然了 这也就是想想 目前为止 林霄还没打算这么高调 系统 来一发三连抽 林霄甩了甩头 将那些分杂的思绪甩出脑海 随后直接下达指令 恭喜 获得价值200万奔驰G500 这就出货了 林霄眼睛一亮 脑海里立刻多了奔驰大计的 位置信息 已经停在了桃花源的车库 惊喜 往往一开始便不会结束 林霄还在感慨运气好时 接下来的系统提示音 让他彻底地激动起来 恭喜 获得七星回春针法 恭喜 获得七星回春伞配方 我去 林霄直接将在了原地 一个普通的三连抽 竟然频繁出货 大计也就算了 毕竟是钱都能买到的东西 可是这七星回春针 和七星回春伞 可就不一样了呀 此时 大量的信息 也灌入了脑海 七星回春针法 跟鬼王十三针一样 都是失传已久 现在几乎只存在于 传说中的针灸之术 鬼王十三针 体现的是一个大胆 效率 而七星回春针 则是比较保守 主打刺激人体机能 恢复生机 配合上七星回春伞 甚至有在阎王爷手里 抢人的资格 就是说 七星回春针 和七星回春伞配合 能够将只有一口气的人 直接拉回来 针法刺激人体机能 药物则是恢复身体的损伤 两相配合 那种不可逆的伤害 都不在话下 嘶 了解清楚了一切 林霄都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紧接着 他便激动了起来 有了这七星 回春针法 和七星回春伞 自己母亲齐炎 可就有了完全恢复的希望了呀 想着 林霄不由地激动起来 加快了脚步 他要立刻回家 给齐炎治疗 顺便配置七星回春伞 不过 刚到停车的地方 林霄便不得不停住了脚步 因为此时 前方围满了人 一个个目光兴奋 干什么 带着疑惑 林霄拨开人群走到内部 接着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只见 在自己的车子前方 摆满了各色的玫瑰 直接拼成星形 此时 周娜站在最中央 手捧九十九朵红玫瑰 目光满是期待地搜寻着什么 在外围 钱松用极为鼓励的眼神看着他 这是闹得哪出啊 林霄满头的黑线 就在这时 周娜的目光忽然瞟了过来 看到林霄的瞬间 周娜眼底立刻划过了极为惊喜的光芒 下一秒 她的翘脸便飞起了两朵红霞 林霄 我终于等到你了 她定定地看着林霄 这一刻 全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 甚至 林霄周围的人自动分开 只将林霄留在了原地 呃 林霄一正 不明所以 你干什么 最终 她只能疑惑地询问 笑 让林霄没想到的是 周娜一开口 便直接让她恶心住了 我爱你 我时常梦回 都是我们这三年的点点滴滴 今天 我打算 将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希望你能接受 周娜一边说 一边一步一步地朝着林霄走来 哦 耶 钱松这位死娘炮 在一旁激动地配着音 卧槽 真够大胆的 这是要现身的意思啊 果然啊 只要有了钱 出了名 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 唉 不愧是我灵神啊 周围传来一阵羡慕的声音 可林霄本人 此时却是满脸黑线 她一伸手 直接道 周娜 你打住 我们已经结束了 更何况 我们这三年 可没有什么好的回忆 林霄心底有些不屑 三年 只有自己无休止的付出 却是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人家眼里的舔狗 真是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她舔不动的时候 周娜就已经打算离开 林霄现在 都忍不住骂自己一声剑骨头了 怎么会 周娜听着林霄的话 立刻疯狂摇头 她抬起手 一串手链呈现在众人眼前 你看 这是在七夕夜 你送我的手链 我一直舍不得带 今天 我特意带给你看 还有你看我的鞋 这是那碗我扭到脚 你亲自为我挑选的呀 这一切 可都充满着我们满满的爱 林霄一头黑线 白手道 行了 你不是说手链款是老土 只适合压箱底 你不是说 这鞋太便宜 穿着个脚 周娜嘴角一抽 这些她确实说过 当然 她当时也是那么做的 手链没有戴 鞋子甚至都懒得穿 宁愿赤脚 可现在这个时候 她当然不能承认这些 现在的林霄 那可是年少多金 可不能轻易地放管 她比起别人 优势太大了 毕竟当初 林霄爱她 那是爱得死去活来的 甚至 林霄都愿意勤功俭学 满足她的所有奢侈需求 她相信 林霄一定是深爱着她的 当即 她直接便开口道 怎么会 你一定是记错了 林霄 我爱你 我可以把我的一切 都奉献给你 还请你收下 周娜跨出玫瑰铺就的爱心 走到了林霄的面前 将手中的玫瑰递了过来 哇 真是太浪漫了 林霄 如此好意 你真能忍心不接受吗 吻她 吻她 钱松这位死娘炮 此时不断地发出声音 林霄脸都黑了 本来周娜的所作所为 就让她挺恶心的 现在钱松说话 林霄感觉更恶心了 吻她 吻她 尤其是此刻 一些人跟着喊了起来 然而林霄只是扫了一眼就发现 这些人都是钱松在那里指挥的 完全就是群演一样的存在 电视看多了吧 林霄心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她抬手 在周娜无比期待的目光中 轻轻一拍 将九十九朵玫瑰拍到了一边 随后 林霄再淡淡开口道 周娜 我们已经结束了 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 你这种 为了一个三万六的手机 就要分手的拜金女 如何配得上我 林霄的话一出 全场瞬间便是一片死寂 一个个露出八卦的神色 杨宇成也到来了 此刻 她脸色有些忐忑 忍不住嘀喃道 她不会还在记仇吧 杨宇成可是在林霄甩了周娜时候 反手就送了周娜一个Mate X5啊 当时 甚至还获得了周娜一天的爱情 想想杨宇成也觉得自己够贱的 明明知道是个拜金女 偏要凑上去 滚吧 在我控制不住要删你之前 林霄抬起手 晃了晃 周娜脸色一白 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而此时 钱宋却是走了上来 兰花指一抬 指着林霄 林霄 你什么意思 咱们娜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难道一点都不敢动 你放眼看看 这偌大的安大 有哪个女孩子 会放下面子 做到这一步的 没有吧 我们娜娜是第一个 你应该感到荣幸 知道吗 林霄看傻子一样 看着钱宋 这特么直接就是有毒啊 果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啊 而此时 钱宋又道 再说Mate X5的事 我们娜娜也完全是为了鞭策 你知道吗 要不是娜娜狠心离开你 你会有机会 在古玩街简陋 会有机会 在翠云街简陋 你怕是去都不会去那种地方吧 林霄啊林霄 你真该好好感谢娜娜的 没有她 哪有今天的你啊 林霄直接带住了 是这样的 这一切 原来是这样的吗 围观人群也是震撼地看着林霄 这一切 难道是真的 是因为周娜的鞭策 我靠 一秒后 林霄当场抱了粗口 随后一步踏出 抬手就是一巴掌甩了出去 啪 啊 清脆的耳光声 伴随着钱宋的惨叫声 钱宋直接一个娘炮摔杂在地上 你特么早上吃的是屎吗 老子今天 跟他一个拜金女 有特么什么关系 我明明靠的 就是系统好不好 林霄心底 暗暗补了一句 林霄 你怎么能打松松 难道松松说的 不是事实吗 没有我 哪有你的现在 这时候 周娜也不干了 大声嘶吼起来 靠 林霄抬手 又是一巴掌甩了出去 差点忘了还有你 她本来心情好不打算出手的 可是这两件人 硬是要把脸凑上来 她实在是拒绝不了了 啊 周娜狠狠地跌在了钱宋的面前 捂着脸 眼睛都红了 周边众人看着这一幕 脸色莫名 其实随着林霄名声传开 很多人都知道了 林霄和周娜的事情 甚至有人深挖了很多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佩服周娜的 不要脸到了如此程度 说实话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的 你说拜金就拜金吧 非要搞这么多幺蛾子 做什么呢 以后少他们出现在我面前 恶心我 林霄扇完 感觉舒服了许多 踏步直接走向了车子 瘟 车辆远程启动 令人迷醉的声浪 传递而开 林霄打开车门 就坐了上去 林霄 你不能走 要走 你带我一起走 然而此时 本来还趴在地上的周娜 却是直接冲了上来 趴在了车子上 另一边 钱松也默默地上前 挡在了车子前方 有完没完 林霄满头黑线 林霄 我知道 你是爱我的 我真的愿意将一切都给你 你带我走 带我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开房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周娜快速开口 她是真的不想放过林霄了 那可是不知道多少钱啊 只要能抓住 她可不在乎什么尊严 尽管此时 周围看她的目光都变了 早已嫌弃得不行了 滚开 林霄冷着脸呵斥 可惜 周娜和钱松 却是不为所动 这特马 简直就是耍无赖啊 自己要么就撞死他们 要么就把车留在这里 直接离开 可这两个 林霄都不想选 就在这时 林霄的目光 瞥见了一道身影 心里立刻便有了想法 林霄 你带我走吧 我愿意给你一切 周娜依旧在不依不挠 林霄 你真要这么绝情不成 娜娜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你还要怎样 钱松也开口了 一脸的大意凛然 林霄直接选择了无视他们 目光直直地盯着人群前方的杨宇成 杨宇成心里有些发毛 不过却只能恭敬地陪笑着 看着林霄 过来 阻止这两个傻逼 我跟你的恩怨 一笔勾销 林霄的声音 传入杨宇成的耳中 杨宇成眼睛顿时一亮 没问题 林哨 杨宇成还在发愁 自己该怎么想办法跟林霄道歉呢 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 回旋帖 他二话不说 一步跨出 直接空中转体两周半 一脚便踹在了钱松身上 杨宇成 你敢 钱松大喝出声 话还没喊完 已经被一脚踹飞出去 下一秒 他转头看向一脸震撼的周娜 毫不犹豫的也是飞起一脚 杨宇成 林霄还在这 你敢 周娜也是嘶吼 可是所有人 都在这一刻 如同看傻子一般看着他 这特么明明就是林霄吩咐的 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 有人可是知道的 这几天 周娜一直以林霄的女朋友自居 高傲得不行了 可惜现在 一切的高傲 已经随着林霄不加迪的扬长而去 支离破碎了 干得漂亮 杨宇成的耳边 回荡着林霄赞扬的话语 他忍不住在原地摸着头傻笑起来 自己和林霄的两子 算是解开了呀 压在心头的大石 终于是消失了 杨宇成 坏我好事 我跟你拼了 杨宇成 你该死啊 就在这时 周娜和钱松 咆哮着冲了上来 杨宇成脸色一冷 你们找死 他当即摆出架势 直接施展自己毕生所学 跟两人撕扯了起来 他现在的实力 可是已经完全晋升到了红代了 对付一个娘炮 和一个弱女子 那还不简单 在无数人的见证下 杨宇成凭借一己之力 压制的钱松和周娜 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 甚至只能抱头手窜 几分钟后 鼻青脸肿的两人 跌坐在地上 杨宇成轻轻拍了拍 衣袖上那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一脸的高手风范 杨少牛逼 杨少实力大尽 我等佩服 周遭 有人尬吹 杨宇成满脸得意 接着 他缓缓蹲下 淡淡的声音 传入了钱松和周娜的耳中 周娜 看在拉了你一天手的份上 我免费告诉你一个消息 以后啊 少缠着林少了 要不然终有一天 你可能会死的 周娜瞳孔骤然收缩 想要呵斥 让杨宇成不要威严耸听 可杨宇成却是没给他机会 淡淡的声音继续响起 酒吧街事件 跟林少有直接的关系 宋高飞得罪的那个恐怖人物 就是林少 什么 周娜和钱松都瞪大了眼睛 可惜杨宇成也懒得再多说半句 说完便直接站起来走了 只留下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 娜 娜娜 她说真的 杨宇成走后许久 钱松忍不住开口询问 周娜沉默了一瞬 摇摇头 不 不好说 有 有可能是真的 她 她也没必要骗 骗我们吧 撕 钱松倒吸一口凉气 林 林霄 还 还有江湖背景 这 这 她有点害怕了 说到底 他们这些人 不过普通老百姓而已 酒吧街的大火拼 可是相当惨烈的 没有哪个普通人 会想要面对那一幕 那 那以后 还 还是远离林霄吧 都怪我 怎么就没有好好抓住呢 周娜这一刻 终于是死刑了 而就在这一刻 林霄脑海中 突然传来了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 解锁成就 告别过去 获得罕见级抽奖机会 加一 啥玩意儿 林霄忍不住愣了一下 怎么就突然告别过去了 不过很快 林霄就知道了答案 这个成就的获得 竟然是因为周娜 彻底地断了对自己的念想 这么上道 林霄刚才还在想 自己要不要让周坤 找几个人警告一下 周娜和钱松呢 却不想周娜 就这么自己放弃了 林霄摇摇头 完全想不通 周娜又发什么疯 她也懒得多纠结 反正总体来说 这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系统 抽奖 没有多犹豫 林霄直接下达了指令 一秒后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 获得金钱加一亿 林霄忍不住惊讶了一下 说实话 她都忍不住称 今天为自己的幸运日了 每一发抽奖 竟然都出货了 随着银行到账的短信提醒 林霄心情愉悦无比 哼个小调 林霄一路回到了桃花园 高强和高成龙已经在等候 她直接给高成龙治疗 换药 经过了一天多的恢复 高成龙甚至已经不需要拐杖借力了 只要轻轻搭着高强的手 黑玉生机高 不可谓不逆天 深夜 林霄本来留高强 父子过夜的 可两人非要回家 林霄也无奈 值得一说的是 高强的车已经修好了 听高强说 那是全权由周昆他们操办的 快也是必然的 两人走后 林霄叫来母亲齐岩 随后拿出银针 施展七星回春针 为她激活身体机能 随后 又开始配置七星回春伞 到齐岩服用睡下之后 林霄才吐出一口气 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林霄被齐岩叫了起来 齐岩激动得难以言表 只是一夜而已 她自己都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状态 好到了极致 林霄笑了笑 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两人很快吃了早饭 随后林霄从车库开出了大G 在齐岩惊讶的目光中 带着齐岩离开了桃花园 朝着锦绣天下而去 到达锦绣天下 刚刚把车子停稳 一道声音响彻在两人耳畔 哟 齐岩 你怎么来了 你的病好了 林霄转头 历史看到 一名打扮略显妖娆的中年妇女 正从一辆网约车上下来 齐岩眉头一皱 刚从网约车上下来 打扮妖娆的中年妇女 是她之前的同事 名叫崔秀莹 他们俩是同一天入职锦绣天下的 崔秀莹靠着一些手段 不断地扩张业绩 而她 则是凭借实力在做业绩 就这 她也一直稳稳地压崔秀莹一头 当时两人在争夺部门主管的位置 可惜后来检查出了癌症 齐岩不得不放弃了这份工作 安心治疗 齐岩很有能力 要不然在这偌大的安城 一个人带着林霄 也不可能有钱做癌症的前妻治疗了 齐岩和林霄还没说话呢 崔秀莹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 哎呀 之前都忘了问你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这一离开 就是大半年的 怎么 现在打算回来 继续跟我竞争 崔秀莹继续开口 随后似是炫耀般地说道 可惜了 我早就已经升任了部门主管 你早就已经没有资格跟我竞争了 哦 更别说现在了 你或许连仰望 我都做不到了 林霄眉头微微皱起 她忍不住看向崔秀莹 暗自思索 完全看不出来 眼前这人的优越感 来自何方 哼 崔秀莹 你这一如既往的优越感 我也是很佩服的 齐岩终于开口了 声音略显淡漠 同时 她关车门的手加重了一些 将大剧的车门砸得闷响 嗯 崔秀莹一证 齐岩的动作指向性很严重 她怎么可能看不出齐岩的意图 当即 轻哼出声 哼 不错嘛 大剧都开上了 可是那又怎么样 齐岩啊齐岩 我还不怕告诉你 今天之后 这锦秀可就是我说了算了 林霄和齐岩 此时都微微愣住 随后母子对视一眼 有些不明觉厉 什么意思 齐岩忍不住心底好奇 皱眉问道 哼哼 崔秀莹嘴角一勾 当然是字面意思呗 算了 我也懒得跟你多说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进锦秀了 这里 已经没有你的席位了 这是我崔秀莹说的 哒哒哒 崔秀莹说完 华丽的转身 高跟斜踩的异常的响 很快便进入了锦秀的大门之中 林霄和齐岩 正在原地许久 均是一阵无言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跟董事长有一腿呢 林霄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啪 可这时 一个充满母爱的大逼都 就落在了林霄的头顶 说什么呢 现在谁是董事长 林霄脸色尴尬地摸摸头 对不起妈 我把这事给忘了 之前已经办理了转让 现在锦秀70%的股份 已经完全转移到了齐岩的名下 所以现在 齐岩便是锦秀的董事长 绝对控股人 70%股份 锦秀的整个运作 都是他一言而绝了 没人能够左右得了他 以后注意点 哼 齐岩轻哼一声 随后率先踏步 朝着锦秀内部而去 是 齐董 林霄笑了笑 应了一声 齐岩转过头 无比满意地看了一眼林霄 同时 他心底此刻 已然是充满了骄傲 说实话 他这几天 完全就跟做梦一样了 先是病危 儿子 却突然展现出 无比惊人的医术 把自己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之后所有的药物 都换到了最好 化疗之后 自己的癌细胞 几乎完全杀面 之后回家 本以为需要许久调理 才能够恢复一些 却不想只是一天 经过林霄的调理 自己恢复了大半 齐岩相信 要不了多久 自己便能够恢复到 没有检查出癌症之前的状态 这已经足够惊人了 要知道 现在科技虽然很发达了 但是对于癌症 也不是说想治疗就治疗的呀 勉强靠着化疗治好的 对身体也造成了 不可逆的永久性伤害 即便很年轻 治好之后 都要憔悴很多 可自己呢 马上就可以完全康复 这在医疗史上 那也是可以称作奇迹的了 思念间 齐岩又忍不住看了一眼林霄 这一眼 让他眼里的骄傲 更加地掩饰不住 齐岩 真是给你脸了呀 你竟然还敢进来 崔秀莹的声音 突然在锦绣的办公区响起 锦绣天下 作为房地产公司 现在身处于自己开发的楼盘里 一楼便是办公区 齐姐 你回来了 真的是齐姐 齐姐你好了吗 齐姐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与崔秀莹不同 整个办公区大部分人 却是在此刻惊喜地问起好来 接着 一个个都将目光聚焦在了齐岩的身上 目露金光 喂 我说 你们干什么 不需要工作吗 对一个外人大呼小叫的 都不想干了 崔秀莹猛地沉声询问 这一刻 众人都是一愣 接着无奈地坐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看到这一幕 崔秀莹无比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很是挑衅地看了一眼齐岩 齐岩无语摇头 心里暗叹 如此欲下 这崔秀莹一辈子也怕止步于此了 想要再进一步 怕是不可能 当然了 现在决策权在自己手上 对于崔秀莹这番表现 齐岩表示很不爽 待会儿开除了便是 齐岩和林霄都没有理会这崔秀莹的想法 两人静止朝着总经理办公室而去 然而 崔秀莹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她一步跨出 站在了过道上 挡住了林霄和齐岩的去路 齐岩 我说 你是没听到我的话吗 这里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请你立刻离开 崔秀莹皱着眉头 满脸的不愿 齐岩盯着崔秀莹 脸色冷了下去 让开 我要见薛总 薛总 自然便是锦绣的总经理了 不过他只是管理者 没有太大的实权 这里的权力 始终是握在齐岩的手上的 你有什么资格见薛总 崔秀莹双手环抱在胸前 满脸不屑 齐岩皱眉 遇到这种不要脸的 他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怎么做 滚一边去 就在这时 灵霄淡淡的声音响起 随后 他一步踏前 一双眸子紧盯着崔秀莹 眼底 一股威严之气爆发 此刻 他体内按进自动运转 竟是让崔秀莹感觉 自己仿佛是在面对一头猎豹 登登登 骇然地退后了三步 崔秀莹脸色猛地变得难看了下来 混蛋小子 你是谁 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 崔秀莹如同一个泼妇 疯狂地骂街 我是谁你管不着 倒是你 从今天过后 不用来锦绣了 锦绣不需要你这样的东西 灵霄淡淡开口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 哈 崔秀莹则是一呆 随后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灵霄 你说什么 哈哈 小子 你以为你是什么玩意儿啊 让我不用来锦绣了 你凭什么 当然 是凭我妈现在持有锦绣 灵霄不想跟崔秀莹啰嗦 刚打算说出 其言持股70%呢 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猛地打开 随后 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眉头皱着 沉声道 吵吵闹闹地做什么 成何体统 灵霄话音一顿 目光朝着男子打亮了过去 此时 男子也看到了其言 凌厉的眼神一松 是其言啊 病好了 实在对不起 我们这些人每天都忙 都没时间去看你 不过你的岗位 我们一直保留着的 薛总 好久不见了 多谢薛总还记着我 其言轻轻点头 回应了男子一声 几句话的功夫 薛总走到了近前 看着站在过道上的 崔秀莹 眉头微微一簇 崔主管 你这是做什么 没什么 不想其言回来上班而已 她的岗位我已经撤了 早有人替她 薛总就不用操心了 崔秀莹随意开口 薛总一呆 崔秀莹 你吃错药了 你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还有 谁让你撤其言岗位的 她忍不住打量起 崔秀莹起来 这是不是得失心疯了 自己是总经理啊 你一个主管这么嚣张 齐莹眼睛也微微眯了起来 她也有些生气了 崔秀莹 看来你的行为方式 的确不适合待在锦秀 收拾东西走吧 锦秀不欢迎你 薛总眉头微挑 齐莹也是僭越了的 不过她现在也在气头上 正好 这跟她要表达的意思差不多 她也懒得再重复一遍 呵呵 笑死 然而 崔秀莹根本就像是 没有听到齐莹的话 齐莹 这是你儿子 哼 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你儿子也是一句话 就要开除我 你也是 我就想问问 你们凭什么啊 崔秀莹眼睛呼的一亮 等等 你不会是要凭你开得起大剧 一亮大剧 就让你自以为是成这样 找不着北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不可思议地看了过来 齐莹 竟然开大剧了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崔秀莹竟然看不起 开大剧的齐莹 这马得 有点乱啊 锦秀一众员工 疯狂地头脑风暴 但是很快 他们骇然地发现 自己竟是根本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打断一下 就在这时 林霄忽然开口 你一个打车的 看不起我妈开大剧 是不是太嚣张了一点 打车 我打车怎么了 崔秀莹 李直气壮地令人心碎 哼 紧接着 她又轻横道 你以为你们 开大剧了不起啊 告诉你们 大剧在我眼里 连垃圾都算不上 所有人都在凌乱 这他们真的是失心疯了啊 那可是大剧啊 两百万 顶级的更是接近五百万了 这可是很多人一辈子也赚取不到的巨额财富 这崔秀莹 已经膨胀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这一刻 就连灵霄都无语得很 哼 土包子 此时 崔秀莹继续冷哼一声 随后脸色变得傲然起来 下一秒 她淡淡地开口道 你们知道超跑吗 世界级的 全球限量的 你不会说 你有一台这种超跑吧 灵霄忍不住问道 我当然没有 崔秀莹一如既往的理直气壮 让灵霄都有些错不及防 不过 可这时 崔秀莹话锋一转 我女儿的男朋友有一辆 不加敌 黑夜之声 价值一亿三千万 什么 真的假的 一亿三千万的车 只有这种车 锦秀的办公区 立时喧哗了起来 宿静 薛总实在听不下去 大喝一声 随后 她目光阴沉地盯着崔秀莹 崔主管 麻烦你不要胡说八道 该上班的上班了 我胡说八道 呵呵 薛总的眼界 也确实狭窄 崔秀莹满脸傲然 摇头晃脑的道 还有 上什么班 别人可以上班 齐妍就不必了 赶紧滚吧 从今往后 锦秀没有你的席位 此时的齐妍 正在和林霄对视 母子俩眼神交流 大概意思就是 她女儿是你女朋友 林霄翻白眼 并不是 甚至可能不认识 那她的黑夜之声 哪来的 齐妍疑惑 鬼知道 林霄摇头 装逼 最终 这是林霄和齐妍母子 得出的结论 刚好这时 崔秀莹看向了他们这边 不过还没等他们说话 薛总再一次开口了 崔主管 你给我试可而止 姓薛的 你态度好点 说不定待会儿 你就是我手下的人了 崔秀莹眉头紧簇 你什么意思 薛总一脸猛逼 哼 崔秀莹冷哼一声 我女儿的男朋友 身价超然 随便一辆跑车 价值一亿三千万 随手一套手势 欧洲皇室 曾出价两亿而不可得 价值无量 今天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崔秀莹拖长了生意 梁九 才继续开口道 我女儿要带她男朋友 来见我 我女儿说了 她会买下锦绣 送给我做礼物 什么 这 不可能吧 看那样子 怎么感觉那么真呢 这要是她真成了董事长 那还得了 林霄呼地瞪圆了眼睛 崔秀莹说的这个人 怎么有点像自己 不对 应该说 这好像就是自己啊 可是 自己哪里说 要买下锦绣送给她了 还有 自己还没有女朋友的好吧 这崔秀莹的女儿 是啥人啊 这也把老母亲 骗得太惨了吧 传说直加三九九九 林霄的系统面板上 猛地跳过这么一传信息 林霄严重怀疑 这是来自自己震惊之后 获得的传说直 因为这实在是 太过匪夷所思了呀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自己 都没有理解的存在了 锦绣天下 价值也不过一亿而已 对我女儿的男朋友来说 洒洒水的事情 崔秀莹脸上 傲气浓郁的令人发指 所以 薛总 我说我撤了起研的岗位 我说 以后这里没有 她一席之地 有问题吗 薛总吞咽了一大口唾沫 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要是崔秀莹说的 这些都是真的 那说实话 还真没啥问题 可要是她说的是假的 那问题可就大了呀 薛总 算了 别听她胡说八道了 正好你在 我这里有些事情 要跟你交接一下 齐言此时已经不知道 在心里翻了多少白眼了 这崔秀莹 说的话是越来越离谱了 她打算直接开始交接 之后就让崔秀莹滚蛋 话落 齐言已经抬起了手 从随手提着的袋子里 拿出一个文件袋 然而 还没等她打开呢 崔秀莹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齐言 你是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你交接什么 这里跟你没有一丁点关系 立刻滚 齐言白眼一番 崔秀莹 该滚的是你 你好好想想自己的话 你认为可能吗 你认为 你有资格吗 有什么不可能的 怎么就没有资格了 崔秀莹冷笑不已 妈 恰在这时 两道身影又走进了锦绣 崔秀莹眼睛一亮 急忙伸手招呼 同时还不忘开口道 我女儿来了 齐言 你现在滚还来得及 要不然待会儿 我怕你连待下去的脸面都没有了 妈你在说什么 崔秀莹女儿的声音响起 人已经来到了近前 没有人发现 此时的她 已经是满头的黑线了 这特么的什么事啊 这个声音 她保证 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是周娜 特么的 周娜竟然又出现了 她妈竟然就是这崔秀莹 所以 那些牛逼 都是周娜吹的 所以 周娜认为自己会为她花衣 买下锦绣 哦不对 锦绣本就是自己的 以后 也会把她打造成一片宏大的产业 但是 林霄是傻了吗 她会送给崔秀莹这货 娜娜 你来得正好 崔秀莹此时一把拉过周娜 她身边 钱松也快速跟上 这时 崔秀莹一指其言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 妈的那位不要脸的竞争对手 现在她想回公司 你赶紧让你男朋友买下锦绣 然后立刻把她拉黑 断了她所有念想 崔秀莹说完 脸上满是傲然 她却是没有看见 周娜和钱松两人的目光 落在了齐言的身上 随后 两人又缓缓地移动了一下 最终 目光定格在林霄的脸上 两人的眼睛同时瞪大 瞳孔瞬间收缩 成了症状 卧槽 这是此刻 两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 怎么在这 周娜猛地开口 我妈回公司 我顺便过来 林霄随意回应一声 你们认识 崔秀莹一愣 接着满脸不悦 娜娜 你怎么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认识 以后不许联系 知道吗 免得你男朋友误会 咕咚 崔秀莹没有发现 周娜在她这句话之后 脸色忽然惨白 吞咽了一大口唾沫 你听到了吗 见女儿没有回应 崔秀莹皱起了眉头 伸手推了周娜一下 随后 她又道 对了 让你男朋友赶紧过来吧 还有没有诚意的 既然跟你交往 那送我一个锦绣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 哦 让她开她的那个不加迪 黑夜之声过来 顺便 把她要送你的那个价值两亿的 天使之恋三件套也带来 我让同事们看看 崔秀莹吩咐着周娜 煞有其事的样子 锦绣的员工面色微变 却是没有人发现 周娜脸色越来越白 在崔秀莹说完之后 甚至连血色都没有了 咚咚咚 前松微微后退 她感觉 自己的心仿佛要从喉咙里 跳出来一般 实在难受得紧 现场气氛在此刻有些沉寂 崔秀莹又忍不住伸手 准备推一推周娜 可这时 齐妍的声音猛地响起 儿子 你女朋友 崔秀莹立刻看向母子俩 接着就要开口呵斥 但此时 林霄却摇摇头 她不配 齐妍微微点头 的确不配 哪有这么骗自己母亲的 关键是 这崔秀莹还信了呀 什么脑子 你们俩干什么 我女儿也是你家穷小子配得上的 崔秀莹此时又叫嚣了起来 同时 她深深地皱起眉头 喝道 周娜 你装聋吗 我让你把你男朋友叫来 你没听到 周娜 周娜似乎终于反应过来 快速地转身 一把抓住了崔秀莹 妈 我们走 你别说了 松松 帮忙 啊 好 好的 前松一愣 赶忙拽住了崔秀莹另一只手 两人发力 就要将崔秀莹拉走 可崔秀莹却是一愣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她挣扎起来 周娜 我让你叫你男朋友 你拉我做什么 周娜 你疯了 妈 你快别说了 我们走 走啊 周娜都快哭了 她只是吹牛的 要是跟林霄真成了 那以林霄的舔狗程度 自然不在话下 可现在 跟林霄没成啊 不仅没成 还了解到了林霄那恐怖的江湖背景 她现在是人吹牛 都不敢吹了呀 关于林霄的一切 都成了禁忌 搞不好 要成植物人 混账 你放开我 崔秀莹猛的用力 挣脱了两人的拉扯 嘶吼道 立刻让你男朋友 来见我 要不然 我今天跟你断绝关系 崔秀莹装了多大的逼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现在要是走了 那可就糗大了呀 可周娜 却是急得团团转 面对崔秀莹的逼迫 她也放弃了 妈 没有男朋友 我说的男朋友 是林霄 是她 周娜一指齐言身边的林霄 所有人目光聚焦 满是震撼 传说值加1399 传说值加5321 林霄的传说值 猛然暴增 可 可是 她 她看不上我 看不上我呀 最后几句话 周娜几乎是嘶吼着说出来的 华洛 似乎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整个人直接就跌坐在了地上 眼神空洞无神 全场 呼得一片死寂